说完 金玉言递给助理一枚印章 这是专属高丽国长公主的印章 只要叶卓看到这枚印章 就知道 她不是骗子 正常人都不会拒绝 这颇天的富贵 所以 叶卓肯定觉得 她是骗子 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她的邀请 助理伸手接过印章 好的公主 我这就去 金玉言点点头 快去吧 助理再次来到训练场 叶卓正在教白小苏盲打的技巧 他身材高挑 要比白小苏高一个头 从后面握着白小苏的手 瞄准好中心点了吗 嗯 白小苏点点头 三 二 一 叶卓扣动扳机 碰 子弹从枪膛里破壳而出 直接射进红色的靶心中 金玉言的助理刚走到这边 就看到这一幕 眼底有惊讶的神色闪过 这个叶小姐 真是太厉害了 几乎就是指哪打哪 百发百中 怪不得金玉言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让她更改国籍 须于 助理走到边上 恭敬地开口 叶小姐 叶卓微微回眸 还有事吗 助理看了眼叶卓 接着道 叶小姐 能借一步说话吗 叶卓道 我想我应该知道 你想要说什么 回去告诉你们公主 谢谢她的厚爱 我生是华国人 死是华国魂 永远都不会更改自己的国籍 其实这样的是 叶卓上辈子遇到过不少次 如果她答应更改国籍的话 现在早就不是华国人了 助理冷了下 接着道 叶小姐 这是我们公主让我带给您看的印章 您放心 我们肯定不是骗子 说着 助理拿出那枚印章 金色的印章 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 叶卓脸上神色如常 该说的 我刚刚已经说了 叶小姐 我们真的不是骗子 助理以为叶卓 还觉得他们是骗子 她和金玉言想的一样 几乎没有哪个人 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 所以 一定是叶卓对他们有误会 这位先生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知道你不是骗子 我还是那句话 麻烦你回去转告你们公主 话说到这个份上 助理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弯了弯腰 转身离开 助理走后 白小苏好奇地道 叶小姐 那个人是高丽国 长公主金玉言的助理吗 嗯 叶卓微微汗手 白小苏接着道 金玉言想让您更改国籍 然后参加射击比赛 是的 白小苏责了一声 这个金玉言 还蛮有政治头脑的 看人的眼光也不错 叶卓要是能被金玉言 挖走的话 绝对能给高丽国 带来巨大的贡献 远的不说 这个射击比赛 叶卓出手 肯定能拿第一 换成旁人的话 白小苏可能还会有些担心 会经不住诱惑 可叶卓是谁 他怎么可能会为了一点权势利益 就出卖国籍 叶卓似是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拿起枪 咱们继续 好的 白小苏点点头 二人拿着枪继续练习 白小苏的底子不错 人又聪明 叶卓交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另一边 金玉言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助理回来 他本以为会看到助理 带着叶卓一起过来 没想到 回来的还是助理一个人 金玉言走过去 首先开口 怎么叶小姐没跟你一起回来 助理的神色有些为难 叶小姐让我给您带一句话 什么话 金玉言问道 助理接着道 叶小姐说 谢谢您对她的厚爱 不过 她生是华国人 死是华国人 什么 金玉言一愣 这么说 叶卓还是不愿意更改国籍 怎么会这样 身为高丽国的长公主 金玉言非常爱惜有才能的人 求贤若渴 要不然也不会把条件开得这么好 又是给国籍 又是次姓氏和贵族身份 换成其他人 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但金玉言没想到 这么丰厚优越的条件 叶卓居然还是拒绝了 金玉言一出生就是高丽国的公主 什么人都见识过 但是像叶卓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见 你有没有把我的印章给她看 金玉言问道 给了 助理点点头 给了 金玉言眯了眯眼睛 她看到印章后 是什么反应 助理回想着刚刚那一幕 接着开口 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还是让我把那句话转告给您 怎么会这样 金玉言本以为叶卓 是觉得他们是骗子 所以才会拒绝的 现在看来 事情好像不是那样的 金玉言看向助理 接着道 你觉得这位叶小姐 是个怎样的人 助理很认真地思考了下 接着道 我觉得她很特别 跟其他女孩都不一样 金玉言点点头 是挺不一样的 强者都有一种征服欲 金玉言这个长公主 也不例外 好不容易叶卓这样的人才 她是真不想 就真这么地放弃 将叶卓变成高丽国人 不但能让高丽国赢得这场比赛 还能巩固她在高丽国的位置 让她更加顺利地继承皇位 虽然金玉言是长公主 是最有继承皇位资格的那个人 但高丽国皇宫近年来 斗争不断 冒头的人也有很多 她要是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恐怕就要被人打压下去了 金玉言眯了眯眼睛 看来 需要她亲自出手了 训练好之后 白小苏带叶卓去岛边的餐厅用餐 因为岛上最近有比赛的缘故 来餐厅用餐的人 那边还有个位置 叶小姐 我们坐那边吧 白小苏发现大堂中间还有触控位 嗯 叶卓微微点头 往那边走去 坐上桌之后 白小苏拿着平板电脑点菜 她跟叶卓吃过几次饭 清楚叶卓的口味 末了 还特地点了几份饭前甜点 甜点很快就上了 叶卓看到甜点 一双好看的眼睛都跟着亮了起来 立即拿起一份 尝了尝 西国人的饮食习惯 跟华国人有很大的区别 但甜点却非常好吃 甜而不腻 白小苏是个不太喜欢吃甜点的人 端起杯子喝了口柠檬水 就在此时 她突然感觉 餐厅好像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朝四周看了看 这才发现 刚刚还人满为患的餐厅 这会儿 居然只剩下的他们一桌客人了 真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白小苏调侃道 登登登 就在此时 安静的空气中 突然传来脚步声 专属高跟鞋的声音 白小苏放下杯子 转头朝深远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一个身穿香槟色 限量款奢侈品牌 连衣裙的中年女子 往这边走来 这个奢侈品品牌 白小苏认识 是 ZY 华国的产品 也是华国最高科技的一款衣服 被外界成为空调衣 穿上它 就如同背上行走的空调 冬暖夏凉 就中年女子 身上穿的这件 售价七位数 敢把一套房子穿在身上 是个有钱的主 白小苏眯了眯眼睛 叶小姐 就在白小苏感慨的时候 中年女子走到她们桌前停下 准确的来说 是走到叶卓面前停下 白小苏一愣 抬头看向叶卓 叶小姐 你们认识 叶卓放下银叉 微微摇头 不认识 难道是叶卓的粉丝 白小苏又喝了一口柠檬水 毕竟 叶卓在国内上过综艺节目 之前还上过微博热搜 中年女子就这么地站在那里 接着道 叶小姐 我是高丽国的金玉言 很高兴 今天能在这里见到你 金玉言 高丽国的金玉言 听到这番话 白小苏瞪大眼睛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高丽国的皇室就姓金 他们的皇家长公主 就叫金玉言 往常都是 在电视上看到这位长公主 没想到这下终于见到真人了 怪不得 她在第一眼看到金玉言的时候 觉得有些熟悉 你好 叶卓站起来 跟金玉言握手 如果长公主 还是因为那件事来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我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 想让她更改国籍 在以高丽国人的名义 参加射击比赛 替高丽国争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金玉言笑着道 叶小姐 凡事别说得那么绝对 我来也是为了 能跟您交个朋友 叶小姐不打算请我坐坐 您随意 金玉言坐在白小苏旁边 金玉言是高丽国的长公主 身上的气场可不是盖的 她一坐下 就让白小苏感到一股浓浓的压迫感 有些让人无法呼吸 白小苏咽了咽喉咙 再看叶卓 依旧淡定如丝 金玉言笑看白小苏 这位是白小姐吧 我是 白小苏点点头 金玉言接着道 我听说这家餐厅的二楼 有你们年轻喜欢的娱乐项目 刚好我把这里包场了 现在都空着呢 白小姐不去体验下 白小苏刚要拒绝 餐厅老板就走过来 白小姐 您跟我这边来 白小苏只好站起来 朝叶卓道 叶小姐 那我过去了 嗯 叶卓微微点头 白小苏跟上餐厅老板的脚步 想了想 又回头看向叶卓 叶小姐 要是有事的话 您就打我电话 好的 白小苏走后 金玉言抬头看向叶卓 叶小姐 真的不考虑下 加入我们高利国国籍吗 叶卓笑着道 我生在华国 长在华国 现在正式报效祖国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更改国籍 以高利国选手的名义 参加设计比赛的话 吃相太难看了 金玉言不再多说些什么 而是推了一张空白的 支票到叶卓面前 叶小姐 金额您来填 雨落 金玉言笑着道 除了这些之外 我还会给您 最高级别的姓氏 最显赫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最现实 金钱和权势 迄今为止 他还没遇到过 能抗拒得了空白支票 说完这些 金玉言就这么看着叶卓 颇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他很享受征服的过程 不管叶卓之前表现的 有多么爱国 多么热血 可最后 还是会背叛华国 成为一名新高利人 叶卓之所以迟迟不答应他 无非就是为了自台身价 得到更多的好处 现在 他不仅让叶卓自己动手 填写支票上的金额 还给了叶卓家人 高利国的国籍和高等性 这会儿 叶卓心里肯定非常开心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没想到 叶卓看起来年纪不大 隐忍力还不小 换成旁人 恐怕早就开始原地欢呼了 可叶卓没有 不但没有 他的表现依旧清淡如菊 就算是装的 那也是非常厉害了 毕竟 他的年龄摆在那里 下一秒 叶卓拿起支票 看他拿起支票 金预言勾了勾唇角 果然不出他所料 接下来 叶卓就该签字了 所以说 华国人是虚伪的 明明早就想签字了 偏偏还装着一副 很爱国的样子 像他们高利 就永远不会出现这种人 金预言端起杯子 喝了口柠檬水 静静地等待叶卓签字 更在等待着 叶卓对他俯首称臣 长公主在派人调查我的时候 没查到我身家 叶卓将支票放回桌子上 接着道 您身上穿的裙子 手上带的饰品 以及您身上喷的香水 都是我的产业 雨落 叶卓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失陪了 金预言还没有反应过来 叶卓就已经走到楼梯口处 好办上 金预言才看向助理 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他刚刚说什么 身为公主 金预言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被人追捧着的存在 大把的人想要讨好他 有的人 甚至连讨好他的机会都没有 可叶卓 叶卓居然用这种态度对他 在叶卓刚刚的声音里 他感受到了不屑和技巧 那种感觉 就好像 他这个高丽的长公主 在叶卓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一样 良好的教养 并没有让金预言 将这种怒气表现出来 助理也在这个时候 迅速地反应过来 公主 她 她说 她说 说到这里 助理顿了顿 接着道 公主 那个华国人 肯定是在吹牛 他才多大 根据我查到资料 他才二十岁 是一个小城市长大的 金预言紧紧捏着杯子 因为用力过度 楼上 白小苏正在撸猫 看到叶卓过来 立即放下猫 跑过去 叶小姐 换成平时 叶卓肯定也会 跟着撸两把猫 但今天 很明显 场合不对 我们回去吧 好的 白小苏点点头 也没有多问什么 跟上叶卓的脚步 走到楼下 金预言的人还没走 金预言坐在餐厅里 看着叶卓和白小苏的背影 皱了皱眉 等着 他一定会让叶卓 成为高丽的公民 高丽也一定要赢得 这场设计比赛 餐厅外 听着一辆豪华的 家常版林肯 一看就是金预言的 专属座棋 白小苏压低声音道 那位公主殿下 还没走 大概吧 叶卓并不关心 金预言的去留 白小苏接着道 叶小姐 刚刚公主殿下 没有为难你吧 还没等叶卓回答 白小苏笑着道 我怎么会问 这么蠢的问题 公主殿下就想为难您 恐怕也找不到理由 别说一个金预言 就算是有十个金预言 怕是也为难不了叶卓 回到训练营 白小苏接着训练 叶卓在一边指导 转眼 就到了正式比赛这天 从酒店到真实比赛区 需要坐两个小时的车 比赛是下午一点开始 上午十点 叶卓和白小苏坐上车子 马上就要比赛了 白小苏有些紧张 叶小姐 我要是拿不到第一怎么办 放宽心 叶卓拍了拍他的手 名次是次要的 得重在参与 叶卓的声音很淡 却好像熨染着魔力一般 白小苏立马就不紧张了 在心里暗暗决定了 一会儿一定要拿个第一 雨落 叶卓接着道 小苏 金预言那个人很有野心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一会儿在赛场上 你一切小心 白小苏点点头 叶小姐你放心 我会的 闯荡社会这么多年 白小苏并不是那种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要是真的什么都不懂的话 白小苏也不会拥有今天这一切 叶卓靠在椅背上 目光从倒车进上掠过 眯了眯眼睛 紧接着开口 速度再快点 闻言 司机立即加快车速 再快点 叶卓道 怎么了叶小姐 白小苏看向叶卓 后面有人跟着我们 叶卓道 谁 白小苏立即打开车窗 往后面看去 虽然不是什么上下班高峰期 但路上还是有很多车 一时间 白小苏实在是看不出来 到底是哪辆车在跟踪他们 叶卓接着道 那辆黑色的丰田凯美瑞 白小苏立即将目光锁定车流中 那辆丰田美凯瑞 是车牌号C2556那辆吗 对 白小苏这才注意到 那辆车确实很不正常 车里一共坐着三个人 坐在副驾驶内的人 还拿着望远镜 肯定是金玉岩的人 今天就是举行比赛的日子 金玉岩突然在这种时候 安排人跟踪他们 肯定是另有用意 叶小姐 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白小苏转头看向叶卓 叶卓神色如常 甩掉他们 就在这时 前头的司机回头 对方车技太好了 我 我甩不掉他们 金玉岩派过来的人 是专业的赛车手 司机试了很多种办法 可对方还是死死黏着 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似的 靠边停车 叶卓音调的浅浅 好的 司机立即减慢速度 靠边停车 丰田梅凯瑞内 老大 他们停车了 坐在驾驶座的司机 回头看后座 减慢速度 后座的男人开口 好的 司机立即减慢速度 就在此时 他们看到前面的白车司机 开门下车 坐进了后座 随后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坐进了驾驶座 司机立即把看到的情况 汇报给后座的男人 男人眯了眯眼睛 并没有多说 而是道 记住公主的话就行 知道了 金玉岩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得不到的 就要毁掉 叶卓和白小苏身在异国他乡 就算真出了点什么问题 恐怕也没人能查到什么 而且 金玉岩调查过了 在叶卓的指导下 白小苏的射击技术突飞猛进 拿个第一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他再不出手的话 高丽怕是连前三都进不了 所以 今天白小苏和叶卓 必须得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这边 叶卓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系好安全带 发动引擎 小苏 你们坐稳了 白小苏点点头 叶小姐 您注意安全 嗯 下一秒 原本还停在原地的车子 快速地冲了出去 速度非常快 让人有些反应不过来 丰田梅凯瑞车内的司机冷了下 前面那辆车 开车的真的是个小女生 后座的男人眯了眯眼睛 发什么呆 快点跟上他 好的 司机迅速地反应过来 加快速度 跟上前面的车子 叶卓看着倒车镜里 跟上来的小尾巴 浅浅勾唇 想玩是吧 那他就陪着好好玩玩 叶卓将油门踩到底 一个飘移过去 就把后面那辆车甩出很远 随即 隐藏在车流里 白小苏趴在后车窗上 激动地道 甩掉了 叶小姐 我们把他们甩掉了 没那么简单 啊 就在白小苏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黑色的丰田梅凯瑞又追了上来 而且 看样子 好像是随时要撞击过来一般 车毁人亡 白小苏的脑海中 一下子就蹦出这四个字 肯定是这样 对方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司机此 白小苏脸上的血色 一下子就消失了 叶小姐 他们 他们的目的 是不是让我们车毁人亡 嗯 叶卓美眸微眯 前面是一座高架桥 高架桥下是一片树林 现在距离高架桥 还有一公里 叶卓方向盘一打 靠近公路最右侧行驶 准备上高架桥 后面的车 则是紧紧跟着他们 后座的男人打开车窗 看了看路况 接着到 前面那个高架桥 是交通事故一发地 在那里下手 最合适不过 起得扔准点 明白 司机吹来了口哨 制造交通事故 他最擅长 要不然 金玉言也不会请他过来 司机加快速度 一手掌控着方向盘 一手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微型炸弹 叶小姐 他们追过来了 看到倒车镜里的一幕 白小苏的脸都白了 从未觉得 死神距离自己这么近过 别慌 叶卓依旧淡定 不慌不忙地 避让前面的车 然后猛地将方向盘 往左一打 直接越过一辆 车型庞大的越野车 跟在后面的车子 没想到叶卓 会突然有这个动作 更没想到 叶卓的前面 还有一辆越野车 司机脸色煞白 为了避免撞上越野车 猛地踩下刹车 是 车轮在地上摩擦出 巨大的响声 碰 就在司机准备 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他的眼睛突然 猛地睁大 前方居然是一个 巨大的弯道 此时想要再刹车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 从百十来米高的 高轿桥上掉下去 哄 震耳欲聋 车子在掉下去的 那一瞬间 发生爆炸 火光直冲上天 幸好下面是一片树林 否则后果将不敢设想 白小苏从车窗里 看着外面那一幕 心脏跳得飞快 差一点 差一点车毁人亡的 就变成他们了 好半场 白小苏才反应过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叶卓 却见叶卓依旧淡定地不行 就好像 刚刚制造那场车祸的人 不是他一样 一场严重的车祸 可他的双手 依旧是干干净净的 没有沾染半分半毫 另一边 金玉岩一直在等消息 就在这时 电话声响起 金玉岩赶紧接起电话 也不知那边说了什么 金玉岩双眉紧促 什么 金玉岩本以为 可以涌除后患 借机除掉叶卓和白小苏 没想到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叶卓那边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让他派过去的人 落得个车毁人亡的下场 车里的三个人 直接就被炸死了 金玉岩紧紧皱着眉 查 给我查 这件事 肯定跟叶卓有关系 金玉岩派过去的人 都是精英中精英 如果不是叶卓 做了手脚的话 绝对不会是 车毁人亡的下场 好的 那边接着道 公主您放心 我们肯定会彻查此事 直至挂了电话 金玉岩还是满脸怒气 他从来都没有 吃过这样的亏 更没有做过亏本的买卖 这是第一次 很明显 他还是低估了叶卓 另一边 酒店三十层 一道高挺的身影 站在窗户前 俯瞰着脚下的景色 男人脸上没什么神色 虚余 包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到嘴里 瞬间便有一股甜的发腻的滋味 在口腔里蔓延开来 正常人吃到这么甜腻的东西 肯定会下意识地醋眉 就在这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进来 助理从门外走进来 老板 什么事 助理看了眼男人的背影 接着到 医院那边打来电话 说是周小姐不见了 周小姐 指的自然是周辰瑜 周辰瑜自从被改姓周之后 精神就不正常了 为了避免他伤害到其他人 宋石渝将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这段时间以来 周辰瑜一直都在精神病医院疗养 宋石渝眯了眯眼睛 找 是 还有其他事吗 宋石渝接着问道 没有了 助理道 那就先下去吧 宋石渝摆摆手 助理弯弯腰 转身往门外走去 陈思妍也在C国出差 他每次来C国 都会选择在宋家的酒店住宿 走到酒店门口 突然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宋石渝的助理 刘凯 宋石渝也来 C国来了 陈思妍原本暗淡的眼底 瞬间浮现出亮光 还没来得及说话 边上的秘书夏威就到 那不是宋先生的助理刘凯吗 好像是 陈思妍点点头 夏威跟在陈思妍身后三年多 把陈思妍的心思摸得清清楚楚的 笑着道 我去跟刘凯打个招呼 嗯 夏威小跑着走到刘凯身边 刘凯 你怎么也来C国了 看到夏威 刘凯也有些意外 你也来了 夏威点点头 我跟陈小姐一起来出差 刘凯这才看到 站在不远处的陈思妍 原来陈小姐也来了 是啊 要不然我一个人来这里干嘛 你呢 你也是跟宋先生一起过来出差的 夏威接着问道 刘凯点点头 是啊 夏威接着道 对了 你和宋先生是什么时候到C国的 刘凯回答 我们28号下午到的 你们呢 我们是27号下午到的 说到这里 夏威突然反应过来 宋时玉似乎是紧跟着陈思妍过来的 陈思妍前脚刚到 宋时玉后脚就到了 真是太巧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 夏威的眼珠子转了转 难道 宋时玉是跟着陈思妍过来的 对 肯定是 要不然怎么会怎么巧 没想到宋时玉表面上说 不喜欢陈思妍 对他没感觉 内地里却这么关心陈思妍 宋时玉要是不喜欢陈思妍的话 又怎么会偷偷跟上陈思妍 没想到宋时玉 居然是这种闷骚的老男人 那你们比我们提前一天的 刘凯接着道 我还有事 先过去了 嗯 夏威接着道 对了 宋先生也住在这里吗 对啊 刘凯点点头 这个酒店就是我们老板的 他不住在这里住哪里 哦 夏威心里有了计较 那你去忙吧 嗯 帮我向陈小姐问好 好的 夏威点点头 刘凯走后 夏威小跑着来到陈思妍身边 陈小姐 怎么了 陈思妍道 夏威接着道 宋先生来了 就住在这家酒店 真的吗 陈思妍有些激动地道 夏威点点头 接着道 没想到宋先生看上去一副深沉的样子 背地里这么闷骚 闷骚 陈思妍皱了皱眉 怎么说 夏威笑着道 陈小姐 我刚刚都问过了 宋先生和刘凯 是28号下午到思一国的 还跟咱们选了同一家酒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慧他心里是惦记着您的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文言 陈思妍的心脏跳得有些快 是这样的吗 他真的让宋石玉这般牵挂 须语 陈思妍才冷静下来 接着道 你误会了 石玉他不是那种人 陈思妍认识宋石玉很多年了 他清楚宋石玉的性子 如果宋石玉真的喜欢他的话 就不会等到现在了 而且 宋石玉手段凛冽 强取豪夺 他可做不出来 站在某人背后 默默守护的事情 所以 肯定是夏威误会了 夏威接着道 陈小姐 您听我给您分析 陈思妍没说话 夏威接着道 如果宋先生真的没那方面 意思的话 就不会选择跟您同住一家酒店 还有啊 宋先生怎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来思一国 是茶 我看刘凯的样子 可不像是过来出差的 最近思一国这么乱 到处都发生了枪击事件 我想 宋先生肯定是因为您才过来的 他是担心您的安慰 是吗 虽然并不能确定 夏威说的话真实性 但陈思妍还是忍不住的窃喜 挺开心的 开心能让宋石玉 把他挂在心上 陈思妍在商场上 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性 也只有在面对宋石玉的时候 才会流露出 这么小女儿家的神态 陈思妍将她的神色 全部尽收眼底 接着道 其实在我看来 陈小姐 您和宋先生 就是天上的一对 地上的一双 陈宋两家本就是至交 当年宋先生落难的时候 是老太爷出手保的宋先生 要是没有老太爷的话 哪里有现在的宋先生 古人都讲究 救命之恩以身相许 所以啊 宋先生心里有您 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不知道 宋先生什么时候 才能正视他对您的感情 说到最后 夏威叹了口气 接着道 宋先生今年快三十岁了 虽然您比他小两岁 可毕竟也到了试婚年龄 再拖下去的话 可不是办法 听到这里 陈思妍脸上也闪过愁绪 不过很快 脸上的愁绪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接着道 其实我只要这么 陪在他身边就很开心了 他开心 他就开心 有的时候 爱是守候 并不是拥有 夏威叹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理不是这么个理 您现在还年轻 您有没有想过 等您老了怎么办 难道您就不想和宋先生 拥有个爱的结晶 等老了 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我可想不到那么远 陈思妍笑着道 咱们进去吧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陈思妍只想过好眼前的生活 见他这样 夏威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跟着陈思妍一起进去 来到前台 陈思妍道 查一下你们老板住在哪间房 陈思妍经常住这家酒店 前台知道他和宋石玉是朋友关系 恭敬地道 陈小姐稍等 须于 前台接着道 陈小姐 BOSS住在C3008房 好的谢谢 道谢之后 陈思妍正准备往回走 就在这时 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 接着道 对了 麻烦一会儿 让人送一块生姜 和一些老红糖 来A056房 好的 前台点点头 夏威好奇地道 陈小姐 您肚子不舒服吗 我哪里有暖精贴 贴上去之后就特别舒服 要不要给您试试 陈思妍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肚子疼 那您要老红糖和生姜干什么 夏威疑惑地道 陈思妍道 我一会儿 要去看看食欲 她最喜欢我煮的生姜红糖水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 宋食欲就爱上了 红糖和生姜的搭配 所以 不管何时何地 只要有陈思妍在 陈思妍就会让宋食欲 喝上她亲手煮的 红糖生姜水 哦 夏威点点头 可心里却非常奇怪 怎么会有大男人 喜欢喝这种东西 回到房间后不久 酒店服务员的 就将老红糖和生姜拿过来 酒店套间有厨房 陈思妍将生姜清洗之后 切成姜丝 而后熬制红糖生姜水 不一会儿 厨房里就充斥着 一股浓浓的红糖生姜味 陈思妍是一个 很讨厌生姜的人 以前 无论她肚子有多么疼 都不会喝一口 红糖生姜水 可自从宋食欲 喜欢上这个口味之后 陈思妍就强迫自己 也喜欢上这个味道 将红糖生姜水 熬制了半个小时后 陈思妍才拿出保温杯 装好之后 送到宋食欲的套房去 站在宋食欲的房间门口 耳边响起夏威的那些话 陈思妍的心脏跳得飞快 砰砰砰 陈思妍深吸一口气 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伸手按门铃 下一秒 门从里面被人打开 开门的便是宋食欲 看到门外的陈思妍 宋食欲眉头微醋 你什么时候来的 27号就到了 陈思妍往里面走去 刚刚在楼下 看到你的助理刘凯 他说你也住在这里 所以我就煮了些 红糖生姜水来看你 雨落 陈思妍将保温杯里的 红糖生姜水倒出来 递给宋食欲 你尝尝 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宋食欲 陈思妍迫不及待地问道 怎么样 还行 宋食欲点点头 你喜欢就好 陈思妍笑了笑 喝完碗里的红糖生姜水 宋食欲又将到保温杯里的 全部倒出来 看到宋食欲这么喜欢 喝他煮的红糖生姜水 陈思妍的心 瞬间就被填满了 很充实 很幸福 眼见宋食欲的房间里有些乱 陈思妍便开始收拾 看到陈思妍居然收拾起了房间 宋食欲将空碗放在桌子上 接着道 那些东西不用你收拾 会有专人过来收拾的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陈思妍道 宋食欲看着陈思妍 眼底神色莫名 陈思妍从小跟她一起长大 是个心地 很好的女孩子 可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 思妍 嗯 陈思妍抬头看向宋食欲 怎么了 宋食欲就这么看着陈思妍 我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上谁 无论你为我付出再多 我都不会感动的 如果不是看在陈老爷子的份上 你连给我端茶 递水的资格都没有 别把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 全部浪费在我身上 不值得 这话是有些重 可不说的重些 陈思妍永远都不会清醒 陈老爷子曾经对她有恩 陈思妍是陈老爷子唯一的孙女 宋食欲不想看到陈思妍困在她这里 闻言 陈思妍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可她还是努力地控制住泪衣 不能哭 不能哭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情 你无权干涉我的喜欢 陈思妍接着道 我并不需要你对我的喜欢做出回应 我只求我们能跟从前一样 食欲 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现在的这些 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她只求能跟宋食欲说说话 能亲手给宋食欲 煮上一碗红糖生姜水就行 宋食欲没再说话 走到阳台外 点了根烟 烟雾翻腾之间 模糊了她的脸 C国的天气不错 很适合晒太阳 抽完一根烟 宋食欲坐在椅子上 拿出手机 开始研究手游 陈思妍看着阳台外的宋食欲 心里说不清楚什么感觉 不过一瞬间而已 她忽然觉得 她们好像又恢复到了 从前的样子 陈思妍的嘴角 一出一丝苦笑 就这样 夏威还觉得 宋食欲心里有她 她早该清楚的 宋食欲因为早年的阴影 对女人产生了阴影 根本不会对任何异性产生好感 又怎么会做出 默默守候的事情 终究还是她痴心妄想了 收拾好房间 陈思妍走到阳台边上 轻声开口 食欲 我先回去了 宋食欲没说话 注意力都在手机屏幕上 陈思妍好奇看了一眼 本以为宋食欲在处理公务 没想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居然是一款手游 手游 陈思妍觉得有些奇怪 这宋食欲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手游了 悄悄记下游戏的名字 陈思妍转身离开 直至她走出宋食欲的房间 也没有等到宋食欲的回应 回到自己的房间 陈思妍拿出手机 打开应用软件 搜索出刚刚宋食欲玩的手游 刚好这是 夏威送资料过来 看到陈思妍在玩游戏 笑着道 陈小姐 你也喜欢玩农药吗 陈思妍摇摇头 我是看到别人玩 所以就想试试 你也玩这个吗 嗯 夏威接着道 这个游戏 今年夏天可火了 你要是想玩的话 我可以带你 好啊 陈思妍点点头 另一边 比赛场 虽然路上遇到了波折 还差点被人扔炸弹 可在夜卓的强势逆转之下 12点半 黑色的宾利车 很准时地就停在了赛区停车场 下了车 白小苏的腿还是有些软 如果不是夜卓出手扶住他的话 现在就已经跌倒了 没事吧 夜卓回眸 看向白小苏 白小苏摇摇头 没事 夜卓拿出一颗药丸 递给白小苏 这是清新丸 白小苏接过药丸 犹豫了下 射击比赛之前 都是要做检查的 查出吃药的话 就会被取参赛资格 一时间 白小苏有些不敢吃 夜卓笑着道 放心 这就是安定心神的药 没有什么违禁品 好的 听到夜卓这么说 白小苏才敢 把药丸吞下去 不只是心理作用 还是这药丸的功效大 只要刚吞下去 白小苏就感觉 心里放松了不少 身上有力气了 腿也不软了 一时间 充满干劲 谢谢夜小姐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白小苏看向夜卓 那就好 夜卓接着道 一会儿进了赛场之后 记住 无论多可多饿 都不要碰里面的食物和水 金玉言刚刚没有得手 肯定还会在想招的 嗯 我知道了 白小苏点点头 白小苏看了看手机 接着道 夜小姐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先进去了 记住我的话 知道 白小苏走后 夜卓也来到观赛席 虽然现在 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 但有主持人 在台上跟观众们互动 依旧非常热闹 夜卓找到 专属华国的观赛席 一共50个国家 一个国家允许 有50个人参加 加上现场的一些观众 加起来 一共5000多名观众 夜卓找了个 靠边的位置坐下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 可还是引起了 小小的轰动 卧槽 那个女生好漂亮 看侧脸简直绝了 侧脸傻呀 这是 看上去好像叶子 对对对 我刚想说 怎么那么严熟呢 可能就是叶子吧 没想到叶子也来C国了 有群众想找到一张 夜卓的照片进行对比 可凡是有过 夜卓露脸的视频 或者是图片 都被清理掉了 就连参加过的综艺节目 在野节目播出后 做出了剪辑 目前网上找不到 任何关于夜卓的照片 夜卓戴上无线耳机之后 便开始打游戏 并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另一边 白小苏来到后台 50个国家的选手 基本上都已经来齐了 众人都在练习射击 气氛有些紧张 白小苏本来是不准备再练的 可他看大家都这么认真 于是也拿出枪支 开始联系 经过夜卓的指点 他现在的枪法非常好 几乎是百发百中 待赛区很热 没练一会儿 白小苏就满头大汗 有些口干舌燥 目光贴到旁边桌子上水 刚想伸手去拿 可又想起夜卓的话 不能喝里面的水 可他实在是太渴了 这些水都是没有开封的 喝一口应该没事吧 难道还有人 能往没开封的水里投毒 白小苏觉得夜卓 有些太过谨慎了 毕竟 口渴的滋味可不好受 白小苏舔了舔嘴唇 看到边上高利国选手 正在畅快地喝水 顿时就感觉更渴了 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如果他喝了水 被查出来有问题怎么办 纠结了很久 白小苏还是没伸手去拿水 距离上台比赛 还有十分钟时间 白小苏口渴难耐 现场有这么多人都在喝水 他就喝一口而已 肯定不会出事的 白小苏深吸一口气 走过去拿水 就在此时 一名东营选手 先白小苏一步 拿走了桌子上的水 拧开瓶盖 一口引进 看到这一幕 白小苏气得不行 离他最近的 就只有一瓶水 他要是在想喝水的话 就得去辟去拿 可时间很明显 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白小苏只好放弃喝水的想法 开始排队等检测 很快 并有检测员拿着仪器 开始检测 大家有没有服用禁药 东营国的选手 在白小苏前面 检测到东营国的时候 白小苏有些好奇 如果那水有问题的话 那东营国选手 就会失去参赛资格 第一 仪器从东营国选手身上扫过 可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没问题 看到这一幕 白小苏有些后悔 早知道没问题的话 他应该喝掉那瓶水的 口干舌燥的上台 万一影响发挥怎么办 白小苏肠子都毁清了 很快 就检测完了 一共50个人 并没有查出服用违禁药物的 虽然已经检测完了 但检测员并没有让大家离开 而是让众人继续等着 看着检测员离开的背影 白小苏叹了口气 低声道 早知道就不应该听叶小姐的 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离开的检测员 重新又回到检测室 大声问道 谁是伊藤拓真 我是 东营国选手从人群中站出来 检测员看向伊藤拓真 接着道 伊藤拓真服用违禁药物 取消此次参赛资格 听到这句话 众选手们的脸色都变了 谁能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会偷偷服用违禁药物 尤其是伊藤拓真 神情激动地道 没有 我没有吃过任何药 你们搞错了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检测员看向身边的警务人员 带走 两名警务人员 立即一左一右地 将伊藤拓真架起来带走 伊藤拓真奋力地挣扎着 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放开我 我要参加比赛 你们快放开我 伊藤拓真被带走 只能换成临时的替补人员 看到这一幕 白小苏的脸上的血色 瞬间便消失得一干二净 心里也是后怕不已 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他就成了那个被赶出去的人 幸好有叶拓 白小苏刚刚有多后悔 自己没喝水 此时就有多感激叶拓 如果不是叶拓的话 他早就把那瓶水给喝了 金玉言虽然坐在观众席 但是对待赛区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金玉言瞇了眯眼睛 本以为这次是万无一失 没想到 还是失算了 不过好在 也弄走了一个 少一个人 就少一个竞争对手 这替补人员 哪里能比得上专业射击手 据他所知 那个东营国的选手的射击能力 也不弱 金玉言在心里宽慰着自己 随后将目光 转至华国的观赛区 叶拓正完好无损地坐在那里 看到叶拓 金玉言的眼底 有浓重的阴光闪过 这个华国小丫头 他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的话 叶拓还以为高丽国的皇室 都是迷念 无论谁 都不能挑战皇威 就在这时 本低头看手机的叶拓 却突然抬头 和金玉言的目光对上 他的眸光清澈见底 仿佛能洞察人心 直接看穿内心深处 最阴暗的一面一样 四目相视 金玉言直接就愣住了 还有些慌 那种感觉 就像做了什么错事 被人抓包了一般 金玉言根本就没想到 叶拓居然还有胆量跟他对视 虚语于 金玉言才缓过来 抬头再看叶 可叶拓已经收回了视线 继续看手机 就好像 刚刚那一幕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看着叶拓的身影 金玉言捏了捏手指 看来这个叶拓是 非除不可了 很快 比赛就开始了 就算是算好了似的 主持人刚宣布射击比赛开始 叶拓就带着兵线 推掉最后敌方水晶 然后关掉手机 抬头看向台上 观众席和比赛场有点距离 不过能通过场上的大屏幕 可以清晰地看到 白小苏的身影 白小苏也在努力寻找叶拓的身影 可惜 观众席的人太多 距离又太远 怎么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一片 他只能根据叶拓穿的服饰 大概地分辨出叶拓的座位 一个小时后 比赛结束 白小苏不出意外地拿了第一 当华国的国歌 在比赛场奏响的时候 白小苏没忍住 眼泪从眼眶中溢出来 身在异国他乡 中国人也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 为白小苏喝彩 为华国喝彩 比赛结束之后 白小苏拿着金牌 直奔叶卓身边 哽着嗓子道 叶小姐 谢谢您 傻姑娘 比赛是你自己赢的 谢我干什么 叶卓伸手替白小苏擦了擦眼泪 白小苏看着叶卓 叶小姐 如果不是有您指导我的话 我不可能会赢得这块金牌 叶卓笑着道 金牌是你用努力和汗水换来的 跟我没关系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白小苏能拿到金牌 跟他自己的努力脱不了关系 有关系的 白小苏接着道 叶小姐 您是不知道 刚刚在后台 有个东英国的选手被检查出来 吃了围禁药 被取消参赛资格了 幸好我听了你的话 没有冬那里的水 要不然 被取消参赛资格的人 就是我了 想到你这里 白小苏就觉得后怕不已 闻言 叶卓眼眸微眯 她只是提醒了下白小苏而已 没想到金玉岩还真的下手了 看来 金玉岩还真是不到黄河星不死 叶卓抬头看向白小苏 这几天注意点 金玉岩两次都没有得手 肯定还会有其他动作的 嗯 白小苏很认真的点头 傍晚六点多 叶卓回到酒店 在酒店休息了两个小时之后 叶卓收到卡尔的短信 坐车离开酒店 来到跟卡尔约好的地址 这里是华人街 晚上八点 正是热闹的时候 道路两边摆满了各色小吃摊 卡尔坐在一家烧烤店前 朝叶卓招手 叶卓压了丫头上的帽子 小跑过去 是他吗 一个刀疤脸 转头看向 坐在自己面前 衣着华丽的女人 女人点点头 刀疤脸拿起手中的啤酒瓶 站起来 交给我了 女人环顾了下四周 目光触及到一道身穿警服的男子 接着道 等等 刀疤脸也看到桌边不对劲 放下啤酒瓶 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女人接着道 据张秘书说 这个叶卓不是普通人 你小心点 刀疤脸满脸不屑 可笑 放心吧 刀疤脸接着道 明年的今天 就是她的几日 女人看向叶卓的方向 这么看上去 这个小姑娘 除了在人群中气质出重鞋 倒也没什么不同 可能是张秘书太过谨慎了吧 想了想 女人还是道 总之你注意点 别因沟里翻了船 因沟里翻船 刀疤脸勾了勾唇角 她在C国道上混了十几年 什么人没有遇到过 又怎么会再在一个黄毛丫头的手里 雨落 女人接着道 等那个警员走了再下手 刀疤脸点点头 叶卓走到卡尔对面坐下 小吃鸡的灯光并不明亮 加上她戴着帽子 让人有些看不清她的脸 朦朦胧胧 若隐若现 卡尔道 这里的榴莲斑戟特别不错 你快尝尝 叶卓尝了一口 味道不错吧 卡尔问道 确实不错 叶卓点点头 其实 她晚饭已经吃过了 但是面对这么好吃的甜点 还是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卡尔接着拿出一份文件 嗯 你看看这个 如果没问题的话 直接签的字就行 叶卓伸手接过文件 是关于拉尼度的合同 亚勒果然是个手信用的人 一目失行之后 叶卓签下了英文名 见他这么快就签了名 卡尔忍不住提醒道 嗯 亚勒这个人诡计多端 你仔细看看 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虽然合同卡尔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嗯 我知道的 叶卓点点头 将文件收起来 继续吃榴莲班级 知道 知道还能吃东西 吃得这么欢 难道叶卓现在 不应该是好好看看合同吗 万一亚勒偷偷摸摸地 给叶卓下套怎么办 嗯 卡尔接着开口 你不继续看看了吗 我看过了 放心吧 没问题 叶卓语调亲切 亚勒虽然诡计多端 名声不好听 但这点品还是有的 真的吗 卡尔问道 真的 叶卓微微汗手 见叶卓这么肯定 卡尔也不再担心 叶卓接着吃榴莲班级 榴莲和臭豆腐一样 闻着臭 吃着香 除了香春这种蔬菜之外 几乎很少有叶卓不喜欢吃的东西 吃完一个榴莲班级 叶卓翻了翻菜单 发现这家店不仅有甜品 还有烤串 C国天气不错 很适合吃烤串喝啤酒 他本来是不饿的 可是吃完一个甜品之后 却觉得有些饿 尤其是两边的烤串位 直勾勾地往鼻子里钻 让人有些欲罢不能 你要喝啤酒吗 叶卓看向卡尔 可以来一点 我酒量可好了 卡尔点点头 点了一扎啤酒 随后又点了些烤串 很快 服务员就端着啤酒和烤串上来了 叶卓喝了一口冰啤酒 庆幸陈绍青不在身边 要不然 他肯定不许他碰冰啤酒 自从跟陈绍青在一起之后 叶卓就感觉自己 多了一个老父亲 啪 就在叶卓跟卡尔边吃边聊的时候 一个长相凶狠的刀疤脸 突然出现在桌前 并狠狠地将手中的啤酒瓶 拍在桌子上 巨大的动静声 让周边正在用餐的食客们 都朝这边看过来 卡尔被吓了一跳 抬头看向刀疤脸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事吗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滚到一边去 雨落 刀疤脸转头看向叶卓 恶狠狠地道 我谢你在十分钟之内 把欠我们的五千万还清 要不然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五千万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居然欠了别人五千万 周边正在用餐的时刻 听到这句话之后 纷纷打笑料报警的念头 债务纠纷问题 就算报警了 也是没用的 文言 卡尔转头看向叶卓 眼底闪着疑惑 不可能啊 叶卓之前在拉尼渡赌场赢的 就不止这个数了 又怎么可能会欠人五千万 很明显 这个人是来找茬的 怎么办 卡尔看了看自己 又抬头看了看满身肥肉的刀疤脸 不用想也知道 他不是这个刀疤脸的对手 不过也不用担心 连亚勒都不是叶卓的对手 更别说眼前这个刀疤脸了 想到这里 卡尔转头看向叶卓 只见 叶卓不紧不慢地将啤酒杯放在桌子上 就像没听见刀疤脸的话一样 继续吃烤串 淡定得不行 看到叶卓这么淡定 卡尔就一点都不担心了 学着叶卓的样子 拿起一串烤肉 一边喝啤酒 一边吃着 看到叶卓竟然无视他的存在 刀疤脸气得脸都绿了 拿起桌子上叶卓钢点的甜品 直接扔在地上 啪 随后 刀疤脸又拿起桌子上啤酒瓶 狠狠地朝叶卓头上砸去 眼看那个啤酒瓶 马上就要砸到叶卓的头上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叶卓站起来 一手捏住刀疤脸的手 另一只手拿起桌子上的酒瓶 直接砸在了刀疤脸的头上 啤酒瓶爆破的瞬间 引起巨大的响声 碰 姿势有点帅 卡尔激动地想吹个口哨 刀疤脸只感觉头皮上 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和啤酒味 下一秒 膝盖处被人猛地踢了一脚 但是叶卓就这么居高临下地 看着刀疤脸 声音有点冷 捡起来吃掉 叶卓平生最讨厌的浪费粮食的人 或许那种饿得前胸贴后背感觉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地球的资源有限 如果人类再不珍惜粮食 保护环境的话 迟早有一天会付出代价 刀疤脸跪在地上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 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 身手居然这么好 怪不得张秘书 一直提醒他要注意 殊不知 但是一旁的张秘书也愣住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打趴下了 叶卓居然把刀疤脸给打趴下了 现在怎么办 张秘书赶紧拿起桌子上的手机 匆匆离开这里 可不能引火烧身 刀疤脸是道上混的人 既然在道上混 那就应该懂道上的规矩 张秘书一边走着 一边将这边的事情 汇报给金玉言 刀疤脸跪在地上缓了一会儿 觉得自己好了不少 伸手摸向腰间的枪 无论这个小丫头多厉害 在枪面前 他都得投降认输 刀疤脸刚把枪摸出来 叶卓就一脚踢向他的手腕 一阵剧痛袭来 手中的枪也在这个时候甩出去 叶卓伸手就这么地接住了枪支 随后 一个冰冷的枪口 就抵在了刀疤脸的脑袋上 见状 卡尔立即站起来 挡在他面前 遮住旁人的视线 拿出手机 开始黑监控 刀疤脸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背脊上冒出一层又一层的冷汗 叶卓慢慢地扣动扳机 红唇倾起 我让你把东西捡起来吃掉 吃 我吃 我马上就吃 刀疤脸的声音都哆嗦了 在道上这么多年 向来都是 他拿着枪指着别人的脑袋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 这种命被别人捏在手里的感觉 可不好受 刀疤脸现在很后悔 后悔没有把张秘书的话听进去 就在这时 清浅的声音 再次从空气中响起 两分钟 两分钟 刀疤脸冷了下 抬头看向叶卓 一时间 有些没明白 叶卓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分钟五十八秒 刀疤脸这才反应过来 叶卓的意思 是让他在两分钟之内 吃掉地上的蛋糕 我这就吃 您别生气 生气不但对干不好 还容易擦枪走火 刀疤脸赶紧捡起地上的甜品 也顾不得脏了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没一会儿 就吃完了一整个甜品 吃完了 姑奶奶 你看我一点也没浪费 刀疤脸将空盒子拿给叶卓看 刀疤脸跟华人打过交道 知道姑奶奶一词 在华国那边代表着什么 叶卓逆了一眼 慢条丝里地收起枪 接着道 回去告诉金玉言 躲在暗处的老鼠 最让人瞧不起 她好歹也是高丽的公主 别竟做些让人恶心的事 是是是 刀疤脸连连点头 姑奶奶您的话 我一定带到 一句话说完 刀疤脸冷了下 叶卓是怎么知道 派他过来的人是金玉言 滚吧 我这就滚 这就滚 刀疤脸一边说着 一边还针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 滚到一半 刀疤脸似是想起什么 站起来叶卓 我 我的枪 叶卓微微低谋 就这么地看了他一眼 刀疤脸赶紧道 送 送您了 我接着滚 接着滚 您千万别生气 别生气 卡尔乐的不行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要是男人的话 我肯定非你不嫁 可惜了 这么优秀的人 竟然是个女孩子 叶卓看了他一眼 我要是男人的话 想嫁我的人 手拉手最起码能围绕地球十来圈 你吗 还得排队 卡尔笑着道 所以啊 咱们这辈子就只能做兄弟了 对了 你刚刚说 那个刀疤脸 是金玉岩派过来的 你什么时候得罪金玉岩了 叶卓无奈的耸奸 我也不知道 雨落 叶卓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的道 也有可能是他嫉妒我 长得比他好看吧 毕竟 我长得这么好看 他不过是拒绝了金玉岩 更改国籍邀请而已 没想到 金玉岩就死追着不放 肯定是金玉岩 嫉妒他比他长得好看 卡尔 另一边 华国 中兴大厦58层 男人一手搭在扶栏上 一手撵着佛珠 就这么地 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太阳从东边缓缓升起 站姿随意 却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 金色的阳光 从落地窗外照进来 男人逆光而站 更加显得身影高大无比 如同僻逆天下的帝王一般 就在这时 敲门声打破了室内的安静 进来 男人微微回眸 露出一张金光雕琢的脸 五爷 李特柱从门外走进来 岑绍青薄唇亲起 说 看着这样的岑绍青 李特柱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今天是叶卓 离开京城的第五天 岑绍青似乎又变成了 之前的岑绍青 不苟言笑 吃斋念佛 所以 岑氏集团的员工 根据岑绍青的日常反应 就能猜得出来 叶卓在不在京城 缓了缓 李特柱接着道 五爷 叶小姐在C国那边 好像 好像遇到麻烦了 听到这句话 岑绍青立即回头 他有没有事 叶小姐暂时没事 您不用担心 暂时没事 听到这句话 岑绍青双眉紧簇 是谁 高丽国的长公主 金玉言 李特柱道 金玉言 岑绍青眯了眯眼睛 李特柱接着道 五爷 需要我去联系高丽国那边吗 高丽国再厉害 也不过是个岛国而已 在岑绍青眼里 根本算不上什么 以岑绍青身后的势力 别说一个高丽 哪怕是两个高丽 他也不放在眼里的 不用 岑绍青薄唇亲戚 不用 李特柱冷了下 岑绍青向来最紧张叶拙 可现在 居然要袖手旁观 难道 他们俩的感情出现问题了 就在李特柱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岑绍青接着道 你先出去吧 是 李特柱转身离开 岑绍青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出去 很快 那边就接通了 给我接惊喜啊 声音 冷到都可以递出兵了 金喜安 高丽现任女皇 金玉岩便是他的嫡长女 走出门外的李特柱 冷不丁地打了个寒战 他怎么感觉 好像有人要倒霉了 错觉 C国 金玉岩躺在贵妇贵妃 以上敷面膜 边上有两个按摩师 正在给他按摩 就在这时 空气中响起手机铃声 在这个时候 听到手机铃声 金玉岩皱了皱眉 直接挂掉吧 看着来电显示 柱里的神色有些为难 宫 公主是周秘书打过来的 周秘书是高丽女皇的贴身秘书 闻言 金玉岩立即拿掉脸上的面膜 站起来 接过手机 满脸恭敬地道 周秘书 手机那头传来周秘书的声音 长公主 女皇献宁在明日之前 立即赶回国 这么接 金玉岩眯了眯眼睛 接着道 周秘书 我母亲她可说了是什么事 具体什么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 您快回来 说完 周秘书便挂了电话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金玉岩脸上全是疑惑的神色 母亲这么着急叫她回去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因为 高丽在射击比赛上的了前三 要嘉奖她 要不然 金玉岩实在是找不出来 母亲让她赶紧回去的理由 让金玉岩现在就回去 金玉岩是有些不甘心的 毕竟 她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就在此时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谁打过来的 金玉岩问道 助理看了眼手机 接着道 是张秘书 张秘书这会儿打电话过来 肯定是因为叶卓的事情 肯定是刀把脸得手了 想到这里 金玉岩勾了勾唇脚 跟她斗 简直可笑 喂 金玉岩接起电话 也不知那头的张秘书说了什么 金玉岩的脸色一变 怎么会这样 失手了 居然又失手了 金玉岩恨不得直接扔掉手机 废物 虚语 金玉岩接着道 女皇打电话过来 让我先回去一趟 你继续留在这里 务必要把叶卓除掉 要不然你就别回来了 说完 金玉岩直接挂断了电话 一群废物 连个小丫头骗子都解决不了 见她这样 一直跟在金玉岩身边的助理走过来 掌公主 说 助理接着道 这个叶卓 好像跟咱们调查中的不太一样 要不 咱们就别跟她一般计较了吧 免得引火烧身 笑话 难道我还怕了一个黄毛丫头 她金玉岩这辈子就没怕过谁 助理立即噤声 金玉岩接着道 你去订机票 赶在明天中午12点钟之前到里尔机场 里尔是高丽首都城市的名字 是 助理弯弯腰 去订机票 另一边 十点半 叶卓从唐人街到酒店 是卡尔送她回来的 明天几点的飞机 我送你 卡尔道 下午两点钟 叶卓回答 卡尔接着道 那我12点钟在酒店楼下等你 可以 叶卓微微汗手 我先进去了 嗯 卡尔点点头 目送叶卓进去 叶卓刚走到酒店大厅 就被人叫住 叶小姐 叶卓微微回眸 便看到一个长相温柔的年轻女人 缓了一会儿 叶卓才想起来 这是谁 陈思妍 之前在送老夫人的葬礼上 他们曾见过一面 陈小姐 叶卓礼貌地打招呼 陈思妍笑着走过来 叶小姐真是太巧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C国很大 虽然来往做生意的华人有不少 但是想遇到一个熟人 还是挺难的 是挺巧的 叶卓道 陈思妍接着道 叶小姐是过来旅游的 叶卓年纪小 还是个大学生 除了来旅游 似乎也没有其他事了 嗯 叶卓微微汗手 顺便还有一些其他事情 哦 陈思妍接着道 对了 我就住在A056房 叶小姐没事的话 可以找我聊聊天 叶卓笑着点头 好啊 不过 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这么快吗 陈思妍有些惊讶 叶卓微微汗手 就在这时 夏威走过来叫陈思妍 小姐 陈思妍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叶小姐 我还有点事 咱们晚点再聊 你去忙吧 陈思妍点点头 往夏威身边走去 夏威的目光触及到叶卓的身影 眼底有惊艳的神色闪过 长得好漂亮啊 陈思妍走到夏威身边 出什么事了 夏威这才反应过来 陈总打电话找您 说是关于策划案的事情 他还有些细节 要跟您商量 知道了 陈思妍点点头 跟着夏威 一起往电梯的方向走去 叶卓也回到房间 订酒店的时候 叶卓特地订了一楼的房间 只要一打开窗户 就能看到花园里的花花草草 喵 说完 一只毛色发亮的波斯猫 跳到窗台上 叶卓立即伸手将它抱起来 你好可爱啊 跟傻猫长得好像 想到喵哥 叶卓眼底的神色 暗淡了几分 喵 怀里的波斯猫 凑到叶卓的脸上嗅了嗅 约莫氏觉得味道挺好闻的 将小脑袋 在叶卓的脸上蹭了蹭 喵喵喵地撒娇 叶卓拿着手机 抱着猫咪自拍了好几张 然后发给岑绍卿 岑绍卿正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件 突然听到微信信息的声音 立即打开手机 这点还能给他发消息的人 除了叶卓 没有别人 打开微信 果然是叶卓发过来 一共三张图片 都是他的自拍 目光触及到叶卓抱着的猫 岑绍卿皱了皱眉头 这猫真丑 就在这时 叶卓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这猫可爱吗 可爱 岑绍卿回复 须语 岑绍卿接着打字过去 想亲 不嫌其猫身上 有各种寄生虫和猫选了 岑绍卿很不喜欢毛茸茸的生物 只要叶卓卢猫 岑绍卿就会一本正经地 在他面前科普猫身上的细菌和病毒 没想到 几天没见 岑绍卿就转性了 岑绍卿微微勾唇 一笔一画地打字过去 我说的是你 莫名的 屏幕这边的叶卓老脸一红 将怀里的猫咪抱得更紧了 就在这时 岑绍卿接着发信息过来 什么时候回来 叶卓就回复 明天晚上凌晨一点钟 到京城机场 岑绍卿几乎是秒回 好的 想你了 叶卓看着屏幕上的信息 眉眼弯弯 等叶卓关掉手机 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多了 那只猫什么是走掉的也不知道 另一边 助理连夜将金玉岩的机票订好了 晚上十二点的飞机 到C国那边 刚好是第二天中午的十一点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叶卓早上起得很早 围着酒店后花园跑了好几圈 才去餐厅吃早饭 中午十一点五十分 叶卓拖着行李箱 来到酒店前台办理退房手续 你好 A1988退房 前台双手接过房卡 办理了退房手续 就在叶卓拖着行李箱 要走出大厅时候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他还没跟宋石玉打招呼 于是 便拿出手机 给宋石玉拨了电话过去 宋石玉那边很快就接听了 喂 宋大哥 我是叶卓 我知道 叶卓接着道 我今天要回国了 什么时候的飞机 我让助理给你安排司机 宋石玉道 不用 叶卓一边拉着行李箱往外走 一边道 已经有朋友来接我了 好 祝你一路平安 宋石玉接着道 顺利回国后 给我发条短信 嗯 那先这样 我挂了 好的 叶卓挂了电话 酒店外 卡尔的车子已经在后着了 看到叶卓出来 卡尔立即上前接过 叶卓手中的行李箱 上车之前 叶卓抬头朝酒店上方看了一眼 准确的来说 是八楼的一个窗户 他总感觉 窗户那里 好像有人在看着他 可抬头去看时 却又什么都没看到 是错觉 还是金玉岩的人 叶卓眯了眯眼睛 躲在窗帘边上的 宋石玉心脏狂跳不已 差一点 只差一点点 他就被叶卓看到了 好办上 宋石玉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须于 宋石玉发了条信息给助理 助理接到信息之后 立即打电话给客房部经理 汤姆 助理先生您好 助理紧接着道 A1988刚刚退房了 让宝洁部暂时不要打扫 好的 挂了电话之后 汤姆立即去宝洁部 可宝洁部经理却说 宝洁已经去打扫房间了 汤姆吓得脸都白了 着急忙慌地往A区跑去 幸运的是 汤姆赶到的时候 宝洁刚打开房门 停 宝洁被汤姆吓了一跳 经理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A1988等通知在打扫 我没通知之前 谁都不许借来打扫 好的 宝洁点点头 不让打扫好啊 正好给她减轻了工作压力 另一边 高丽 金玉言下了飞机之后 就立即赶到皇宫 一刻也不敢耽误 想到马上就要得到母亲的赞赏 金玉言还是非常高兴的 身为高丽的长公主 这些年 她为高丽付出了很多 可这儿八斤赞赏 她还没有收到一句 她到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 周秘书就守在门外 周秘书 我母亲她在里面吗 女皇阁下再接一通 很重要的越洋电话 您稍等一会儿 金玉言点点头 办公室里 金玉言满脸恭敬地 朝电话那头道 您放心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 也不知那边说了身边 金玉言接着道 是是是 我向您保证 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挂了电话之后 金玉言满脸怒气 拿起桌子上的话筒 让她进来 好的 周秘书挂了电话 抬头看向金玉言 长公主 女皇阁下让您进去 好的 金玉言点点头 推门进去 金玉言就站在那里 看样子 脸色好像有些不太好 金玉言微微醋眉 发生什么事情了 母亲 金玉言走到金喜恩身边 是不是那些不懂事的人 又惹您生气了 啪 金喜恩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混账东西 金玉言下得赶紧跪下 母亲 母亲 我做错什么事了 谁让你动叶小姐的 叶小姐 金玉言冷了下 然后满脸不可思议声色 金喜恩说的 不会是叶卓吧 叶卓到底什么来路 值得金喜恩对她动手 搞错了 肯定是搞错了 叶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华国人而已 金玉言抬头看向金喜恩 母亲 您 您说的是叶卓吗 混账 金喜恩对着金玉言的脸 又是一巴掌 叶小姐的名讳也是 你能张嘴就来的 周秘书走到屋里 挡在金玉言身边 女皇阁下 长公主是您的亲女儿 有什么话 您好好说 金喜恩看着金玉言 一字一顿地开口 从今天开始 隔出金玉言长公主身份 降为平民 永远逐出皇室 金喜恩一句话说完 金玉言都愣住了 背脊上冷汗层层 满脸都不可思议 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隔出长公主身份 降为平民 永远逐出皇室 怎么会这样 金玉言边上的周秘书 也是震惊不已 连忙跪下来 女皇阁下您三思啊 长公主 可是您最疼爱的女儿 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情 您怎么惩罚她都行 万万不能 把长公主降为平民 金玉言到底做错了什么 竟然惹得金喜恩这般生气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 金喜恩还跟周秘书提过船尾的事情 没想到 不过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金喜恩就要废了金玉言 不真实 太不真实了 周秘书感觉自己在做梦 如果不是做梦的话 金喜恩为什么突然要废掉金玉言 周秘书悄悄地掐了下自己的大腿 死 非常疼 很明显 这不是在做梦 怪就怪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金喜恩非常生气 好在叶小姐没事 倘若叶小姐有半点闪失 别说降为平民了 就算她有十条命也不够赔的 金喜恩一直都很喜欢金玉言这个长女 可是 这一次的金玉言实在是太让她失望了 金玉言虽然是一国公主 可高丽说到底也只是个小国 金玉言居然仗着长公主的身份 在外面胡作非为 以前没出事也就算了 现在惹到了大人物 只能付出血的代价 金玉言现在非常后悔 痛哭道 我错了 母亲 我真的错了 您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 我保证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现在认错有什么用 金喜恩接着道 你在外面打着高丽长公主身份胡作非为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到现在 母亲 金玉言抱着金喜恩的腿 不愿意松手 母亲 母亲求您了 她是高丽的长公主 未来是要继承皇位的 她怎么能被降为平民 逐出皇室呢 不行 她生来就高人好几等 如果在这个时候被降为平民的话 以后她还怎么活 周秘书也跟着求情 女皇阁下 不管怎么说 长公主都是您的亲生女儿 求您看在母女情分上 就原谅长公主这一次吧 我相信 长公主以后 肯定不会再犯了 这件事已经成了定局 你们说再多也是徒劳的 出去吧 金喜恩有些疲惫地挥挥手 她现在只求那位 不会迁怒到她 如今他们金氏一族 在皇室根基薄弱 如果这次再升点事端的话 高丽的掌权者 怕是要换人了 如若 她强行保下金玉言 只会给金氏一族带来祸端 母亲 女皇阁下 金喜恩没再说话 拨通内线 让内侍进来 见到金喜恩的内侍进来 金玉言知道自己 这次是彻底的完了 金玉言抬头看向金喜恩 几乎歇斯底里的怒吼 母亲 杀人还要一个理由 到底是因为什么 您要这么惩罚我 叶卓到底是什么身份 让您这么护着她 难道我这个亲生女儿 还比不上一个外人吗 叶卓到底是什么身份 在金玉言动手之前 她分明就查过 叶卓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华国在校大学生而已 难道 叶卓是金喜恩的私生女不成 要不然 金喜恩怎么会这么维护她 金玉言越想越觉得 有这个可能 毕竟 她开那么高的条件 让叶卓加入高丽 叶卓都没有同意 正常人 谁会拒绝这样泼天的富贵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金喜恩看着金玉言 接着道 叶小姐是五爷的未婚妻 这个理由足够了吗 哄 金玉言如同五雷轰顶 脸色直接就白了 弹软在地上 脸上如同枯木死灰 五爷 叶卓身后的人竟然是五爷 怎 怎么会这样 怪不得金喜恩这么生气 周秘书也是一脸的震惊 五爷 五爷有能力 把金氏一族 扶上无人之巅的位置 就有能力 把金氏一族打回原形 带出去吧 金喜恩摆摆手 两个内侍点点头 直接就把金玉言 嫁出了办公室 从长公主沦为平民 不过转瞬之间而已 长公主 哦不 金小姐 女皇阁下 现您在五个小时之内 离开地宫 呵呵 金玉言嘴角 竟是嘲讽的胡动 可笑 真是可笑 金玉言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 她的称呼会从长公主 变成金小姐 以后怎么办 难道她真的要像平民一样的生活吗 另一边 C国 张秘书带着人手在机场 正准备司机对叶卓下手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看到信息 张秘书脸色一变 立即摁下耳边的通讯器 情况有变 马上收对 是 听到这边的回应声 张秘书松了口气 幸好 幸好没有酿成大错 万一叶卓要是出什么事的话 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好端端的 为什么金喜恩的秘书会打电话给他呢 张秘书一边往回走 一边打电话给金玉言的贴身助理了解情况 朴助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秘书皱着眉道 我怎么听说公主出事了 对面的朴助理也有些猛 他不过是午休了一趟回来 就听说金玉言被废的消息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朴助理接着道 好像是跟叶小姐有关 总之张秘书 你快回来吧 公主她 她现在已经不是皇室的公主了 这么说 金玉言真的被废掉了 可金玉言是金喜恩的亲生女儿 金喜恩此前一直都非常看重金玉言 她怎么会一声不吭的就把金玉言废掉 因为叶卓 难道叶卓还有别的身份不成 一时间张秘书百思不得其解 想了想张秘书接着道 朴助理 这个消息准确吗 非常准确 朴助理接着道 我已经看到女皇发的公告了 看来是真的 要不然金喜恩也不会发公告 虽然金喜恩从来都没有当众宣布过 金玉言就是未来的女皇 可是 除了金玉言之外 金喜恩就没有其他儿女 金玉言被废 金喜恩打算扶谁起来 难不成 立足里的侄女 到底发生什么了 让金喜恩居然废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张秘书紧紧皱眉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马上回来 另一边 酒店 宋世玉走出房间 来到一楼 推开A1988的门 里面并没有打扫 所有的东西 还保持着屋主人离开时的模样 阳台的门是开着 微风吹来 卷着淡淡的清香 沙发前的茶几上 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叶和一本看了一半的时尚杂志 边上有一个已经吃完了的甜品盒 垃圾桶里扔的也都是空的甜品盒 房间虽然住过 却并不乱 屋里萦绕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屋主人是个雅致有情调的人 宋世玉站在房间里 须余拨了个电话出去 把1988号房从客房部消除 以后除了我之外 谁也不能进来 好的老板 我这就安排下去 酒店经理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雨落 酒店经理接着到 那还需要定期安排保洁人员进房打扫吗 不用 宋世玉道 好的 我知道了 老板 您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了 酒店经理恭敬的道 那老板再见 宋世玉直接挂断了电话 喵 就在这时 一只发色发亮的波斯猫从窗外跳进来 宋世玉微微转眸 便看到这只猫 呼的 他觉得这只猫有些眼熟 宋世玉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便看到夜桌的朋友圈 点开朋友圈里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小猫咪正歪着脑袋看着它 小家伙的歪头沙简直太可爱了 这只歪头沙的小家伙 分明跟这只猫咪一模一样 怪不得这么熟悉 小家伙 过来 宋世玉半蹲下来 朝小猫咪招手 喵 小猫咪嗅了嗅 就像听懂了宋世玉的话一样 往这边走来 宋世玉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随后将它抱起来 小家伙竟然也不挣扎 而是在宋世玉的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着 向来不喜欢小动物的宋世玉 第一次面对一只猫 眼底浮现出柔色 虚于 宋世玉抱着猫 走到走上办公区 杰克 去查一下 这只猫是谁家的 杰克一回头 就看到自家老板 怀里抱着一只猫 一个大男人 怀里抱着一只毛色雪白的可爱生物 这画面 还是极具违和感 尤其是宋世玉这种 不是很喜欢小动物的人 老板 您是说 您抱着的这只猫吗 杰克问道 嗯 宋世玉点点头 杰克接着道 如果是这只的话 就不用查了 怎么说 宋世玉问道 杰克接着道 这只猫没有主人 平时就员工和住店的旅客喂喂 宋世玉接着道 去办一下手续 以后我就是他的主人 杰克冷了下 您要带他回国 嗯 杰克冷了下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另一边 华国 岑家庄园 夜着是凌晨一点的飞机 十二点 岑少卿亲手轻脚的下楼 戴上外套和帽子 往外面走去 就在这时 岑老太太突然出现在岑少卿面前 奶奶 岑少卿捏着佛珠 您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睡 岑老太太上下 打量着岑少卿 眯着眼睛道 我没睡 你不也没睡吗 说 鬼鬼祟祟的想去干嘛 是不是想给大卓卓 戴绿帽子 意识到这个问题 岑老太太举起拐棍 滚 给我滚回去 马上给我回去 各归孙儿玩意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大卓卓的事情的话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让你这辈子都出不了门 自从卓卓去了C国 我发现你真是太飘了 以前的岑少卿从没有半夜出门过 现在倒好 都十二点了 还往外跑 这可真是他亲奶奶 岑少卿接着道 您误会了 我是去接我们家领导的 他今天回来 一点到机场 真的吗 嗯 岑少卿微微汗手 岑老太太拿出手机 我打电话问问 岑少卿撵了下佛珠 接着道 他现在在飞机上开了飞行模式 您打不通的 那行吧 岑老太太挂了电话 接着道 你去吧 等会儿我孙媳妇下了飞机 我再打电话给他 您还不睡吗 岑少卿道 现在时间不早了 您还是早点睡吧 老年人太晚睡对身体不好 你才是老年人呢 你全家都是老年人 岑老太太瞪了眼岑少卿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到了一点钟 我就会打电话跟啄啄合时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也就别想要了 岑少卿没再多说些什么 奶奶 我先走了 滚吧 看到你都烦 岑老太太不耐烦地摆摆手 岑少卿推门往外走去 外面正挑着额毛大雪 岑老太太看着岑少卿的背影 嘱咐道 回来的时候 开车慢点 别摔着我孙媳妇了 岑少卿 他怀疑他不是亲孙子了 眼见着岑少卿的身影 消失在大门口 岑老太太才转身往门里走 唐姐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老人是岑老太太的堂妹白叔 白叔比岑老太太小两岁 嗯 岑老太太太抬头看向白叔 白叔好奇得道 都这么晚了 少卿还出门干什么 岑老太太回答 接他领导去了 领导 白叔愣了下 少卿不是公司最大的官吗 他领导是谁 岑老太太笑着道 就是他媳妇啊 对了 你还没见过我孙媳妇吧 我跟你说 我孙媳妇长得可漂亮了 身材又好 说话还好听 人又优秀 简直就是人见人爱 鸟见鸟发呆 这岑家的祖宗 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才能让少卿 娶到这么优秀的媳妇 不是我吹 你们家阿妞 要是能娶到我孙媳妇 这么好的媳妇的话 你做梦都能笑醒 一说起叶卓 岑老太太就满脸笑容 有一肚子的话都要说 白叔没见过叶卓 听着岑老太太的描述 有些不敢置信的道 有那么夸张吗 这么多年 他什么美人没见过 而且 白家的几个姐妹 年轻的时候 本来就不丑 白叔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叶卓到底有多漂亮 等你见了就知道了 岑老太太道 白叔看着门外的鹅毛大雪 真是难为少卿了 下这么大的雪 还要去机场 让司机去接一下 不就行了吗 要不然 岑家养的那些司机 岂不是白养了 那不一样 少卿身为男朋友 接女朋友是天经地义 白叔道 有什么不一样 谁接不是接 难不成还能开出朵花来 岑老太太转头看向白叔 接着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白叔道 冰箱是不是制冷的 嗯 白叔点点头 岑老太太接着道 空调能制冷吗 白叔道 自然也能 岑老太太点点头 接着道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冰箱一直开着门 可以起到空调一样的效果吗 白叔有些无语的道 当然不可以 冰箱是冰箱 空调是空调 这两种电器又不一样 你也知道不一样啊 那少卿和司机能一样吗 岑老太太接着道 所以说 你永远都不会拥有 像我孙媳妇这么优秀的孙媳妇 真为你们家阿牛感到伤心难过 怎么就摊上你 怎么个不着思溜的奶奶了 说到最后 岑老太太一脸傲娇的道 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白叔站在原地挠了脑脑袋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是又想不出来 哪里不对 良久 感叹一句 你们老岑家的后代 都是痴情的种 不是痴情种 岑少卿能在这么大半夜的去接人 当年的岑老爷子是这样 后来的岑海峰是这样 现在岑少卿也没能逃脱得了这个宿命 原本到了岑少卿这一代的时候 白叔还以为岑家真要出个和尚 谁曾想 先前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岑老太太笑着道 这是个优良基因 得传承下去 我最讨厌那种 没有责任心 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人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早就打断你们家老三的腿了 岑老太太向来是个人狠话不多的人 提及老三 白叔叹了口气 我是他亲娘 你总不能真的让给我打断他的腿 你也就是嘴硬说说人 换成是你 我看你能不能下得了手 我咋下不了手 分明是你没有魄力 瞧见我家那个不争气的丝丫头了吗 分分钟跟他断绝关系 不给点厉害给他瞧瞧 他永远都不知道 谁是奶奶 谁是孙子 说起这点 岑老太太还真是有魄力 当初那件事 换成别人的话 人人也就算了 毕竟岑玉岩已经怀孕了 可岑老太太没有 他不但没有人 反而直接跟岑玉岩断绝关系 让他自食恶果 文言 白叔再次叹气 我老了 不想再管那些事 你不是老了 你是惯的 岑老太太看了白叔一眼 你是他娘 你都不教他怎么做人 早晚有一天 社会上会有人教他怎么做人 有你后悔的日子在 今年过年 你可别让那个晦气的东西 过来给我拜年 我看见就烦 我今天把话给你撂这儿了 你可要放在心上 别到时候弄得大家都难看 岑老太太生平最讨厌那种出轨的男人 哪怕整个人是自己的亲侄子都不行 别人家的事情他管不着 可他能管着自己 他可以不认那个侄子 白叔知道岑老太太的脾气 也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的 点点头道 知道了 放心吧 肯定不让他烦你 岑老太太接着道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休息吧 白叔道 马上快过年了 等见了你孙媳妇 我也该回去了 岑老太太把叶卓说的 天上有地上无的 白叔是真的很想见识下 叶卓到底长什么样 不留这儿过年了 岑老太太问道 白叔摇摇头 一大家子人哪 我在这儿过年算是怎么回事 也行 岑老太太点点头 我会让管家给你订好机票 另一边 机场 虽然已经是凌晨 可机场内依旧灯火通明 岑绍青来到街机口 人不多 大多数都在低头玩手机 只有岑绍青手里捏着佛珠 一脸认真地看着前方 人群中的他 鹤立鸡群 周身散发着一股金贵清冷的气息 让人望而生畏 一点钟 飞机准时落地 因为落地点和出口有一定的距离 需要乘坐十分钟的百度车 所以 当叶卓从街机口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点十五分了 这里 刚走到街口处 就看到岑绍青朝他招手 叶卓拉着行李箱 一边接电话 一边快步走过去 好的岑奶奶 您早些睡 我已经在街机口 看到岑绍青了 晚安 奶奶打过来的 看他挂了电话 岑绍青问道 叶卓微微汗手 嗯 对了 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岑绍青接过他手中的行李箱 一手拉着行李箱 一手握着他的手 飞机上吃饭了吗 不饿 吃了一点 叶卓接着道 去了C国一个星期 我真是太想念咱们大华国的火锅了 一会儿去吃火锅吧 嗯 岑绍青微微汗手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 很快就走到门外 等一下 岑绍青突然开口 怎么了 叶卓微微回眸 外面在下雪 特别冷 你把外套穿上 说着 岑绍青把早就准备好的羽绒服拿出来 没事 就走一点路 我身上穿着空调衣呢 叶卓 还是穿上放心些 岑绍青一边说着 一边把羽绒服往叶卓身上裹 叶卓突然想起一句话 你爸觉得你冷 自从跟岑绍青在一起后 叶卓就感觉自己 好像多了一个老父亲 穿上羽绒服后 岑绍青又给叶卓系上围巾 戴上帽 看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叶卓 岑绍青这才满意 重新牵叶卓的手 咱们走吧 你让我穿这么厚 你怎么也才穿了这么点 叶卓问道 我是男人 抗动 你是小女生 你这是性别歧视 叶卓道 我没有 岑绍青道 你狠 就在叶卓一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红唇就被一张薄唇覆盖住 一只有力的大手勾住了他的腰 满天飞雪下 两人拥吻着 场景浪漫的如同在拍摄偶像剧 在嘴角清了清 气息有点喘 你干什么呢 岑绍青看着他 没眼认真 我看到书上说 阻止一个女人哭和说话的最好方式 是吻他 什么乱七八糟的说 叶卓微微挑眉 奶奶给我的 岑绍青接着道 有 总裁追妻108事 还有 宠妻如命 言情小说上的追妻方式 都是差不多的 通过这些言情小说 岑绍青这段时间 可谓是受益匪浅 叶卓道 岑奶奶还看这种说 岑绍青微微汗手 不要小看他老人家 没想到岑奶奶居然这么潮 连言情小说都看 叶卓接着道 你可不许跟书上学坏了 言情小说他也有看 除了专情男主之外 还有很多反面教材 有的男主一出场 就是一步刑法 知道 岑绍青薄纯青起 挖心又挖肺的沈先生 和半步刑法傅先生 以及灭女主 满门杀女主全家的李太子的 都是我的反面教材 叶卓笑着道 没想到 居然看了这么多 嗯哼 岑绍青接着道 我不但看了很多 还学到了很多本事 什么本事 叶卓微微挑眉 有些好奇 言情小说上 还能学到本事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很罕见的 岑绍青的耳根子 居然有点微红 书上说了 夫妻之间 少说多做 才是家庭和谐的根本 所以呢 叶卓道 岑绍青碾了下佛珠 所以 我学的自然是 少说多做的本事 做什么家务吗 叶卓白白手 这个大可不必 有小白白在 家务活还轮不到你做 岑绍青嘴角微勾 不是家务活 那是什么 叶卓好奇地看着岑绍青 岑绍青低头 在他的红唇上轻竹了下 而后 压着嗓子 在他耳边 低声道 叶小姐 既然你的好奇心这么重 我不介意带你提前体验下婚后生活 声音又低又哑 富含雌性 直勾勾地往耳朵里钻 听得心神意乱 叶卓冷了一瞬 随后推开岑绍青 鬼才要提前体验呢 岑绍青看着前面的身影 轻笑出声 旋即抬一脚追他 领导等等我 叶卓跑得快 跑到最后 还拿起雪杂岑绍青 两人在雪地里闹成一团 直至一个小时后 两人才出现在火锅店 吃完火锅 岑绍青把叶卓送到林家庄园时 已经将近凌晨四点了 叶卓轻手轻脚地推开门 用手机开了客厅里的灯 等一开 就看到林景成从沙发上站起来 啄啄回来了 叶卓没想到 林景成会在客厅等他 爸 您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 也没事 所以就来客厅坐坐 本来林景成想去机场接他的 可岑绍青去了 他就没去 叶卓将行李箱放在一旁 早知道您在家等我的话 我就不跟岑绍青去吃火锅了 害您等这么久 这孩子 饭不吃怎么行呢 我不是在等你 我就是睡不着 出来坐坐 时间不早了 你洗洗快去睡 我也回房了 嗯 叶卓微微汗手 看着林景成背影 觉得鼻子有些酸 父爱无声 从前 他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有个爸爸是这种感觉 来到楼上 叶卓这才想起来 给宋石玉发了条微信 宋大哥 我已经到家了 宋石玉已经看手机 看好几个小时了 看到叶卓发过来的信息 他立即就拿起手机 想回复 但还是安耐住了 千万不能让叶卓发现什么 他不想跟叶卓 闹得连朋友都没得做 约抹十分钟之后 宋石玉才打开手机 发了个OK的表情过去 这边 叶卓给宋石玉发过信息之后 就洗洗睡了 因为睡得太晚的缘故 上午十点钟 叶卓才起床 看他下来 叶卓笑着道 卓卓 你快点吃饭 吃完饭 咱们去你四叔家 去四叔家 叶卓好奇得道 是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丽兹的生日 正好也马上要过年了 咱们趁着年前拒绝 叶卓拍了拍脑袋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都忘了 今天是丽兹的生日了 等我三分钟 我马上吃好 不着急 三分钟哪行啊 另一边 林清轩的别墅 今天是安丽兹的生日 一大早 林清轩就和夏小曼 忙着布置别墅 孙嘉宜看着两夫妻 为安丽兹忙碌的背影 极度的不行 安丽兹是谁 一个妓女而已 一个妓女过生日 也配这么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等着吧 早晚有一天 她会把这两母女赶出林家 嘉宜 干什么呢 孙嫂从身后走过来 压低声音道 今天人多 你可得注意点 千万不能让旁人 看出什么端倪 知道了 孙嘉宜压下心底的布干 点点头 孙嫂 就在这时 空气中传来安丽兹的声音 小姐 您找我有事 孙嫂回头看向安丽兹 满脸微笑 安丽兹接着道 孙嫂 您看到我那件红色的毛衣了吗 就是戴羊角扣的那件 孙嫂想了下 好像在烘干房 我去给您拿 嗯 安丽兹点点头 你去吧 孙嫂转身去拿衣服 安丽兹转头看向孙嘉宜 嘉宜姐 麻烦你去后厨走一趟 让他们多准备一点甜品 好的小姐 孙嘉宜端的是衣服低眉顺眼的样子 可心里却不甘到了极点 她今年23岁 安丽兹才20岁 同样都是普通出生 安丽兹凭什么对她腰来喝去 就凭安丽兹有一个好后店 等着吧 她早晚都要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孙嘉宜一边往后厨走 一边在心里咒骂安丽兹 来到后厨 孙嘉宜重新扬起笑脸 冯叔叔 李叔叔 二位辛苦了 小姐说 让二位多准备一些甜品 好的 我们知道了 两位甜品师点点头 孙嘉宜转身离开 她刚走 两位甜品师就低声议论道 孙嫂这女儿可真懂事 嘴巴也甜 李师傅点头附和 是啊 我瞧着这小闺女也蛮好 对了 老李 你家儿子不是还没说清吗 要不找管家去孙嫂面前说刀说刀 冯师傅道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她儿子也是重点大学毕业 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长相不丑 工作体面 说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听到这句话 孙嘉宜的脸都绿了 这个冯友道 可真有意思 一个甜品师 居然还肖想她 说的好听是甜品师 其实就是给别人打工的 一个十足时的低等人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亦想天开 不要脸 等她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这两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甜品师 给开除掉 孙嘉宜一路来到休息室 半路上 刚好看到孙嫂端着要去厨房 孙嘉宜快步追上孙嫂的背影 低声道 妈 您这里面加东西了吗 没有 孙嫂摇摇头 看了看四周 孙嘉宜道 怎么能不加东西呢 万一那个老女人 怀上怎么办 今天人太多了 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听说那个正宗的邻家 大小姐叶卓 可是个中医 这些药就是她开的 孙嫂是个很谨慎的人 孙嘉宜不屑地道 她是中医 又不是神仙 还能闻出来 这药里有什么不成 中医怎么了 中医就了不起了 叶卓的医术 要是真那么好的话 怎么就没诊断出 夏小曼吃了避孕药 连诊断都诊断不出来 就闻一下而已 还能闻出什么个之所以然来 孙嘉宜挽着孙嫂的胳膊 小声道 妈 没事的 您放心吧 那个什么正宗的邻家大小姐 肯定发现不了药理 有问题的 孙嫂还是有些担心 接着道 夏小曼都吃了那么长时间的避孕药了 就一天没放而已 应该不会出问题吧 夏小曼年纪大了 本来就不容易怀孕 加上长时间的服用避孕药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怀孕 妈 万一怀上了吗 孙嘉宜非常担心 难道您想 拿你女儿的前途开玩笑 一旦夏小曼怀上林青轩的骨肉 那她就彻底没希望了 虽然夏小曼已经徐娘半老 要姿色没姿色 要身材没身材 可林青轩却非常喜欢她 俗话说 母瓶子贵 想要把夏小曼 彻底地从林家赶出去 必须要母瓶子贵 所以 她一定要怀上林锦成的骨肉 不能让夏小曼 有半点怀孕的机会 孙嫂皱着眉 可这次要是被发现了 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孙嫂是个很谨慎 很小心的人 见孙嫂这样 孙嫂怡都快无语了 妈 您就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不行 孙嫂摇摇头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孙嫂怡接着道 您想想叶卓才几岁 您也说了 她今年才二十岁而已 一个才刚刚二十岁的小丫头 她懂什么 我看她根本就不懂医术 她要是懂医术的话 能诊断不出来 夏小曼吃了避孕药 您想想 万一下小曼要是怀上了 我怎么办 那我不成笑话了吗 这么一说 孙嫂觉得 孙嫂怡说的挺有道理的 叶卓年纪小 能有什么医术 万一这次让夏小曼怀上了 那她们母女怎么办 她还指望着孙嫂怡 坐上林太太的位置 光宗要走呢 所以 不能给夏小曼 任何怀孕的机会 伺机此 孙嫂眯了眯眼睛 行 我知道 那妈您可别忘记了 孙嫂怡嘱咐道 放心吧 就在这时 管家迎面走过来 孙嫂笑着道 嘉怡啊 今天是小姐的生日 别墅里贵客多 你做事小心点 可千万不能冲撞了贵人 孙嫂怡冷了下 有些不明白 孙嫂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转头看到管家过来 立即点头 妈 我知道了 嗯 那你快去干活吧 看看小姐那边 有没有什么吩咐 孙嫂 好的 孙嫂怡接着道 那我先过去了 去吧 孙嫂怡转身往前厅的方向走 刚好在这个时候 碰到管家 王叔叔好 管家点点头 笑咪咪的道 好 在管家看来 孙嫂怡被孙嫂叫道得很好 看到人知道主动打招呼 平时干活也很勤快 不像有的人 就想着偷懒 孙嫂怡不但不偷懒 还主动帮家里别的佣人一起干活 所以 管家还是很欣赏这个小姑娘的 管家 孙嫂也跟管家打招呼 管家走过来道 孙嫂 嘉怡这孩子真是不错 孙嫂笑着道 哪儿啊 您太抬起她了 你这是要去给太太熬药 管家接着问道 是的 孙嫂点点头 管家道 刚好我去厨房也有点事 咱们一起走 嗯 孙嫂跟上管家的脚步 管家接着道 对了孙嫂 嘉怡那孩子在学校找男朋友了吗 孙嫂摇摇头 她没跟我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她现在都大学了 找不找男朋友是她的自由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不想干涉太多 说得对 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主见 管家在心里斟酌着用词 接着道 是这样的 做甜品的冯师傅 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孙嫂点点头 管家笑着道 是她来托我问你的 冯师傅家里有个儿子 是独生子 今年25岁 比嘉怡大两岁 不但考上了研究生 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现在是个公务员 她瞧着 嘉怡这姑娘不错 品性好 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所以想托我来跟你说说 听到这里 孙嫂已经知道 管家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是冯师傅看上了孙嘉怡 想把孙嘉怡说给她 带了媳妇 可姓冯的 也不看看自己几经几两重 她女儿以后 可是要成为父太太的 姓冯的儿子 不过是个小破公务员而已 也配肖想孙嘉怡 简直就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洋洋无耻 孙嫂肚子里憋着火 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笑着道 俗话说 一家有女百家求 这是好事 不过这种事 我同意了也没用 得问问嘉怡 给嘉怡说行才行 管家点头附和 这是当然 其实要我说 这冯师傅家的儿子 是真的不错 公务员可是铁饭碗 工资也有两万多一个月 福利待遇也好 而且 冯师傅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家里有车有房 等嘉怡嫁过去 也不用上班 专门在家相夫轿子就行 嘉怡要是不想 相夫轿子的话 就做点小神医 冯师傅的爱人 在医院上班 两口子的积蓄虽然不多 但做个小生意 还是绰绰有余的 要不你把嘉怡的微信 给我下 先让两个年轻人 在微信上互相了解下 你觉得怎么样 要微信 姓冯的 想要孙嘉怡的微信 没门 简直是没有半点自知之明 管家 等会我跟嘉怡说说 他要是同意的话 我再把微信给你 雨落 孙嫂接着道 其实年前也有人 给嘉怡介绍了对象 小伙子还是个大老板 据说有几千万的身家 嘉怡愣是不同意 管家是个聪明人 立即听出了 孙嫂的言外之音 人家这是看不上 冯师傅的儿子呢 只是不好意思 直接说出来而已 孙嘉怡虽然懂事 长相也还过得去 可要说几千万身家的大老板 看上了孙嘉怡 这就有点夸张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孙嘉怡也不会在别墅做兼职了 冯师傅家的儿子 虽然没有几千万身家 但是这条件 放在京城 绝对不算太差的 冯师傅是京城本地人 做了几十年的甜品师 之前还担任五星级酒店的主厨 退休之后 被邻家聘用了 他现在不但有工资 还有退休金 他爱人又是一个外科医生 家里有车有房有存款 总的来说 配孙嘉怡还是可以的 可孙嫂这话里的意思 好像是冯师傅儿子 配不上孙嘉怡一样 管家本以为这孙嫂母女 是个厚道人 所以冯师傅来找的时候 他立即就答应了 没想到 人心始终还是隔了一层肚皮 或许 孙嫂跟他了解的孙嫂 远远不是同一个人 话说到这里 管家说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 那行 孙嫂你先忙吧 我出去了 嗯 孙嫂点点头 管家转身离开 孙嫂冷哼一声 呸 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想在庸人们面前 留下的好印象的话 他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这些人 也太不自量力了 看来得加快脚步了 趁早让孙嫂怀上孩子 省得有些人 一直不要脸地惦记着孙嫂怡 孙嫂走到厨房 开始熬药 将所有的要全部装到药罐里之后 孙嫂朝外面看了看 见四周无人 赶紧从口袋里 拿出一小包白粉 随后将白粉倒入药罐里 这些白粉无色无味 除了不孕之外 对人体没有任何副作用 不拿去化验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另一边 前厅 十点半已经有客人 陆陆续续地来到别墅内 首先来的是 是林家的老大林青阳和吴梅夫妇 夏小曼在楼下迎接他们 大哥大嫂 快进来坐 外面很冷吧 吴梅笑着道 还好 比西周那边是要冷一点 怎么 老二老三老五 他们还没到 还没呢 夏小曼笑着道 阿叔打电话过来说 卓卓今天早上四点钟才到家 所以来晚点 还有二嫂三嫂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吴梅点点头 夏小曼转头看向庸人 快去把立姿叫过来 这孩子 他大伯父大伯母都到了 也不知道出来叫人 好的太太 庸人转身去安丽兹的屋子里叫人 庸人刚走到拐角处 就看到安丽兹从里屋出来 小姐 您来了 刚好太太 让我过去叫你 大老远的安丽兹 就听到吴梅和夏小曼说话的声音 是我大伯父和大伯母过来了 是的 庸人点点头 好的我知道了 安丽兹快步往客厅走去 走到客厅里 安丽兹礼貌地叫人 大伯父 大伯母 林青阳正在和林青轩说话 文言笑着朝安丽兹点点头 吴梅笑着道 好些日子没见丽兹 小姑娘越长越漂亮了 安丽兹道 大伯母 您也越来越年轻了 女人嘛 谁不喜欢被人夸年轻 吴梅脸上的笑容更深 哎哟 这京车也太冷了 张珍珍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听到声音 夏小曼立即往门外走去 二嫂来了 快进屋 暖和暖和 二伯母 您先喝口热奶茶 安丽兹及时递过去一杯奶茶 张珍珍接过奶茶 喝了一大口 这才觉得活过来了 张珍珍和林青云早年搬到南方定居 南方那边常年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突然来到零下十几度的京城 虽然提前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 但还是把张珍珍给冻得不轻 这奶茶不错 什么牌子的 张珍珍又喝了一口 抬头看向安丽兹 安丽兹道 是让家里的甜品试做的 您要是喜欢喝的话 我再给您倒一杯 好啊 张珍珍点点头 安丽兹接过张珍珍递过来的空杯子 去倒奶茶 夏小曼接着道 二嫂怎么没看到二哥呀 张珍珍道 你二哥在外面跟人斗鸡呢 一会儿就该来了 林青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斗鸡 为此还投资了不少钱 夏小曼点点头 张珍珍朝屋里看去 大哥大嫂已经到了 二弟妹也到了 大嫂你冷不冷 张珍珍问道 吴眉接着道 还行不是很冷 京城和西州那边的温度都差不多 倒是你 刚下飞机肯定不习惯吧 可不是 这一路上都快把我冻死了 张珍珍接着道 要我说 过年就应该全部到南城去 南城多好啊 不冷不热的 京城真是冻死人了 真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受得了的 吴眉笑着道 各有各的好 不一会儿 老三林青阳和杨文英夫妻俩也到了 转眼间 就剩下林景城一家四口还没来 四个轴里凑在一起打麻将 杨文英笑着道 这阿叔还住京城呢 怎么还来得这么晚 夏小曼解释道 卓卓之前在C国 今天早上凌晨四点才到家 阿叔打电话过来 说会来得晚些 杨文英点点头 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小十二要建造航天母舰的事情 这个我知道 张珍珍点点头 不是已经在建造了吗 我看报道上说 卓卓跟其他几个国家签了对赌协议 说是在两年之内完成航天母舰计划 对赌协议 杨文英有些惊讶的道 小十二跟人签对赌协议了 对啊 张珍珍出了一张二饼 我看到报道上是这么写 文言 夏小曼的眼底闪过几分担忧 这对赌协议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怎么没听卓卓说起过 签了对赌协议 要是航母计划稍微出点问题的话 那叶卓就完了 到时候 整个林家都不够赔的 吴梅笑着道 我看小十二是个有分寸的孩子 他签了对赌协议 就一定有把握能完成航母计划 你们呀 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 咱们林家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没想到 最后还出了个搞科研呢 吴梅是一点都不担心 叶卓虽然年纪不大 可做事沉稳 比他这个长辈都要有分寸很多 有时候是吴梅站在叶卓面前 甚至有种叶卓才是长辈的错觉 张珍珍接着道 大嫂说得对 咱们的小十二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相信 他肯定能顺利地完成航母计划 到时候 让那些看不起咱们华国的国家都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国之邦 杨文英微微醋眉 我还是觉得 小十二这个对赌协议不应该签 谁能保证航母计划 就一定能顺利完成 万一中间出点什么问题 延弃了怎么办 杨文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这对赌协议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叶卓今年才二十岁 万一失败了 有对赌协议在 他以后还怎么爬起来 不怕不怕 小十二肯定没问题的 张珍珍道 去年的科技大赛上 小十二还拿了第一呢 小十二要是心里没底的话 不可能会做这种没有分寸的事情 杨文英扔下一张西风 说得倒也是 反正现在对赌协议也签了 咱们就算再担心也没用了 还不如选择相信小十二 夏小曼道 三嫂说得对 孙嘉宜站在一旁 将几人的对话全部都听了去 他当然知道 YC博士的航母计划 也知道叶卓跟几个国家签了对赌协议 但他没想到 叶卓就是YC博士 又是搞科研 又是中医 这个叶卓到底有多少能耐 孙嘉宜非常好奇 依他看 叶卓根本就不会什么中医 会中医 不过是他用来包装自己的手段而已 哪里有人那么厉害 又是会中医 又是会科研的 有钱就是好 什么都可以包装 四季此 孙嘉宜脸上全是羡慕的神色 不过很快 他也要成为父太太了 以后他的儿子就是富二代 他们家从他这一代开始 就会彻底的逆袭改命 过了一会儿 门外再次响起脚步声 安丽兹从沙发上站起来 满脸洗色的道 肯定是卓卓来了 跑到外面一看 果然是叶卓他们来了 林锦诚和叶书 以及林泽走在前面 小叔 小沈 安丽兹立即迎过去 阿泽 丽兹 安丽兹朝三人身后 看了看 疑惑的道 咦 卓卓没来吗 叶书点点头 嗯 卓卓今天刚好有事 所以今天就不来了 温言 安丽兹满脸失望 啊 这样啊 卓卓怎么没有 在微信上跟我说 可梦是太忙了吧 叶书道 这样啊 安丽兹垂头丧气道 见状 叶书笑着道 逗你的 卓卓来了 跟少卿在后面拿东西呢 你生日 卓卓怎么可能不来 真的吗 安丽兹满脸惊讶地道 嗯 叶书地点点头 就在停车场是吗 安丽兹问道 是的 安丽兹笑着道 那我过去看看去 雨落 安丽兹飞快地 往停车场方向跑去 叶卓看着他的背影 笑道 这孩子 来到停车场 果然看到叶卓和岑绍青 往这边走来 岑绍青手里拎着一堆东西 叶卓就走在他旁边 手里还捏着岑绍青的佛珠 大卓卓 安丽兹激动地道 丽兹 两个小姑娘兴奋地相拥在一起 岑绍青看着相拥在一起的人 又默默地低头看路 安丽兹道 卓卓 你这让妹夫拿的大包小包的东西是什么呀 我看小叔和小沈 还有阿泽他们已经拿了很多东西 你们怎么又拿了这么多 叶卓道 几个伯父伯母 好长时间都不来一趟 这里面除了你的生日礼物之外 还有给他们准备的礼物 哦 安丽兹点点头 接着道 妹夫 那么多东西你拎得动吗 我来帮帮你吧 不用 我可以 存绍青道 叶卓笑着挽住安丽兹的胳膊 咱俩走咱俩的 他人傻力气大 不用管他 好 两个小女生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 存绍青化身搬运工 任劳任怨地跟在后面 这一幕若是让外人看见了 谁敢相信 这是真的 很快 就到了别墅 跟几个伯父伯母打完招呼之后 叶卓就把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 杨文英是个性子级的 立即就打开外包装 惊讶得道 这是ZY的刚出来的新款 我早就想买了 甚至还找了黄牛 可这款实在是太难买了 我的天 小十二 你是怎么买到的 ZY早已火遍全球 每次发布新款 无论价格多高 都会被一起而空 就算是找黄牛找关系 也只能买到过季的款 有的时候 甚至连过季的款 都很难买得到 没想到叶卓送的礼物 居然是最新款的 叶卓笑着道 我认识人 所以比较方便 杨文英道 那真是太好了 以后三婶 要是想买ZY的话 就找你行不行 当然可以 叶卓微微点头 张珍珍笑着道 小十二 你可不能厚此薄比哦 以后二婶也得找你 没问题 几位婶婶只要不嫌弃 随时可以找我 那就这么说定了 孙嘉宜端着煮好的奶茶 从里面走出来 一抬头 就看到了 站在那里说话的叶卓 这一看 直接就愣住了 眼底全是惊艳的神色 孙嘉宜之前 在相册上看过叶卓 她本以为 相册上叶卓 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毕竟现在相机都自带美颜 没想到 叶卓真人 居然比相片上的还要好看 向来都是照片比人好看 没想到在叶卓这里 居然变成了 人比照片好看 怎么会有人漂亮成这样 嘉宜 愣着干什么呢 就在这时 空气中传来孙嫂的声音 孙嘉宜这才反应过来 妈 那个就是叶卓吗 对 孙嫂低声道 你不是见过她照片吗 可我感觉 她比照片上的还漂亮 孙嘉宜道 是挺漂亮的 孙嫂点点头 雨落 孙嘉宜又看到那些 ZY的可调节温度的空调衣 惊讶得道 那不是ZY的最新款吗 孙嘉宜也是ZY的忠实粉丝 不过她经济能力有限 好在 ZY也有价格清明的衣服 她还从来没买过限量版 甚至都没见过身边人买 毕竟限量版的 不是一般的贵 没想到 今天居然在林家看到了 ZY的限量版 孙嫂不懂什么叫 ZY 接话道 听说那件衣服是高科技的 穿上去可以调节温度 叶小姐给她们美人都买了一件 说是过年礼物 美人都买了一件 听到这句话 孙嘉宜心里酸的 都要滴出水了 如果她嫁给了林青轩的话 那她岂不是也能拥有一件了 现在倒好 白白便宜了夏小曼 和安丽兹这对恶心的母女 夏小曼也是不要脸 生不了孩子 给不了林青轩一个完整的家庭 还要赖在林家不走 如果她是夏小曼的话 早就卷铺盖走人了 真是半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他们还好意思要空调一 孙嫂拍了拍孙嘉宜的肩膀 注意力集中点 可千万不能在今天出了什么差错 今天来的都是林青轩的兄弟 将来孙嘉宜要是嫁给林青轩了 那他们就是一家人 这种关键的时候 孙嘉宜当然要给众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知道了 孙嘉宜点点头 端着奶茶 继续往里面走去 恭敬地把奶茶放在每一个人面前 那样子 根本看不出她的狼子野心 大小剑 小心烫 孙嘉宜将奶茶递给叶卓 满脸的讨好之意 谢谢 叶卓伸手接过奶茶 孙嘉宜接着道 大小剑有什么需要的话 直接叫我就行 我是孙嘉宜 叶卓一出手 就是一键限量版的ZY 孙嘉宜当然要跟叶卓搞好关系 等她成了叶卓的四神 叶卓肯定会送更多的好东西给她 看叶卓的样子 就知道 叶卓是个不聪明的 只要她随便几句话 叶卓肯定会非常信任她 嗯 叶卓微微汗手 小十二 小十二你过来 李坚 杨文英扯起嗓子喊叶卓 三神 叶卓小跑着过去 杨文英拿着叶卓的手 接着道 小十二 我听说 你因为航天母舰的事情 跟C国还有其他几个大国 签对赌协议了是吗 暂时还没有签 叶卓道 原来还没签 杨文英松了口气 接着道 那怎么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都说你签对赌了 那是他们的激将法 叶卓接着道 可能是他们怕我不敢签吧 一旦签了对赌协议 如果航母计划失败 面临叶卓的 就是巨额赔偿款 国外的那些人都觉得 航母计划肯定要以失败告终 这些日子 找了不少水军在网上刺激叶卓 叶卓一直没有出面 就是在安排人里协议 对赌协议 这么好的事情 他怎么能错过呢 文言 杨文英瞪大眼睛 这么说 你真要签 嗯 叶卓微汗手 不过协议内容还没有你好 可能还要再过几天 小事啊 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要想好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的话 就无法挽回了 杨文英道 放心吧三审 我有分寸的 叶卓道 见叶卓这么自信 杨文英也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只是道 小事儿 你考虑清楚就好 可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嗯 叶卓微微点头 我知道的 吴梅站在夏小曼身边 低声道 小曼 你这肚子有动静没 林青轩求子心切 吴梅是知道的 奇怪的是 两人结婚也这么长时间了 夏小曼这边 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暂时还没有 夏小曼摇摇头 吴梅握住她的手 宽慰道 这种事情不能着急 循序渐进最好 嗯 我知道的 就在这时 孙嘉宜端着一碗药过来 太太 您该喝药了 好 夏小曼点点头 吴梅惊讶地道 小曼 你怎么还喝着药呢 夏小曼解释道 啄啄给开的 调理身体的 哦 吴梅点点头 太太 这药您可要趁热喝 我妈说凉了就没有效果了 孙嘉宜催促夏小曼喝药 夏小曼点点头 正要伸手端药 慢着 空气中突然传来夜卓的声音 夏小曼抬头看向夜卓 卓卓怎么了 夜卓走过来 这要谁开的 夏小曼笑着道 瞧你这孩子的记性 这要不是你给我开的吗 夜卓微微醋眉 端起桌子上的药 仔细地闻了闻 不对 非常不对 见夜卓这样 孙嘉宜眼底全是不屑的神色 瞧着夜卓装得还挺像的 他以为他真的是什么神医 闻一下就能知道要不对了 白日做梦 虚语 夜卓抬头看向孙嘉宜 声音有点冷 这要是你熬的 面对夜卓的质问 莫名的 孙嘉宜心底一慌 他眼神清澈见底 仿佛能层层拨开真相 剖析出最致命的答案 洞察人心 孙嘉宜咽了咽喉咙 抬起头 错觉 肯定是错觉 论年纪 夜卓比他还要小三岁 一个二十岁的小丫头 懂什么 孙嘉宜让自己冷静下来 接着道 大小剑 要是我妈熬的 夜卓微微转眸 看向夏小曼 夏小曼立即反应过来 管家去把孙嫂叫过来 好的太太 管家非常疑惑 难道要有什么问题 可孙嫂工作认真 每次熬药的时候 都亲自守在身边 应该不会出现 什么问题才是 管家快步走到偏厅 孙嫂正在打扫卫生 孙嫂 管家 孙嫂抬头 管家来干什么 难道是为了冯师傅的事情 他不是已经明确拒绝 管家了吗 他怎么还好意思了 孙嫂眼底有不耐烦的神色闪过 这管家也真是的 半点眼力见都没有 正想着 要怎么拒绝管家 管家接着道 孙嫂 太太找你 你跟我过去一趟 孙嫂拒绝的话 停顿在嘴边 夏小曼找她 夏小曼找她干什么 孙嫂将鸡毛胆子 放到桌子上 接着道 管家 太太有没有 说找我什么事 这个没有 管家摇摇头 你快跟我过去吧 太太那边好像还挺急的 叶卓只问了 要是谁熬的 也没有明确表示要有问题 她也不能直接 跟孙嫂说是她熬的要有问题 万一是叶卓 想夸孙嫂要熬的好呢 好的 孙嫂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跟上管家的脚步 到了前厅 只见孙嫂怡就站在夜卓 和夏小曼面前 邻家的一堆亲戚 也全部聚在客厅 有的在打麻将 有的在聊天 夏小曼面前的桌子上 还放着一碗药 看到这碗药 孙嫂心里一个咯噔 这要在15分钟之前 她就让孙嫂怡端过来了 换成平时 夏小曼怕要笑过了 早就趁热喝掉了 可今天 居然放到现在还没喝 难不成 他们发现了什么 孙嫂舔了舔嘴唇 有些紧张 管家走到前面 看着夜卓道 卓卓 这就是孙嫂 有什么话 你直接问她就行 原来是夜卓找她 孙嫂眯了眯眼睛 夜卓才20岁而已 她真的能看出 要李家的东西 可她家的东西 是无色无味的 别说看一眼了 就算是亲自尝一口 也尝不出来的所以然 要不然 这夏小曼 都快喝了半年了 怎么什么都喝不出来呢 如果真的能那么 轻易地被发现的话 夏小曼早就发现要不对了 所以 肯定不是因为药的问题 思及此 孙嫂镇定下来 走到夜卓面前 大小见 夜卓微微汗手 接着道 我四审的药 一直是你负责熬制 是的 孙嫂道 夜卓接着道 那熬药过程中 你有没有离开过厨房 没有 孙嫂摇摇头 既然没有 那这药里的避孕药 是怎么来的 夜卓的声音忽然变冷 你为什么要在我四审的药里 放避孕药 闻言 孙嫂脸色一白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怎么会这样 夜卓是怎么发现的 孙嘉宜也傻眼了 浑身上下冰冷的一片 连带卓边上的其他人 也被夜卓的话给吓得不轻 尤其是夏小曼 卓卓 你 你说什么 避孕药 夜卓点点头 对 这药里有避孕药 四审 还记得我给你准麦的时候说过 您曾服用过避孕药吗 我之前还以为是平时吃的蔬菜上残留的避孕药 没想到是家里出了内鬼 夜卓是真的没想到 问题居然出在夏小曼家里的庸人身上 庸人给雇主下药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孙嫂几乎站不稳 赶紧道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在里面下过什么避孕药 大小剑 你可不能凭空冤枉人 我虽然是个庸人 可我也是有人全尊严的 无凭无拒的 你凭什么说 我在药里放了避孕药 说到这里 孙嫂又抓住夏小曼的手 太太 这一年时间来 我为家里尽心尽力 从未做过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您一定要相信我 孙嘉宜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 是啊太太 您可不能因为大小姐的几句话 就断定 我妈做过那种事 我妈不是那种人 您可不能让好人寒了心 管家走上前 太太 这不是小事 得查清楚 才能下结论 孙嫂平时工作认真 为人也亲和 我也相信她 看到管家也相信她 孙嫂松了口气 看来平时和家里的佣人搞好关系 是没错的 夏小曼抬头看向叶卓 卓卓 你确定这要有问题 叶卓微微汗手 我确定 她的五感本就异于常人 又是一名中医 几乎是要刚端上来 她就发现药不对 而且 她还在孙嫂身上 闻到跟药里相同的避孕药 所以 这件事跟孙嫂脱不了关系 夏小曼往后倒退了几步 就这么看着孙嫂 我待你也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夏小曼相信叶卓 既然叶卓都这么确定了 那这药里 肯定有避孕药 没有啊 太太 我真是冤枉的 孙嫂直接跪倒在地上 哭着道 天地良心 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您的事 大小姐说 我在药里放了避孕药 请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动机很简单 叶卓转眸 看向孙嫂怡 你想让你女儿插足我四叔四审的婚姻 我四审若是一职不孕的话 你女儿孙嫂怡就能趁机上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被叶卓一语道破心事 孙嫂的脸色从纸白色转成惨白色 叶卓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她明明才二十岁而已 可怕 真是太可怕了 胡说八道 你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孙嫂怡的脸色非常难看 你有证据吗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 我要告你 叶卓转眸看向管家 麻烦管家叔叔去报个警 管家点点头 好的 叶卓接着道 至于证据 这碗药就是证据 我相信警察肯定能公平公正地处理这件事 药 现在这碗药成了最关键的证据 只要拿去化验下 还有什么是化验不出来的 不行 不能让警察拿到这碗药 孙嫂的眼底有阴狠的光闪过 突然扑过去 想抓起那碗药摔碎 只要把证据毁掉 那就没事了 谁都没料到 孙嫂会有这个动作 眼看孙嫂就要抓起药扔掉 就在这时 叶卓提前一步端起药碗 闪身避开孙嫂的抢夺 就这么居高临下地看着孙嫂 既然药没问题 你这么紧张做什么 想毁灭证据 没有 我不是想毁灭证据 跟我没关系 孙嫂跪在地上 太太 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那些事情 大小姐在冤枉我 既然你没做过 刚刚为什么要抢药 夏小曼看着孙嫂 眼底全是痛心的神色 孙嫂 我一直拿你当家人看待 没想到你 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你究竟还有没有良心 安丽兹平时住在学校 虽然跟孙嫂相处得不多 却也知道 夏小曼对孙嫂很好 而且 孙嫂平时为人老实本分 一点也看不出来 她竟然按了这个心思 真是太可怕了 今天幸好有叶卓在 要不然 以后家里还不得被她地搅和的天翻地覆 我看她的良心 已经被狗吃掉了 安丽兹指着孙嫂 气得大骂 林家的几个 轴里也非常惊讶 他们谁也没想到 夏小曼的不韵是人为的 林清轩本来跟兄弟几个 在后面打麻将 听说前厅发生了一些事情 立即往这边跑来 发生什么事了 杨文英道 四弟 你们家出内贼了 我说四弟妹 怎么一直怀不上呢 原来是有人起了龌龊心思 真是够恶心的 活了大半辈子 杨文英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身为一个庸人 居然敢给东家下药 还起了非常之头 当凤凰的念头 怎么回事 一时半会儿的 林清轩有些听不懂杨文英在说什么 杨文英接着道 知道四弟妹 为什么一直不怀孕吗 就因为你家那个叫孙嫂的庸人 给四弟妹下了避孕药 这不 让小十二抓了个现行 刚刚还想销毁证据呢 还好有小十二在 才没有让她得逞 听了这话 林清轩简直是火冒三丈 怪不得叶卓之前一直诊断出来 夏小曼吃了避孕药 没想到是庸人的手脚 想到夏小曼那么信任孙嫂 之前还给孙嫂涨了工资 林清轩现在杀人的心都有 可恶 简直太可恶了 人哪 孙嫂现在在哪里 就在客厅 杨文英道 林清轩满身怒火地往客厅里走去 你下的药 没有 我没有 跟我没关 林先生 我真的没有 孙嫂抬头看向林清轩 林先生 我妈真的没有干那些事 请您相信她 孙嫁仪走过来 哭得梨花带雨 她真的没有做过 我妈不会做那种事的 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 她必须要利用这次机会 让林清轩对她产生联系 林先生 求您相信我们 说到最后 孙嫁仪下意识地想 伸手抓住林清轩的胳膊 她比夏小曼年轻 比夏小曼漂亮 比夏小曼有资本 林清轩没理由看不到她的 等她成了林家的女主人 那她就是叶卓的四婶 她一定要好好修理修理叶卓 一个小辈 竟然敢对长辈忽来贺去 半点规矩都没有 林清轩直接挥开了孙嘉宜的手 她并不是喜欢 年轻小姑娘的那种人 她如果是那种人的话 之前跟赵淑宁离婚 就不会选择夏小曼了 以她的条件 找一个未婚的小姑娘 并不是什么男士 孙嘉宜被挥在地上 身上传来剧烈的疼痛 不敢置信 她本以为林清轩 肯定会怜香惜玉 没想到 林清轩直接挥开了她 不留半点情面 见孙嘉宜被挥倒在地上 孙嫂赶紧跑过去扶她 嘉宜你没事吧 妈 林清轩被这对母女哭烦了 又想到这对母女的所作所为 气得不行 抡起巴掌就要打人 见她这样 夏小曼赶紧拦住她 清轩你冷静点 卓卓已经让管家报警了 一切等警察来再说 孙嫂和孙嘉宜 本就是一对极品母女 要是林清轩在动手打人的话 那就扯不清了 看在夏小曼的面子上 林清轩这才没有动手 警察来得很快 了解情况之后 去搜了孙嫂的佣人房 在佣人的抽屉里 搜到一包白色粉末 随后警察又调取了监控 将那碗药一起带走取证 直至坐上警车 孙嫂都觉得 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 一年了 夏小曼都没有发现什么 偏偏这种关键的时候 让叶卓发现了 孙嫂现在非常后悔 后悔不该低估叶卓 更后悔没有坚定自己的想法 毕竟 她一开始 是不准备在药里放东西的 这都怪孙嘉宜 如果不是孙嘉宜的话 事情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别说孙嫂后悔 孙嘉宜也非常后悔 如果时间能倒流的话 她肯定不会这么轻敌 可现在 说后悔还有什么用呢 孙嫂和孙嘉宜 现在只祈求 那碗药检测不出什么东西来 一旦检测出有避孕药 那他们就完了 车子很快就到了警局 审讯期间 孙嫂一口咬定 自己没在药里放东西 都已经好几个小时 那碗药还是没什么消息 说不定 根本就检测不出来什么 就在这时 审讯室门外传来敲门声 负责审讯的警官去开门 周队 检测报告出来了 外面来的是 实习生小吴 周队问道 结果怎么样 小吴将检测报告递给周队 检测报告显示 受害人下小麦的药里 确实有避孕药的成分 而且 这要不光有不孕效果 长期服用的话 还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时间长了 还会危及生命 如果单单只是避孕的话 罪名可能还小一点 可危及到生命安全 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这就是谋杀未遂 小吴接着道 另外 在嫌疑人的庸人房内 和身上搜到的药 和药里的药也是 同一种药 还有 我问过林家的庸人了 他们都说 平时负责受害者的 一日三餐 和喝药的人 就是马桂枝 马桂枝便是孙嫂的全名 听到这话 马桂枝不淡定了 脸色煞白不已 冤枉啊 警官同志 我真是冤枉的 我并不知道 这药还会危害生命健康 我以为 这就是普通的避孕药 杀人未遂 可是要坐牢的 不光是坐牢 还会留下暗底 影响直系亲属三代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以后孙嘉宜再想嫁个豪门 可就难了 豪门结婚 都会调查直系亲属三代 为的就是 不影响后代走势图 不行 他不能坐牢的 周队回头看向马桂枝 你刚刚不还否认你 没有在受害人的药里放东西吗 哄 马桂枝如同五雷轰顶 这才反应过来 他一不小心就招任了 一步错不不错 反正 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马桂枝接着道 警官同志 我真的不知道那要会害人 我不是故意的 求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好吗 警官同志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事 马桂枝还真不知道 当初 他只想着 不让夏小曼怀孕 没想到 这药居然这么毒 就算给马桂枝再大的胆子 他也不敢去害人 我说 你可真是够缺德的 周队看着马桂枝 就算这药里没有害人的东西 你也不能得往林太太的饭菜 和药里嫁 真以为林太太怀不了孕 你女儿就能上位 现在倒好 不但害了自己 还害了你女儿 这就是心术不正的下场 警官同志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要是有用的话 那我们警察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既然做错了事 就一定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马桂枝接着道 警官同志 这件事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们赶紧放她 你们要关就关我一个人 这些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女儿她什么都不知道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里 她必须要保住孙嘉宜 不能再让孙嘉宜也受这无妄之灾 这本就是她一个人的主意 从头到尾 都是她一个人的错 另一边 林家 本来今天是安利兹的生日 高高兴兴的日子 没曾想会发生这种事 林清轩和夏小曼一家三口 和叶卓 以及陈绍青 去警局路口供了 现在还没回来 几个轴礼坐在客厅里 有些着急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 叶叔立即站起来 是四哥四嫂 他们回来了吧 吴梅和杨文英 以及张珍珍都跟着站起来 朝门口的方向看过去 下一秒 几道人影从门外走进来 果然是林清轩他们回来了 四哥四嫂 怎么样 叶叔迎上去问道 夏小曼道 警察那边已经检测出来要有问题 孙嫂也认罪了 就是他一口咬定 孙嘉宜没有参与这件事 这边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能证明孙嘉宜参与了 如果孙嘉宜坚决不承认的话 可能会有些麻烦 叶叔微微存醋霉 怎么会这样 吴梅道 不用担心 我相信警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他们肯定会有办法让孙嘉宜认罪 叶卓接话道 大伯母说得对 四婶 您就别担心了 法网灰灰说而不漏 我相信 警方肯定有办法让孙嘉宜认罪的 夏小曼点点头 看着叶卓道 卓卓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和你四叔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叶卓救了夏小曼两次 一次是安栋梁出轨的时候 是叶卓的话 让他看到了希望 还有就是这一次 四婶 咱们都是一家人 您说这句话 就太见外了 叶卓笑着道 接下来您好好调养身体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了 真的吗 夏小曼问道 叶卓点点头 夏小曼接着道 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避孕药 不会影响到什么吗 叶卓道 只要您好好调理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听了叶卓的话 夏小曼放心可不少 卓卓 谢谢你 张珍珍站在一旁 笑着道 四弟妹 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要我说 这小帅 可真是咱们家的福星 这话说的没错 杨文英和吴梅非常赞同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自从叶卓回到邻家 邻家几个兄弟的公司 也跟着红火了不少 叶卓不但长得漂亮 还这么优秀 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都已有叶卓这么一个侄女 而感到光荣 张珍珍接着道 既然事情都解决好了 那咱们就准备开饭吧 我都快饿死了 张珍珍摸了摸肚子 夏小曼道 你们怎么不先吃呢 真是的 那快开放吧 你们没回来 事情没解决好 我们哪里有心情吃饭 夏小曼吩咐管家安排开饭 虽然有了小插曲 但邻家别墅的氛围 还是很好的 邻家人在餐厅里吃饭 佣人们都一轮开了 谁能想到 孙嫂能干出那种事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怪不得我看那个小孙 一直往先生的卧室里扣 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原来 是存了见不得人的心思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孙嫂不对劲了 看着老实芭蕉 对谁都笑嘻嘻的 背地里又是另一副面孔 就上一次 我亲眼看到 孙嫂一脚把流浪踢飞了 她要是真那么好 能那么对待小动物 我的天啊 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多 那只猫没事吧 警局 孙嫂已长这么大 什么饭都吃过 唯独没有吃过警局里的饭 一口饭嚼在嘴里 如同嚼辣 不认罪 她不能认罪 只要她一口咬定 对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 警察和法律 就拿她没办法 对 不认罪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孙嘉怡拒不认罪 负责审问的警察 都要崩溃了 陈绍青从叶卓回去 叶卓坐在副驾驶上 有些昏昏欲睡的 突然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 拿起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陈绍青一手按着方向盘 一手捏着佛珠 侧眸看向叶卓 领导 嗯 叶卓应了一声 我姨婆来了 她老人家想在回家之前见见你 姨婆 叶卓回眸看向陈绍青 是奶奶的姊妹 陈绍青微微汗手 嗯 是奶奶的堂妹 老人家挺慈祥的 她老人家现在在你家吗 叶卓接着问道 对 那就明天吧 明天我没什么事 叶卓道 行 陈绍青接着道 那明天上午 我来接你 好的 叶卓微微点头 接着道 奶奶一共姊妹几个 陈绍青道 奶奶有一个亲哥哥 一个亲妹妹 还有一个堂妹 堂妹就是这次来的姨婆 就老爷三年前去世了 还有一个小姨婆生活在乡下 早年间跟奶奶闹了些矛盾 两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说过话了 逢年过节 我和我妈会去看看她老人家 不过她性子孤僻 跟人聊不了几句 每次我和我妈都是上午去 下午就回来 叶卓微微点头 这样啊 对了 那我明天过去 要不要给姨婆带点礼物 不用 你人到了 就是最大的礼物 陈绍青薄唇亲起 姨婆她老人家特别好奇 你长什么呀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 叶卓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 跑步之后 便去吃饭 林泽已经坐在餐厅用餐了 看到叶卓进来 林泽站起来道 卓卓你要吃什么 白粥还是米粉 我去给你盛 米粉是之前一个亲戚 在老家带过来的 配着大厨的密制的焦头吃 味道特别好 叶卓坐下来 小朋友才做选择呢 我要一碗粥一碗米粉 谢谢哥 林泽愣了下 这么多 你吃得完吗 放心 吃得完 叶卓拿起餐桌上的鸡蛋 敲碎之后 开始包壳 林泽端着白粥和米粉出来 看到叶卓又在包鸡蛋 有些惊讶 虽然他知道 妹妹饭量确实比普通女孩子要大 但他没想到 叶卓居然这么能吃 包好鸡蛋之后 叶卓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妈 转头看向林泽 哥 你吃蛋黄吗 林泽知道 他不爱吃蛋黄 笑着道 给我吧 叶卓立即把蛋黄递给林泽 他确实是不喜欢吃蛋黄 总觉得蛋黄里 有骨子味道难以忍受 但是又特别喜欢吃蛋白 如果实在是没人吃蛋黄的话 叶卓也会咬牙吃下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浪费粮食 叶卓先开始吃白粥 他吃得并不慢 却并不粗鲁 反而极具观赏性 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一股贵族气息 眼看着叶卓吧 一碗粥和一碗米粉都吃完 林泽有些惊讶 毕竟 他一个大男生都吃不了这么多 吃完饭 叶卓站起来 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去哪 林泽跟着站起来 叶卓道 曾少卿的姨婆过来了 我去看看 叶卓的脚步 那个卓卓 你跟曾少卿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曾少卿有没有对你乱发过脾气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林泽始终担心 曾少卿体内有暴力因素 虽然说叶卓也挺厉害的 可他毕竟是个小女生 真打起来 肯定是要吃亏的 叶卓笑着道 放心吧哥 曾少卿不是那种没品的人 林泽突然有些惆怅 他这么好 这么水灵的妹妹 居然要便宜曾少卿 卓卓 他要是敢欺负你的话 林泽最近这段时间 都有在研究格斗和散打 嗯 叶卓微微点头 哥 我先走了 有事打我电话 昨天晚上下了雪 你让曾少卿开车慢点 林泽嘱咐道 知道了 叶卓戴上帽子 往门外走去 另一边 曾家 得知今天叶卓回来 曾老太太坐在客厅里 几乎望眼欲穿 只要听见汽车的声音 她就会站起来 看看是不是叶卓 白叔也有些着急 但更多的是好奇 实在是曾老太太 把叶卓描述得太不像正常人类了 只是 白叔等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等到叶卓 难免有些着急 转头看向曾老太太 堂姐 你是不是记错了 记错什么了 曾老太太问道 任姑娘根本不是今天过来 白叔道 不会的 曾老太太道 昨天晚上我跟叶子聊过的 她都跟我说了 她今天肯定来 叶子 白叔皱了皱眉 叶子又是谁 你老糊涂了 曾老太太看向白叔 接着道 叶子就是我孙媳妇啊 白叔眯了眯眼睛 那灼灼又是谁 说到这里 白叔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道 哦 你们家少卿脚踏两只船 唐姐 就这样 你还好意思说 我们家老三呢 你们家少卿 不也一个得想 俗话说得好 这男人啊 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 这话曾老太太可就不喜欢听了 她可以说 曾少卿不好 但别人不能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我们家少卿 就跟你们家老三一样了 少卿要是这样的话 我早打断他的狗腿了 白叔轻哼一声 你才不舍得打呢 你要是打的话 还能留到现在 这又是叶子 又是啄啄的 我都分不清了 白叔早年经历的太多了 觉得男人出轨也没什么 男人吗 谁不花心 有的人能管住 有的人管不住自己 人非圣贤 都有七情六欲 这是无法自控的事情 如果曾少卿脚踏两只船的话 他也不觉得奇怪 曾少卿年轻有为 有权有势 年轻人嘛 火气旺盛 偶尔失控也正常 叶子和啄啄一个人 难道我没告诉你 我孙媳妇叫叶卓 曾老太太接着道 不是我吹 那个臭小子 但凡敢做一点点 对不起叶子的事情 我就大抱他的狗头 打断他的狗腿 让他这辈子都不能自理 这句话 曾老太太可没开玩笑 无论是精神出轨 还是生理出轨 都让人无法忍受 要不然 曾老太太也不会跟自己的亲侄子 断绝来往 原来是这样 白叔感叹一声 我就说嘛 你们老残家的人向来深情 怎么会做出脚踏两只船的人 曾老太太哼了一声 有些傲娇的道 那是必须的 谁让我们曾家家访好呢 白叔 他怀疑曾老太太在内涵他 但他没有证据 唐姐 你那个孙媳妇 真有那么优秀 白叔接着问道 曾老太太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那是当然了 我跟你说 我孙媳妇 要是当第二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感人第一 白叔笑着道 我看不见得 毕竟 黄鼠兰夸香 刺猬夸光 我听香香说 那姑娘治好了你的偏头疼 你是因为这个 才那么喜欢她的吧 世人就会有缺点 白叔不相信 叶卓就一点缺点都没有 曾老太太之所以把叶卓夸得 天上有地上无的 肯定是因为治好了她的偏头疼 等你见着人就知道了 现在我懒得跟你争辩 曾老太太看着窗外道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曾老太太从沙发上站起来 肯定是我孙媳妇来了 白叔也跟着站起来 虚语 门外便传来脚步声 奶奶 姨婆 曾少卿带着叶卓 从外面走进来 来了 曾老太太立即迎过来 抓住叶卓的手 卓卓外面冷不冷 瞧着小手冰的 雨落 曾老太太给了曾少卿一个白眼 你个臭小子 就是这么照顾人的 曾少卿摸了摸鼻子 我的错 本来就是你的错 叶卓笑着道 奶奶 跟她没关系 是我刚刚在外面抓了血 虽然已经来这个世界很长时间了 但叶卓还是很喜欢血 每次只要出门 就会捏着血团子玩 就跟她有关系 曾老太太接着道 你手这么冰 她就不知道帮你暖暖 雨落 曾老太太拉着叶卓 走到白叔面前 介绍道 卓卓 给你介绍下 这是你姨婆 妖妹 这就是我孙媳妇叶卓 白叔看着叶卓 眼底全是惊艳的神色 她现在总算明白 为什么曾老太太 对叶卓赞不绝口了 这小姑娘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 跟画上画的一样 让人看着 就忍不住想要去亲近 姨婆好 叶卓礼貌地叫人 白叔连连点头 笑着道 好好好 都好 这孩子 长得可真俊啊 俊吧 曾老太太见白叔这样 满意极了 我孙媳妇能不俊吗 她就知道 白叔见了叶卓之后 肯定会敬畏天人的 果不其然 白叔握着叶卓的手 孩子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 叶卓回答 家也是京城的 嗯 叶卓微微汗手 好 近点的好 白叔很喜欢叶卓 接着道 姨婆家在凌晨 今年过年 你一定要跟少卿去看看姨婆 白叔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跟家里的亲戚 介绍叶卓了 好的姨婆 今年过年 我一定跟岑绍卿去看您 白叔握着叶卓的手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千万不要骗姨婆啊 嗯 您放心 叶卓点点头 姨婆 卓卓还给您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岑绍卿适时地走上前 哦是吗 白叔笑着道 这孩子 来就来吗 还带什么礼物 岑绍卿将礼物拿出来 姨婆 这是卓卓自己研发的一款高科技枕头 可以帮助睡眠的 您不是总说睡不好吗 用上这个 肯定会一觉到天亮的 白叔接过枕头 很开心地道 好 那我今天晚上一定试试 还有这个 这是卓卓给您和奶奶买的一套姐妹装 岑绍卿又拿出一套衣服 岑老太太惊讶地道 我也有份吗 嗯 岑绍卿分别将衣服 拿给两位老人家 岑老太太接过衣服 喜欢得不得了 看着白叔道 我们去试试 好啊 白叔点点头 跟上岑老太太的脚步 两个老太太走到更衣室去换衣服 约莫十分钟左右 两人从更衣室走出来 酒红色的外套 款型简单大方 衬得两位老太太都年轻了几分 美人耻目 虽然两位老人家已经上了年纪 但是依旧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年轻时的风采 白叔奇怪地道 我看这衣服也不厚 里面没有棉絮 也没有羽绒 怎么这么暖和啊 比我那件羽绒服还要暖和 难道是错觉 白叔摸了摸衣料 都要怀疑人生了 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岑老太太笑着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可自动调节温度的空调衣 冬暖夏凉 空调衣 白叔惊讶地瞪大眼睛 还有这种衣服 是啊 岑老太太点点头 叶子都送我好几件了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外面转两圈 看是不是一点都不冷 白叔还真有点不幸嫌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 他还从来没见过什么空调衣 空调还要靠电取暖制冷啊 这衣服上什么都没有 冬暖夏凉的依据在哪里 白叔站起来往大门外走去 昨天晚上下了雪 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此时寒风呼啸 气温已经降成了零下十九度 冷得人直哆嗦 可白叔走出去之后 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不但不冷 反而感觉到几分热议 这个冬天 除了在屋里待着 还从没有在外面感觉到任何热议 难道是错觉 还是说 他刚从屋里出来 身上的温度还没有散发掉 白叔试着 将身上的酒红色的外套脱掉 才刚脱下 白叔又慌忙穿上外套 穿上外套之后 瞬间被一股暖意包裹着 好像有什么热量 源源不断地从衣服里输送过来一样 非常暖和 这下 白叔立即相信了 跑回去 激动地道 唐姐 唐姐 真的很暖和 岑老太太笑着道 那是当然了 难道我还能骗你吗 白叔接着道 我这辈子 还没穿过这么高级的衣服呢 岑老太太道 如果不是叶子送给我的话 我也是第一次穿 白叔越发地羡慕岑老太太 岑老太太和叶卓之间比亲祖孙俩还要好 怎么他就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孙媳妇呢 白叔轻叹一声 另一边 大学城 张晴晴身穿名牌服饰 手里跨着价值六位数的包包 站在校门口等安丽兹 不一会儿 安丽兹从门口跑出来 晴晴 来了 张晴晴笑着走过去 安丽兹道 不好意思 让你等着急了吧 还好 张晴晴道 雨落 张晴晴接着道 你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呀 是ZY新品吧 好像是 安丽兹向来不注意这些 张晴晴有些无语的道 你自己的衣服 你自己都不知道 安丽兹解释道 这衣服 是我堂妹送给我的 张晴晴这才想起来 安丽兹的后爸非常有钱 想到这里 张晴晴有些难受 小时候她的家境 可比安丽兹的家境好 现在 安丽兹都成千金大小结了 而她 却还是这样 虽然她穿的也是大牌服饰 但是跟火爆全球的ZY比起来 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张晴晴感叹一声 丽兹 真是羡慕你啊 羡慕我什么 安丽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张晴晴道 羡慕你的身世啊 你想想 你现在是千金大小结了 我还是那个普通的我 以后咱们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肯定会越走越远的 不会的 安丽兹挽着张晴晴的手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说好了 要做一辈子的朋友的 张晴晴接着道 对了 你妈怀孕没 还没有 安丽兹摇摇头 并没有说出背后的原因 还没有啊 张晴晴有些惊讶 接着道 不过没怀孕也好 你妈要是怀孕了 你的家庭地位肯定会下降 现在你是家里的独女 不过 你妈要是一直不怀孕的话 也不好 万一你后爸嫌弃你妈不会生怎么办 安丽兹现在身份实在是太尴尬了 想到这里 张晴晴突然又不羡慕安丽兹了 安丽兹又不是林清轩亲生的 如果哪天夏小曼和林清轩的感情出了问题 那安丽兹就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 安丽兹笑着道 放心吧 我爸她不是那种人 之前夏小曼备下安眠药 林清轩也没有表现出嫌弃夏小曼的样子 知人知面不知心 张晴晴拍了拍安丽兹的手 安丽兹道 你不了解我爸 反正我相信他 张晴晴抬头看向安丽兹 那你亲爸呢 你亲爸看上去那么老实 最后不还是背叛了你妈 丽兹 经历了那么多 你怎么还跟没长大一样 安丽兹没说话 眼底的神色有些落寞 张晴晴接着道 你们过年回老家吗 在京城过年 安丽兹转头看向张晴晴 带起我姥姥家 哦 张晴晴点点头 对了丽兹 你在豪门圈子里 待了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遇到什么青年才俊 要给我介绍下 张晴晴也想嫁入豪门 过着人上人的生活 可惜 他身边除了安丽兹之外 就没有别的豪二代了 压根就没有认识豪二代的机会 安丽兹一愣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早分手了 张晴晴脸上神色自然 张晴晴是跟着吴有余来到京城的 吴有余和谢晚秋同归于境之后 他就没有再找第二个金主 他不想再找金主了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他想靠自己 嫁一个真正的豪二代 以他的姿色 只要有人肯牵线 就一定能加入豪门 他跟安丽兹情同姐妹 安丽兹一定会帮他这个忙的 所以 我的幸福就拜托你了 丽兹 你一定要给我介绍个豪二代 让我过一把豪门富太太的瘾 说到这里 张晴晴转头看向安丽兹 安丽兹抓了抓脸 我身边好像还真没什么 特别适合你的优秀青年 我不挑的 只要家事过得去就行了 张晴晴接着道 丽兹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难道你这么点的忙 都不愿意帮我吗 安丽兹神色为难的道 这不是帮不帮 而是真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还能不给你介绍吗 我认识的 基本上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要么就是不太适合和你的 怎么个不适合法 张晴晴反问道 安丽兹道 我认识一个 一星期能换四五个女朋友 你能接受吗 当然能了 张晴晴道 你把我介绍给她 万一我是她的真命天女呢 你都没有介绍 就知道我们不合适 丽兹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 安丽兹道 你知道她上一任女朋友是谁吗 谁 张晴晴问道 安丽兹接着道 南希 南希 张晴晴捂着嘴巴道 国际超模南希 我去 张晴晴非常惊讶 身为国际超模 南希不仅长得好看 身材也是一级棒 雨落 张晴晴接着道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 南希的资源超级好 连综艺节目都上了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朋友的原因 对 安丽兹点点头 厉害 张晴晴接着道 除了这个呢 你就没有其他朋友了 还有一个 安丽兹接着道 不过她有些特殊爱好 之前直接把她女朋友 弄到医院去了 为什么 张晴晴好奇问道 安丽兹有些难以启齿 趴在张晴晴耳边 低声说着 文言 张晴晴皱着眉道 咦 恶心死了 这个也不行 还有其他的吗 安丽兹摇摇头 其他都有女朋友了 文言 张晴晴有些失望 接着道 那你帮我留意一下 如果遇到单身的 一定给我介绍 行 安丽兹点点头 两人一边走 一边说着 路过一家火锅店 张晴晴道 今天好冷啊 咱们去吃火锅吧 好啊 安丽兹点点头 两人往火锅店里走去 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这是一家相对来说 比较高档的火锅店 所以用餐的人并不是很多 两人坐下之后 又有一行人被店员带进来 子哥 你刚刚那一招 真是太厉害了 子哥 你什么时候把咱妹妹带出来 一起吃东西啊 我妹已经有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就有男朋友呗 有男朋友就不能社交了 她男朋友管天管地 还能管咱妹妹交朋友 就是就是 胖虎和二狗子 忙不迭地点头 他们又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妹妹交个朋友而已 难道有男朋友 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 林泽抬头看了眼李文 我妹男朋友是五爷 五爷 李文愣了下 接着道 曾五爷 对 林泽点点头 此言一出 空气中安静了一瞬 虚语 李文抬头很认真的道 子哥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既然咱们已经有男朋友了 还是少跟咱们这群大老爷们 掺和在一起吧 二狗子点头附和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胖虎跟着点头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服务员将一行人 带到卡座上坐下 李文和胖虎 还有二狗子三人 拿着平板电脑点菜 子哥 你要吃虾滑吗 林泽点点头 吃 就在这时 林泽突然在店里 看到一道熟悉身影 接着道 你们点菜 我看到我堂姐了 过去打个招呼 你去吧 林泽拿起手机 走过去打招呼 丽兹姐 安丽兹正在跟张晴晴聊天 突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抬头一看 便看到身穿黑色卫衣的少年 阿泽 你也在这吃火锅 林泽点点头 我跟我朋友们一起来的 丽兹姐 你一个人 我朋友去洗手间了 安丽兹道 哦 林泽点点头 丽兹姐 我就坐那 有事你可以叫我 我先过去了 丽兹 我回来了 张晴晴在这个时候 回到座位上 一抬头 就看到了一张 帅气的毫无瑕疵的脸 黑色的卫衣 衬得那本就白皙的肌肤 此时更是白到了极致 生得一双标准的凤眼 不笑的样子 看起来有点冷 还有些忧郁 像是从漫画中 走出来的三次元少年 比他们学校的校草还要帅 张晴晴的眼底 都要冒出星星了 可她还是尽量地 安耐住激动的心情 丽兹 这位帅哥是谁 你也不介绍下吗 安丽兹道 这是我堂弟林泽 阿泽 这是我朋友张晴晴 林泽 朝张晴晴点了点头 你好 雨落 林泽转头看向安丽兹 丽兹姐 那我先过去了 嗯 张晴晴默默地收回了 要跟林泽握手的手 林泽走后 张晴晴看向安丽兹 问道 丽兹 她是你后巴那边的亲戚 嗯 安丽兹点点头 长得真帅 张晴晴接着道 有女朋友了没 安丽兹知道张晴晴是什么意思 但她觉得 张晴晴和林泽并不配 而且 林泽也没有要找女朋友的意思 贸然撮合他们俩的话 万一林泽生气了怎么办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阿泽长得那么好 肯定有女朋友了 安丽兹道 你是她堂姐 你都不知道啊 张晴晴问道 安丽兹摇摇头 我们很少聊这些问题 张晴晴的眼珠子转了转 接着道 那你帮我打听打听 她要是没女朋友的话 你给我撮合下 我跟她要是成了的话 到时候 咱们俩不就是亲戚关系了吗 你得叫我什么 弟妹 张晴晴已经陷入了 美好的幻想之中 她跟安丽兹本就是好朋友 如果她跟林泽成了的话 那她和安丽兹 就是亲上加亲的关系 安丽兹点点头 行 那我找机会帮你问问 别找机会了 就现在吧 张晴晴有些迫不及待了 现在这个社会 长得帅 家里还有钱的男生 实在是不多见了 尤其是像林泽长得这么帅的 安丽兹有些为难得到 现在有点不合适吧 她跟她朋友在一起呢 好二代的朋友 肯定也都是好二代 想到这里 张晴晴的眼睛都亮了 没想到 今天会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那你带我去认识认识一下 她的朋友吧 张晴晴站起来道 这不好吧 安丽兹道 有什么不好的 张晴晴直接把安丽兹拉起来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这么保守 认识一下又没什么 俗话说 多个朋友多条路 无奈之下 安丽兹只好跟着站起来 带着张晴晴往那边走去 不一会儿 两人就走到桌前 张晴晴数了下 连着林泽 一共四个男生 其他三个虽然也挺帅的 但是跟林泽比起来 还是差了点 如果没有林泽在他们身边的话 那他们也是那种难得一见的大帅哥 阿泽 安丽兹接着开口 林泽抬头一看 丽兹姐 桌边的其他三人 好奇看向林泽 李文 泽哥 这两位都是你堂姐吗 张晴晴紧接着开口 不是不是 我是林泽堂姐的好朋友张晴晴 龚长张 晴天的晴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好 李文点点头 我叫李文 林泽紧接着介绍 这是我堂姐安丽兹 丽兹姐 这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是蚊子 这是胖虎 这是二狗子 三人依次站起来 跟安丽兹打招呼 堂姐你好 我是蚊子 胖虎 二狗子 边上的张晴晴微微醋眉 这都是些什么名字 小明 可真是狗难听的 豪门也这么接地气 互相介绍完之后 张晴晴接着到 咱们大家加一下微信吧 改天再一起出来玩 安丽兹是真的没想到 张晴晴会来这么一招 直接加微信 他到底是多想嫁入豪门 二狗子笑着拿出手机 可以啊 美女你玩不玩吃鸡 玩的 张晴晴点点头 那有空可以一起组队 听到二狗子邀请他组队 张晴晴非常兴奋 加完微信 二狗子看向安丽兹 唐姐 你呢 安丽兹拿出手机 跟二狗子互加了微信 张晴晴看向林泽 林大帅哥 不加个微信 林泽拿出手机 微信号多少 张晴晴报了一串数字 林泽接着道 加好了 与此同时 张晴晴收到一条好友申请 林泽的头像一个戴黑色口罩的少年 像一个网络黑客 微信名 空城 微信也加好了 安丽兹站在这里 着实有些尴尬 拉了拉张晴晴的衣袖 咱们回去吧 好 顺利加好微信 张晴晴心满意足了 安丽兹接着道 阿泽 那我们先回桌了 嗯 林泽点点头 两人走后 二狗子道 泽哥 你堂姐比你大几岁 林泽道 就比我大两个月而已 难怪 二狗子笑了笑 边上的李文不怀好意地看向林泽 怎么 想当泽哥的堂姐夫了 别瞎说 二狗子挥开李文的手 那个少男多情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李文接着道 你要是对堂姐没一点点意思的话 会主动找人要微信 胖虎抬头道 可二狗子 不是先加的张晴晴的微信吗 傻子 那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是吗 胖虎挠了脑脑袋 当然是了 李文接着道 不过那个张晴晴长得也还不错 可惜 不是我的菜 胖虎怂怂肩 也不是我的菜 二狗子抬头看向林泽 泽哥 你堂姐有男朋友了没 林泽放下手机 真想当我堂姐夫 我就是问问 二狗子道 林泽道 好像没有 没有男朋友 二狗子勾了勾唇脚 李文在一旁起哄 二狗子加油 只要把堂姐追到手 到时候你就是泽哥的姐夫了 二狗子没说话 张晴晴回到座位上以后 心跳得非常快 虽然林泽的心思他不知道 但他能肯定的是 那个叫二狗子的 肯定对他有意思 张晴晴抓住安丽兹的手 丽兹 你回去一定要帮我问问 林泽有没有女朋友 嗯 安丽兹点点头 晴晴 你吃完没 吃完咱们就走吧 还有电影没看呢 张晴晴道 问问林泽他们 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吧 人多热闹些 他们好像还有别的事 安丽兹道 就咱俩去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别的事 张晴晴拿出手机 发了条微信给二狗子 二狗子那边很快就回复了 张晴晴激动地道 二狗子已经答应了 丽兹你快去付钱 付完钱 咱们一起去看电影 安丽兹微微醋眉 转身去付钱 就在付钱的时候 一只好看手伸了过来 刷我的卡吧 二狗子 安丽兹抬头看向二狗子 二狗子笑道 唐姐 这顿我请 不用 安丽兹接着道 服务员 麻烦刷我的 二狗子接着道 下次再请回来就是 那好吧 谢谢 安丽兹有些不好意思 应该的 二狗子道 泽哥的唐姐 就是我们的唐姐 正说着话 林泽和其他几人 往这边走来 张晴晴就跟在几人后面 想跟林泽搭上几句话 可惜 林泽是个话不多的人 除了跟胖虎 以及李文说话之外 根本不接张晴晴的话 另一边 C国 科研基地 卡拉教授 卡拉教授 一名身穿防服射 格力服的工作人员 快速地过来 卡拉教授放下手中的玻璃管 怎么了 答应了 YC答应 签对赌协议了 卡拉教授眼前一亮 确定吗 为了能让 YC签下对赌协议 C国联合周边的五个国家 开了很多会议 最后决定在网上找人刺激 YC 来个华国人最擅长的激将法 没想到这招还挺灵的 YC太年轻了 经不起刺激 这就同意了 卡拉教授 现在非常激动 他等了这么久 一度认为 YC看出了他们的计划 要不然 YC也不会一直到现在 都不敢签署对赌协议 到底还是他高估YC了 如果 YC真那么厉害的话 就不会答应了 卡拉转头看向助理 接着道 YC那边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签署协议 助理道 他说随时都可以 好好好 卡拉博士连连点头 接着道 快去联系奥威斯博士 和蒂娜博士 助理点点头 好的 我马上去联系 助理忙着 去联系其他博士 另一边 其他国家的五个博士 在听到这件事之后 立即坐专机飞过来 和卡拉博士 共同上一词事 最终 六个博士在一起 将对赌喜协议拟出来 传到网上 可传到网上之后 叶卓这边 却并没有立即回应 C国的几个博士 有些着急 蒂娜道的 这个YC是不是反悔了 卡拉博士眯了眯眼睛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他想后悔 可没这么容易 他们几个连夜 把对赌协议赶出来 YC想临阵脱逃 没门 一时间 国际网友一轮纷纷 我猜这份对赌协议 YC肯定不敢签 他敢签就怪了 很仔细地看了协议内容 这意思是 如果 YC不能在两年时间内 创造出航空母舰的话 C国 G国 P国 东营 L国等六个国家 将会按照协议内容 整个层是科研基地的管理权 另外 YC名下的所有资产 以及公司 都归属以上六个国家 别说 YC 换我 我也不敢签署 YC之前 不是信誓旦旦地说 签署对赌协议吗 怎么现在不说话了 是怕了 肯定是怕了 要不然怎么半天 都不发表声明 YC连核反应堆都不会储存 想建造出航空母舰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现在还要搭上 岑市科研基地 怕是他想签署对赌协议 岑市基地的无言 也不会让他签署 岑市科研基地 是华国最大的科研基地 岑市背后的势力 更是庞大无比 如果叶卓没能在两年之内 创建出航母 无论是岑市基地 亦或是岑少卿背后的神秘势力 都将归C国和其他五个国家所有 这无论对岑市 还是华国科研界来说 都是巨大的打击 所以 这已经不是叶卓一个人的事情了 这是关乎整个岑市基地的事情 只要岑少卿不傻 他都不会任由一个女人左右 谁说我们叶爹怕了 我们叶爹才没有怕 叶爹叶爹 我们永远支持你 爸爸加油 我相信YC爸爸 儿子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支持叶卓的 自然都是纽葫芦家族的人 目前 纽葫芦家族的大群成员 已经有了数万名 这些人都是在科研界有名有姓的 虽然叶卓的航母计划 看上去有些不切服实际 毕竟全球几百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都没有创造出航母 可叶卓的存在本身就是个bug 他为华国科研 创造出了很多个不可能 身为一路看着叶卓 从科技界的无名小辈 逆袭成无可取代的黑马 他们都坚定地相信 这一次 叶卓一定可以跟从前一样 给他们带来奇迹 这群可爱科研人和普通的追星族不一样 追星族追的是偶像 追的是兴趣爱好 可 YC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时代的崛起 一个时代的标榜 是光 更是信仰 YC更是他们 这个时代无法超越的楷模 YC的脑残粉们别洗了 真是恶心死了 都快把科研界发展成饭圈了 我也真是服了 YC是为他们吃迷魂药了吗 让他们这么死心塌地 跟得了神经病一样 我看 YC不应该待在科研界 他应该去娱乐圈 我记得他之前 好像参加过华国的一档综艺节目 那段时间还挺火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了 节目组突然剪掉了 他的所有镜头 在网上也找不到 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 我的上帝啊 原来他混 真是娱乐圈的 华国的科研界的门槛 真是越来越低了 过去的明星在华国被称为戏子 戏子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群 可现在 一个戏子 竟然也能加入科研界了 真是搞笑 华国的科研界 本来就是个笑话 YC自大又狂妄 好不容易能混几个成就 现在又亲手毁了自己 我看他是不敢签这个对赌协议了 不敢签是正常的 哈哈哈哈 笑死了 这个 YC也太丢人现眼了吧 纽葫芦家族的成员 被气得半死 可他们力量太小了 毕竟 他们面对的是全球所有国家的网民 就在这时 一个账号 申请加入纽葫芦家族大群 很简单的备注 我是YC 群管理看到这条验证信息的时候 有些激动 但很快就冷静下来 有很多人在加入大群的时候 都会这样恶足剧 管理员打开临时聊天窗口 发信息过去 把你的科技网账号发过来 下一秒 对方发信息过来 扭护路 YC的页 扭护路 YC的页 看到这条信息 管理员激动地脱口出 爸爸 爸爸空降管理群了 管理员赶紧点开页桌的资料 然后又打开页桌在科技网的账号 发现上面的资料和一模一样 难不成他真是YC 管理员立即联系另外一个管理员 黑子 在吗 黑子回复 在 怎么了 管理员控制住激动的手 你快去看验证信息 咱爸好像来了 黑子立即去看群验证信息 这一看 也愣住了 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单方面的追逐 YC YC从没有正面地回复过他们 没想到 今天 YC居然空降大群 就在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管路员大毛 接着发信息过来 怎么样 你看了没 是咱爸不 无嘴哭 黑子立即回复 是的 是咱爸 我要去群里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伙 大毛有些不放心 如果不是 YC爸的话 岂不是要出乌龙了 确定是咱爸不 黑子是 YC爸的死忠 每天要看YC的账号看好几遍 什么扭护率 YC 扭骷髅 YC 扭护路 YC 扭咕髅 YC 这几个高仿账号 他分得清清楚楚的 肯定不会搞错 确定以及肯定 肯定是咱爸 一回复完这个消息 黑子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群聊天 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扭护路 管理员一号 兄弟姐妹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爸空降大群了 扭护路 真水无香1988 真的吗 扭护路 科研界第一帅 卧槽 扭护路 我爱 YC爸爸 有证据吗 我看看 黑子贴上验证信息截图 当然是真的 看 这不是爸爸账号吗 扭护路 科研界第一帅 卧槽 真的是真的 扭护路 天天开心 哎呀呀 好激动 扭护路 染漆 爸爸 群里铺天盖地 都是叫爸爸的 此时 一名群成员默默的艾特黑子 管理 你快去把通过验证 让YC爸爸进来啊 黑子看到艾特信息 这才反映过来 原来自己一直没有通过 YC家群申请 立即点击验证信息 通过申请 扭护路 YC加入扭护路家族群 扭护路 大江大河 欢迎爸爸 扭护路 是小代啊 确认过眼神 是 YC爸爸本人 扭护路 科研界第一帅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爸爸本人 死而无憾了 扭护路 新月军细菌不知 妈妈我出息了 我居然看到了活的 YC爸爸 扭护路 赵宝峰 YC爸爸是不是被盗号了 扭护路 天下第一大沙雕 赵老弟 你瞎说什么屁话呢 爸爸怎么可能会被盗号呢 就算你全家都被盗号了 咱爸也不会被盗号的 扭护路 腾罗漫漫 沙雕兄说的没错 咱爸怎么可能被盗号 扭护路 十二年风雪 爸爸说句话 你们都安静点 别吓到爸爸了 叶卓看着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的 眉眼弯弯 接着发信息 大家好 我是YC 爸爸好 我是你的好袋 真水无香 滚 我才是爸爸的好袋 明明我才是爸爸的好袋 谁也别想跟我抢爸爸的好袋的位置 YC爸爸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才是你唯一的好袋 一名钱藏在群里 打探消息的卧底傻眼了 他什么阵仗都见过 唯独没见过 争着抢着 要当别人好大的人 这个YC 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这么多科研工作者 都心甘情愿地叫他爸爸 卧底之前本以为这个群里 都是一些无所事事的社会底层人员 疑惑是 YC花钱雇来的水军 直至有一天 无意间点开一个ID的账号 发现对方的名字 居然出现在再过科研排行榜上 随后 他就认真地调查了群里 每一个成员的资料 最后惊讶地发现 这里面 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成员 在国际科技网上 都是有名有姓的人 这才相信 YC现在的成功 并不是靠营销的 另一边 C国 生怕业卓会反悔 卡拉博士 又拉着国外的五个教授一起开会 共同商议对策 总不能让盗嘴的鸭子 就这么点地飞了 如果能瓜分 华国科研界的势力的话 对他们科研界来说 将是一件可以载入历史的事情 那可是尘世基地 正在开会 门外传来感应器的声音 卡拉博士按下开关 打开感应门 身穿防服射 格力服的助理 从外面小跑着进来 博士 怎么了 卡拉博士回头 助理拿着平板电脑 博士 YC那边回应了 文言 会议桌上的其他五个教授 立即站起来 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YC怎么说的 助理点开平板电脑上的内容 接着道 YC说他不同意咱们你的协议 不同意 居然不同意 面对叶卓的质问 莫名的 孙嘉怡心底一慌 他眼神清澈 卡拉博士眯了眯眼睛 这个 YC比他想象中的要聪明一点 居然还知道 这样的对赌协议不能签 蒂娜皱眉看向卡拉 博士 他要是不同意的话 那我们的计划 不就要泡汤了 卡拉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本以为可以一举拿下 岑氏科研基地 没想到 YC居然临时开了窍 加多米道 肯定是岑氏科研基地的 那群人不同意 看来这件事有些棘手了 这激将法光 用在Y身上可不行 还得用在岑氏科研基地那边 先不要轻举妄动 卡拉抬起手 先找人在网上带一波节奏 YC把对赌协议闹得沸沸扬扬 之前也同意了签署对赌协议 现在又突然反悔 不知道有多少人都等着看戏呢 我就知道 YC不敢 YC就是一个缩头乌龟 一会儿签 一会儿又不签的 真是没意思 管理员黑子和大毛 看着国际网上的言论 两人相视一笑 现在发吗 大毛看向黑子 黑子点点头 发 行 大毛操作鼠标 把叶卓的声明发了出去 没错 叶卓突然加家族群 就是为了给支持他们的人撑腰的 他不想让一群喜欢他 拥护他的人 喜欢了个寂寞 任何喜欢和拥护 到最后 都能得到回报的 这是我们爸爸拟定的对赌协议 你们敢签吗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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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新的对赌协议 一共五页 条理逻辑清晰 上面明确地表述了 如果航母计划成功的话 C国 G国 P国 东营 L国等六个国家科研基地的管理权 都将属于华国所有 而且 他们这六个国家 还要刊登国际报纸 给华国道歉 最后还要赔偿一笔天价巨款 当然 如果航母计划 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话 叶卓这边 也会付出同等代价 这个声明一处 卡拉和其他五个国家的科研博士 都有些障碍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叶卓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样 他们本以为 YC是惧怕对赌协议的条款 代价太大 才不敢签约 没想到 这新的条款 比刚刚那份还恐怖 YC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还会有人嫌弃自己 输得不够彻底 难不成 YC还觉得自己能赢 真是可笑 卡拉博士看向其他几人 你们要是觉得 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签了 可以 蒂娜点点头 加多米道 快刀斩乱麻 要签的话 就赶紧和YC约个时间 以免YC后悔 奥威斯点点头 两位博士说的对 我很赞同他们的话 卡拉看向众人 接着道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我们就先签一个电子协议 然后再跟 YC商量见面的事 这种对赌协议 光签约电子版的可不行 还得双方亲自毁灭盖章 叶卓的最新声明 发表出来之后 国际网络上 又是一片嘲讽声 我还以为 YC是变聪明了 没想到 蠢货还是蠢货 可能是他觉得 自己能完成两年制约吧 毕竟 只要华国能按时完成航母计划 华国就能拥有 其他六个国家的科研界的管理权 一旦得到这些管理权 那华国日后 在科技界上说第一 就没有其他人敢成第二了 完成航母计划 别说两年 就算给他们两百年 他们也不见得能完成 等华国能单独 创造出宇宙飞船再说吧 识人说梦 尽管网上议论纷纷 可叶卓还是跟他们 签署了电子协议 并约定 三天后 正式会面签订协议 与此同时 存世基地的那些人 闹翻了天 几个元老都不不同意 叶卓的方案 五爷 您要三思啊 您当初好不容易 把基地发展成这样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叶小姐 把他输给外国吗 五爷 之前叶小姐怎么闹 我都不管 可现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基地了 我们是真的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无论如何 不能拿尘氏基地去给他赌 陈绍卿就这么坐在老板椅上 一手捏着佛珠 一手拿着本佛经 空气中 还弥漫着淡淡的佛教音乐 大悲咒 听完所有人的发言 陈绍卿微微抬眸 薄纯亲戚 几位叔叔和基地是共同成长的 风风雨雨十几年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 我相信叶卓 请你们也相信他 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相信 他不是那种拿基地开玩笑的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陈绍卿还是这么顽固不堪 一句他相信叶卓 就能让叶卓拿陈氏基地的未来开玩笑 华国科技本来就还在发展中 如果这个时候 管理权在被其他人抓住的话 那华国科技 就永远也别想出头了 他们这么做 不仅仅是为了陈氏基地着想 从大局来看 他们更是为了整个华国科技着想 怎么陈绍卿就不懂呢 之前的陈绍卿吃斋念佛 处理起事情来手段凛冽 没想到 这么精明的一个人 竟然会有被儿女情长耽误的一天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谁会相信 堂堂曾五爷也会有这么一天 怪不得人们都说 恋爱中男女的智商为零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陈绍卿怕是连龄的智商都没有 他的智商现在就是个附属 五爷 孙琪走上前 犹豫着开口 我知道您和叶小姐感情很深 可这并不能成为您相信她的依据 创造一艘航空母舰 远比您想象中的要艰难 并不是说说而已 就能建造成功的 说到这里 孙琪皱了皱眉 我听说叶小姐连怎么储存 核反应堆都走不懂 她又怎么会懂得建造航母 五爷 现在对赌协议尚且没签 您还有转环的余地 一旦签约了 可就没有后悔要了 请您三四二后行 存绍卿没说话 一万步讲 就算叶小姐真的创造出航母 又能怎样呢 对赌协议上可明明白白地写着 航母的飞行速度 必须超越光速 您觉得叶小姐能超越光速吗 目前最快速的速度就是光速 想超越光速 登陆八大行星 几乎是白日做梦 就连做梦都不一定能有这样的好事 超越光速 谁敢想 偏偏叶卓不但敢想 还不知天高地厚的 要立对赌协议 当几个元老看到国际网上的消息时 他们还以为自己瞎了 怎么会有人能傻到签这种对赌协议 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叶卓自己跳也就算了 现在还要连累陈氏基地 这几个人都是基地的元老 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基地着想 陈绍卿微微抬眸 将佛经放在桌面上 王老 别说超越光速 就算叶卓说他能穿越时空 创造出时空穿梭气来 我也是相信的 王震忠一口老鞋梗在心里 疯了 疯了 陈绍卿简直就是疯了 时空穿梭气 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孙琪忍不住道 五爷 您不觉得您说出这番话 太荒谬了吗 时空穿梭气 也亏得陈绍卿敢说 简直就是荒谬至极 孙琪边上一直没说话的楚江涛开口 五爷 你这是对陈氏基地的不负责 更是对我们这些人的不负责 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签了对赌协议 后果是什么 这这个后果 谁担着 我的人 自然是我担着 陈绍卿的声音分明没什么变化 却让三个元老莫名的一斗 好了 都出去吧 陈绍卿微微抬手 三个元老没动 虚余 王振忠站出来道 五爷 我们不同意 文言 另外两人立即道 对 我们不同意 不同意什么 陈绍卿聊起凤眸 一双深邃的眼睛 黑得发沉 几乎忘不到底 王振忠咽了咽喉咙 我们不同意叶小姐那基地 当筹码 签署对赌协议 三位长老是不是已经忘了 基地姓什么了 陈绍卿反问 基地姓什么 陈氏基地 当然是姓陈 文言 三人立即噤声 陈绍卿这句话的 言外之音便是 他们三没资格不同意 三人都是中年时期 跟着陈绍卿一路走来的 自然知道陈绍卿的脾气 相互对视一眼之后 决定不再多说些什么 午夜 那我们就先走了 雨落 三人往办公室外走去 一走出办公室大门 三人就狠狠地松了口气 陈绍卿给人的压迫感 实在是太强了 要是陈绍卿能把对他们的态度 对待叶卓就好了 老孙哥 你说这可怎么办 王震忠愁眉苦脸地看着孙琪 孙琪紧紧皱眉 叹了口气道 看得出来 午夜 这次是真的陷进去了 咱们也别再来劝了 劝再多也是没用的 陈绍卿今天已经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们要是 再去劝说的话 只会给自己惹麻烦 楚江涛接着道 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 陈氏基地 就这么地 毁在叶卓手上吗 他一路看着陈氏基地走到现在 是真的不甘心 陈氏基地 就这么地被人输掉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办 孙琪有些无奈的道 就这样吧 反正我们也老了 有些是眼不看围境 反正该说的话 我们已经说了 是五爷自己听不进去 以后他也怪不到我们头上来 王震忠跟着点头 老孙哥说的没错 陈氏基地毕竟是陈绍卿的 真正的管理权 在陈绍卿手里 他们也只能 劝劝陈绍卿 陈绍卿不听 他们也没办法了 三人一边走 一边讨论着 唐雪看到这一幕 走上去道 孙叔叔 王叔叔 楚叔叔 你们这是从五爷办公室来 小唐啊 孙琪点点头 唐雪接着道 三位叔叔 你们是因为对赌协议的事情 去找五爷的吧 现在基地人人自危 都在担心 基地会被叶小姐输掉 咱们大家谁也不想 在外国人手里干活 五爷那边是怎么说的 发生这样的事 唐雪简直开心还来不及 毕竟叶卓此举 跟做死无疑 叶卓越是做死 行事就是 越是对他有利 他本以为叶教授离开之后 这基地就是叶卓的天下了 拢出这样的幺蛾子来 签约对赌协议 恐怕也只有叶卓这种人 才能做得出来了 文言 孙琪摇摇头 见孙琪这样 唐雪心里就有数了 心里畅快得很 可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叹气道 自从跟叶小姐认识之后 五爷真是变了 先是把越教授赶出基地 现在居然纵容叶小姐 签约对赌协议 真是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关于越教授那件事 几个元老也特别气愤 不过后来越教授 居然动员全科室罢工 若是没有罢工那一出的话 他们或许还会同情越教授 可自从出了罢工的事情之后 他们就觉得 越教授是最有应得 谁不知道 陈绍青最讨厌被人威胁 别说陈绍青 就连他们也不喜欢被人威胁 越教授事情已经过去了 孙琪接着道 以后在基地 就别提这个人了 唐雪的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 旋即便恢复自然 孙叔说 我知道了 那叶小姐的事怎么办呢 听天由命吧 孙琪叹息一声 只能听天由命了 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 唐雪脸上全是得意的笑容 好 真是太好了 果真是恶人自有天收 唐雪现在越来越期待两年后了 到时候 叶卓的嘴脸肯定很好看 至于陈绍青 他肯定会非常后悔 后悔错把榆木当珍珠 伺及此 唐雪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 另一边 陈绍青办公室 屋里很静 静得只能听到翻书的声音 就在这时 门被打开 传来脚步的声音 在他的办公室 除了叶卓赶不敲门进来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人敢这样 陈绍青微微抬眸 只见来的人果然是叶卓 视察工作 陈绍青薄唇亲戚 嗯哼 叶卓微微挑眉 陈绍青 那就请领导指示 我还有哪里要改进的地方 别拼 叶卓就这么看着陈绍青 我有正式问你 请领导指示 陈绍青道 叶卓接着道 刚刚孙老王老和楚老 是不是来找你了 嗯 陈绍青微微汗手 你是怎么想的 叶卓问道 陈绍青道 我当然是跟着领导的步伐走 叶卓微微轻声 双手撑在桌面上 很认真地看着陈绍青 四目相对 你就不怕 我把陈氏基地给输了 航母的事情非同小可 陈氏基地 有很多不相信他的人 叶卓都能理解 毕竟 在人类历史上 还从未有人创造出 超越光速的航母 他年纪小 在科技界成名时间短 众人对他保持怀疑态度 无可厚非 毕竟 他手里堵的是整个陈氏基地的未来 就算陈绍青也对他抱有怀疑态度 叶卓也是能理解的 可让叶卓没想到的是 陈绍青却坚定无比地相信他 甚至不惜拿着陈氏基地的未来 让他去堵 说不敢动 那是假的 不怕 陈绍青凑过去 在红唇上亲了下 真的 叶卓道 陈绍青接着道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我已经是领导的人了 就誓死追随领导的脚步 行 不错 叶卓在他的头上拍了下 懒得跟你平 我先回办公室了 陈绍青站起来 将他送到门外 下班后我去找你 嗯 叶卓微微点头 你快回去工作吧 另一边 张秦晴本打算近期就回老家的 毕竟 学校已经放假了 可昨天见过林泽之后 他就改变了主意 他现在还不能回去 林泽没有对他一见钟情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个成语 叫日久生情 他必须想办法 成为林泽的女朋友 让林泽娶了她 林泽的家世那么好 他是真的不想错过林泽 而且 他还有安立兹这么好的助攻在 只要有安立兹帮忙 多给他制造点和林泽相处的机会 他相信 他肯定能让林泽 对他日久生情 他长得也不差 而且 人是有感情的 林泽的心 也不是石头做的 时间久了 肯定会看到他的一片真心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女追男 隔层杀 想了想 张秦晴打电话给安立兹 安立兹正在洗澡 自然是没听到手机铃声的 安立兹一直不接电话 张秦晴非常着急 打了一个又一个 可惜安立兹那边就是不接听 等安立兹洗完澡出来 已经是十分钟之后了 安立兹看到二十多个手机来电 以为张秦晴有什么急事 立即回播过去 张秦晴那边几乎是秒接 秦晴 你有什么事吗 安立兹问道 丽兹 你刚刚带麻去了 怎么不接我电话 张秦晴问道 安立兹解释道 我在洗澡 秦晴 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张秦晴接着道 丽兹 你有没有帮我问你 堂弟他有没有女朋友 问过了 安立兹胡周到 他有女朋友的 他太了解张秦晴了 他要是说 林泽没有女朋友的话 张秦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有女朋友了 怎么会呢 听得出来 张秦晴的声音非常失望 你还有其他事吗 安立兹问道 张秦晴皱眉 没有了 先挂了 挂了电话 张秦晴又发微信给二狗子 万一安立兹是在骗他呢 张秦晴发了条微信过去 几分钟后 二狗子回复了 两人闲聊了几句 张秦晴接着发微信过去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林泽有女朋友 下次再看电影的话 让林泽把他女朋友也带上 发完这条微信之后 张秦晴眯了下眼睛 满心期待地等待着二狗子的回复 没女朋友 林泽肯定没有女朋友 通过今天的相处 二狗子就知道 张秦晴对林泽有意思 张秦晴发这样微信过来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在试探 试探林泽有没有女朋友 想知道林泽有没有女朋友 问安立兹就行了 没必要绕了一个大圈子 跑过来问他 张秦晴之所以这么问 林泽已经有女朋友了 这就是变相的拒绝 这种时候 他自然不能拉后腿 二狗子接着回复 泽个女朋友性格比较内向 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有机会再说吧 叮咚 听到微信的回复声 张秦晴立即拿起手机 看到二狗子回复时 张秦晴眼底亮光 瞬间就按下去了 有女朋友了 林泽居然有女朋友了 怎么会这样 像林泽那么帅气的男生 究竟什么样的女生 才能配得上他 一想到林泽居然有女朋友了 张秦晴酸得不行 恨不得马上让林泽 跟他女朋友分手 二狗子这边 二狗子将他和张秦晴的 聊天记录发给林泽 林泽回复 二狗子接着回复 没发现我帮了你一个大忙吗 忙 言下之意便是没空看 真是不解风情 怎么这种人 还会有小姑娘喜欢呢 二狗子回复 我可帮你挡了一个烂桃花 还不快谢谢我 哦 哦什么 垃圾 说谢谢 给我发红包 张秦晴现在肯定都要怀疑人生了 红包 林泽发了个红包过来 二狗子 红包就不收了 你要是真想谢谢我的话 就帮我打听打听 你堂姐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二狗子本来想通过张秦晴那边 去了解下安利兹 现在看来 这招是行不通了 毕竟张秦晴另有目的 过了好一会儿 林泽都没回复 二狗子等得 有点着急 约莫十分钟左右 微信上终于有了动静 二狗子慌忙点开微信 本以为是林泽回答的他的问题 没想到林泽回复的却是 有个单子接不接 二狗子有些失望 过了一会儿 回复 接 林泽接着发了一串链接过来 二狗子看到上面的用金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段时间 他接了很多单子 用金术 五位数的有 六位数的也有 但是七位数的 还是第一次见 是错觉 二狗子揉了揉眼睛 上面的数字 还是没有变化 没看错 二狗子打开微信群 发了一张截图过去 是我的系统错乱了吗 没错 我的也一样 李文回复 同上 胖虎跟着回复 二狗子有些激动 泽个牛批 另一边 张琴琴难受得很 想到自己还有个追求者 心里顿时好了不少 又打电话给安丽兹 接到张琴琴的电话时 安丽兹正在敷面膜 喂 琴琴 张琴琴接着道 丽兹 我有个事情要问你 你问 安丽兹道 张琴琴道 那个二狗子 家境怎么样 不是他看不起二狗子 而是二狗子看起来 实在是不像一个富二代 胖虎和李文 穿的都是大牌 只有二狗子穿的是的 不知名的地摊货 手机也很随便 总之 穿着打扮并不像个富二代 不过 也许二狗子是个 隐形的富二代也不一定 这种事必须要查清楚 张琴琴不想做任何 有风险的事情 我也是今天 才认识阿泽的这些朋友 安丽兹接着道 所以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 张琴琴有些失望 那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安丽兹皱了皱眉 这种事 你让我怎么问 也太不礼貌了 你还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 张琴琴抱怨道 丽兹 你现在是发达了 那我呢 都说狗父贵无相忘 你可不能忘了我 安丽兹叹了口气 琴琴 这种事我真的没法问 张琴琴笑着道 这个好办 你就问 二狗子家住在哪里 富二代肯定都住在 寸土寸金的地段 所以 知道二狗子的住处 就能知道二狗子的家境 我问谁啊 安丽兹有些不想问 这趟窥探 其他人的隐私不好 你问你堂弟啊 张琴琴觉得安丽兹有些傻 你跟你堂弟之间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吗 安丽兹叹了口气 张琴琴接着道 丽兹 你快去问 我等着你的回复呢 我安丽兹 还是有些犹豫 张琴琴懒得跟安丽兹废话 直接道 就这么说定了 你现在马上就去问 我先挂了 安丽兹看着 被挂断的电话 满脸愁绪 难不成 真的要让他去问林泽 就在这时 张琴琴发了个微信过来 问了吗 安丽兹回复 还没有 你快去问 安丽兹只好打开林泽的微信 阿泽在吗 林泽并没有马上回复 过了好半场 林泽才回复 在 安丽兹接着打字 阿泽 你朋友二狗子家住在哪里 想了想 觉得这样问 有些不太合适 安丽兹把所有的字全部删掉 重新编辑 反反复复删掉了好几遍 才重新编辑好一句话 阿泽 问你一个问题 嗯 二狗子家住哪里 安丽兹心一横 直接把这句话发过去 反正无论怎么问 都脱离不了这个中心点 这边的林泽冷了下 好端端的 安丽兹问这个干什么 林泽赶紧打开 二狗子的聊天框 只见二狗子在两小时之前 还给他发过一条微信 问安丽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难不成 这两人互相对对方有意思 林泽有些搞不懂这两人的想法 先回复安丽兹 他家住盛世海兰小区 好的 知道了 得到林泽回复之后 安丽兹立即去回复张晴晴 帮你问到了 看到这个张晴晴迫不及待地回复 住在哪里 安丽兹回复 盛世海兰小区 盛世海兰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他怎么没有听说过 这个小区的名字 张晴晴立即切换到搜索页面 搜索这个小区的名字 盛世海兰 一个很普通的小区 在满是权贵的皇城 这个小区顶多算得上中高档 很多白领倒是很喜欢这个小区 可惜 跟豪门完全搭不上边 别说豪门 就连普通的豪门都算不上 看到这个 张晴晴非常失望 他本以为二狗子 是一个低调的富二代 没想到二狗子 就是个穷吊斯 要什么没什么 想到二狗子 还加了他的微信 张晴晴有些生气 一个穷吊斯 也配加他的微信 张晴晴现在是又生气又失落 深深地叹了口气 难不成 他就没有嫁入豪门的命 不行 他一定要嫁入豪门 逆天改命 对 不能认命 夏小曼带着个脱油瓶 都能嫁入豪门 甚至能让安丽兹变成千金大小姐 凭什么他就不行了 二狗子不是豪二代 还有别人 林泽虽然现在有女朋友 可谁能知道 明天的事情 谁能预料得到呢 说不定林泽明天就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他可以提前跟林泽培养感情 等林泽的 而且 又有安丽兹这么个神助攻在 他肯定能把林泽追到手的 四季此 张晴晴接着发微信给安丽兹 丽兹 你再去帮我打探下 你堂弟跟他女朋友感情怎么样 安丽兹有些无语 看着张晴晴发过来的微信 不想再理他了 但很快 张晴晴又接着发微信过来 跟连环夺命催一样 安丽兹只好拿起手机回复他 阿泽跟他女朋友的关系非常好 看到这条信息 张晴晴恨不得直接把手机给砸了 要是林泽他女朋友关系一般的话 他还能再等等 可林泽跟他女朋友感情很好 这让他怎么等 张晴晴眯了下眼睛 林泽不是 还有其他两个朋友吗 胖虎和李文 李文不敢说 胖虎肯定是个豪二代 毕竟胖虎手上戴着的那个绿水鬼手表 都价值七位数了 七位数都可以在县级城市买一套房了 哪个普通人家会把一套房戴在手上 虽然胖虎看起来是憨点 可这个时代 有钱就是爸爸 想到这里 张晴晴心里有了数 今天看电影的时候 他在边上听了一嘴 明天胖虎要跟几个同学去逛游戏城 另一边 林泽回复二狗子 我也不知道 莉兹姐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而且 我觉得喜欢这种东西是没有标准的 就算有一套标准在 遇到了真正喜欢的人 回头看看 或许你会发现 你喜欢的 和你标准中的差很多 如果真的喜欢 就自己去争取 千万不要为了喜欢谁 刻意地改变自己 这大概是林泽回复二狗子 微信字数最多的一次了 二狗子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林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轻快了 而且 林泽说的非常有道理 喜欢是没有标准的 在没有看到安丽兹之前 他也不知道 原来自己就喜欢这类女生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一眼 便怦然心动 以前他总觉得 言情小说中的一见钟情太夸张了 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觉得 夸张是因为自己 没有切身体会过 只要切身体会过 就不会觉得夸张 泽哥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 偷偷谈过恋爱 林泽说的偷偷是道 没有过恋爱经历的人 能这样 没有 林泽又恢复之前的状态 没有能说的这么好 二狗子可不相信 天赋 二狗子 别吹牛了 林泽索性就不回复了 第二日 张晴晴提前一小时 来到胖虎所说的游戏城 游戏城很大 因为是周日 里面几乎人满为患 张晴晴兑换了游戏壁 一边走着 一边在里面寻找胖虎的背影 就在这时 他在人群中 看到熟悉的身影 是胖虎 张晴晴赶紧小跑着过去 胖虎 看到张晴晴 胖虎先是冷了下 随后才反应过来 你 你是 张张 后面的两个字 胖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看到胖虎连自己的名字 都记不住 张晴晴难免有些气愤 难道他就长得那么大重脸 要是二狗子是胖虎就好了 真是该喜欢的人不喜欢他 不该喜欢的人 却黏上了他 张晴晴笑着道 张晴晴 对对对 张晴晴 胖虎这才想起来 你是丽兹姐的好朋友 丽兹姐 记得安丽兹都不记得他 这就有点过分了 张晴晴压下眼底的情绪 接着道 真是没想到 能在这里看到你 对了 二狗子和李文他们 怎么没跟着过来 林泽陪女朋友去了 难道他们也有女朋友了 文言 胖虎很惊讶地道 泽哥有女朋友了 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泽哥女朋友是谁 你不知道林泽有女朋友了 张晴晴问道 胖虎摇摇头 不知道啊 不可能的 你肯定是搞错了 以我跟泽哥的感情 他要是有女朋友的话 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张晴晴笑着道 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事情说到这个份上 张晴晴还能看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吗 分明是安丽兹和二狗子 联合起来骗他 过分 真是太过分了 他拿安丽兹当最好的朋友 可安丽兹呢 安丽兹居然骗他 他在安丽兹心里 到底算什么 顾不得大家都说 人都是会变的 变成千金大小节的安丽兹 果然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想想十几年前 他和安丽兹之前的感情多好啊 现在呢 真是物是人非 安丽兹早就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安丽兹了 安丽兹肯定是不想让他嫁给林泽 不想让他成为豪门富太的 这种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好 据张晴晴所知 安丽兹的家事可比安丽兹家好多了 林泽的父亲 坐拥林氏集团所有股份 母亲叶叔是叶氏私房菜的创始人 妹妹叶卓是顺西财团的接班人 叶卓只是个女孩子而已 俗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等叶卓嫁出去之后 顺西财团的管理权 肯定要交给他这个长席的 到时候 他就是林家的少主母 当林家的少主母 可比林家的千金大小节 风光多了 安丽兹在他面前 连小手指头都算不上 胖虎接着道 我约了朋友 在那边 先过去了 嗯 张晴晴点点头 我也该回去了 走出游戏城 张晴晴打了个电话给安丽兹 约安丽兹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安丽兹同意了 等张晴晴到的时候 安丽兹已经坐在座位上等半天了 晴晴 你这么着急 叫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 安丽兹问道 张晴晴就这么看着安丽兹 眼底全是痛惜的神色 丽兹 我从来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我对你这么好 把你当成我唯一的好朋友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怎么了 安丽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说怎么了 张晴晴愤怒地质问着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林子明明就没有女朋友 我那么相信你 你去骗我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拜金女吧 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是 你现在是千金大小姐了 我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你要是瞧不上我的话 就直接说 何必要用这种事情来恶心人 张晴晴一口气说了很多 她也不怕得罪了安丽兹 这件事本就是安丽兹的错 安丽兹没想到张晴晴这么快就知道了 晴晴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 咱俩在没学会走路时候 就是好朋友了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错了就是错了 安丽兹也不想解释太多 张晴晴是安丽兹时的伙伴 也是她童年时期的记忆 她不想跟张晴晴决裂 张晴晴冷哼一声 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心道歉 是真的 晴晴 我其实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 你跟我堂弟不太合适而已 林泽性子孤僻 话也不多 她适合善解人意 能走进她的内心 跟她有共同语言的女孩子 张晴晴一心只想嫁入豪门 带着目的接近林泽 总归是不好的 不合适 张晴晴眼底全是自嘲的神色 是你看不起我吧 也对 是我太看得起我自己了 我是平明灰姑娘 而你堂弟 却是高高在上的豪门王子 像我这种身份低下的人 怎么配得上他呢 安丽兹 任何人都可以瞧不起我 但是你不能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我身份卑微的话 那你又能好到哪里去 换一句话来说 安丽兹根本就没有资格瞧不起她 晴晴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你真想道歉是吧 张晴晴问道 嗯 安丽兹点点头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张晴晴接着道 明天你把你堂弟约出来 我们一起去逛街 安丽兹的神色有些为难 得 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还是看不起我是吧 看不起就看不起呗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你如今是千金大小姐的身份 我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拜金女而已 你看不起我也是无可厚非 张晴晴嘲讽起自己来 可是一点也不留情面 她就是拜金 拜金有什么错 她拜金拜得坦坦荡荡 不想有的人 明明就是个十足时的拜金女 还虚伪地说自己是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能嫁给他自己几十岁的老头子 晴晴 安丽兹都快哭了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张晴晴看了眼安丽兹 转身往门外走 大有种要跟安丽兹一刀两断的架势 安丽兹连忙追上张晴晴 晴晴 别走 我答应你 答应你还不行吗 张晴晴眼底浮现出满意的光 安丽兹果然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特别好拿念 其实安丽兹的性子 是有点像夏小曼的 夏小曼若不是因为性子软 好骗 也不会让安栋梁骗了那么久 如果不是被安丽兹撞见的话 夏小曼一直到现在还被瞒在鼓里 真的 张晴晴抬头看向安丽兹 真的 安丽兹点点头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只要林泽看不上张晴晴 张晴晴一个人 也唱不了什么大戏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张晴晴接着到 明天上午十点钟 咱们钟之楼那边见 安丽兹刚想点头 随后又迅速地反应过来 接着到 我还得跟阿泽商量下 万一他没时间呢 这就是你的事了 反正我明天准时在那边等你 安丽兹只好点点头 我尽量努力 张晴晴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这种时候 话说多不如少 说得多了 反而会适得其反 看着张晴晴的背影 安丽兹满脸无奈的神色 怎么办 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把林泽约出来了 为了不让林泽怀疑什么 安丽兹约的不是林泽一个人 他还约了二狗子胖虎 和李文这三个人 说是一起去玩真人 C.S. 张晴晴心满意足地回到酒店 开始想着 明天见面穿什么衣服 就在此时 张晴晴胃里一阵翻腾 恶心地不行 趴到喜玉池边哇哇大吐 吐完之后 脸色都苍白了不少 张晴晴靠着喜玉池站了会儿 这几天 他的胃一直不太舒服 眼睛瞪得极大 眼底全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 他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想到这里 张晴晴脸色就更白了 不 不会的 他虽然跟吴有余 好了很长一段时间 可每次都有保护措施 就只有一次没来的做措施 事后他想着 吴有余的年纪也大了 不可能会中标的 所以也就懒得吃药 不会那么巧 就怀上了吧 想着想着 张晴晴又是一阵恶心 胃里止不住翻腾 吐完之后 张晴晴不淡定了 立即拿着包 无论什么日子 医院都有很多人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张晴晴才等到结果 拿着B抄单去找医生 医生笑着道 宫腔内有孕囊 有孕囊 孕囊是什么意思 医生 我没怀孕吧 张晴晴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孕囊就是怀孕的意思 医生接着道 你已经怀孕四周了 四周都怀孕四周了 张晴晴如遭晴天霹雳 脸都白了 怎么办 见张晴晴这样 医生有些奇怪 怀孕不是件高兴的事吗 怎么张晴晴的脸色 会这么难看 医生低头 看到病例单上的未婚的时候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二十岁 估计还在上大学吧 身边也没个男朋友 陪着 现在的年轻人 私生活真是越来越乱了 这个孩子不能要 医生 我能打掉吗 张晴晴看向医生 医生看了眼张晴晴报告单 接着道 这是你的第一个孩子 加上你体质特殊 我们建议 你是不要打掉的 要不然会影响以后生孩子 不过 这只是我的建议 具体的 你跟你男朋友商量一下 张晴晴愣住了 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走出医院时 张晴晴觉得 天都要塌了 孩子不能打掉 他还要怎么嫁给林泽 可是打掉的话 以后他要是怀不了运怎么办 要知道 豪门是最讲究子嗣了 现在的张晴晴 已然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进一步不是 退一步也不是 就在此时 有一个念头 在张晴晴的脑海中 一闪而过 张晴晴快速地抓住 如果 如果这个孩子是林泽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地 进林家的大门了 不是有句话 叫母瓶子龟吗 他都怀着林家的后代了 那些人还敢怠慢他 思极此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他能不能顺利地嫁到林家 就全靠这一波了 这人生 本来就是一场赌局 不过 要让林泽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 还得等一个契机 另一边 卡拉博士和其他五个科研博士 以及国际公证出人员 带着对赌协议书来到京城 虽然他们已经签署了电子版协议 但是协议生效 还得带着公证出的工作人员 当面重新签订指质协议 奥威斯有些忐忑 卡拉博士 您说 YC会不会临时反悔 毕竟 他们手中 这份对赌协议 对 YC百害无一例 电子版的协议 他已经签了 想要临时反悔 有那么容易 卡拉博士道 奥威斯皱了皱眉 接着道 可您也知道 华国人一向不守信用 虽然他也没跟华国人合作过 但通过一些影视方面的了解 就能知道 华国人最喜欢出而反而 YC这次 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卡拉博士道 倘若 YC是新人的话 还能做出反悔的事情 可YC不是 不但不是 这协议 还是他亲自你的 除非他不想 在科技界混了 要不然 就没他后悔的份 奥威斯点点头 没再说话 卡拉看向助理 跟YC约好的 在哪里见面 皇朝酒店 助理回答 好的 卡拉点点头 很快 既然便到达 约定好的皇朝酒店 卡拉让助理去前台咨询 自己站在旁边等候 助理没怎么来过华国 自然是不会说华语的 正为难着 前台工作人员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道 先生 请问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前台 也会说英语 助理有些意外 看来 华国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诉说了自己问题之后 前台工作人员很热情地道 几位是 YC博士的客人吧 请跟我过来 助理小跑着过去 叫卡拉博士等人 一行七个人 全都跟上前台工作人员的脚步 电梯直接上了顶层会议室 几位请稍等一下 YC博士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好的 见一个服务员的英语 都说得这么好 卡拉也抬头看了眼他 看来 华国还真不是以前的华国了 其实在来的路上 卡拉博士就挺震惊的 约莫在三十年前 他来过华国一趟 那个时候的华国 跟现在没得比 砸 乱 破 所以 他对华国的印象 还一直停留在三十年前 没想到 现在的华国 居然有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还真的有些不敢置信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助理走过去开门 门一打开 便看到一道纤细的身影 从外面走进来 女孩看起来年纪不大 白衣黑裤 眉眼清俊 看上去年纪不大 最多十八九岁的样子 这就是 YC 虽然卡拉博士等人 在视频上见过叶卓 可视频毕竟是视频 现在有美颜有滤镜 此前 他们都以为是美颜和滤镜的功效 谁能想到 YC的真实年纪 比视频上看上去还要小 年轻 实在是太年轻了 卡拉博士看着他 眼底的神色有些复杂 世界上最有名的科研博士 是一名印第人 叫埃尔布 埃尔布25岁成名 30岁那年名满天下 成为了科研历史上 最年轻的科研博士 此后 就再也没有人能超越得了埃尔布 毕竟 现在的孩子 30岁博士 还没有毕业呢 眼前这个女孩子这么年轻 卡拉博士甚至有些怀疑 此前的科技大赛 是不是有什么水分 卡拉身后的几人 也有些惊讶 一来是没想到 叶卓会这么年轻 二是没想到 叶卓真的敢来 叶卓迟迟不出现 他们还以为 叶卓要临阵退缩了 没想到叶卓还是来了 正在思考间 女孩走到众人面前 落落大方 举手投足间 尽显优雅的贵族气息 让人赏心悦目 卡拉博士您好 我是YC 叶卓主动朝卡拉博士伸出手 卡拉博士这才反应过来 接着道 我是卡拉 这位是蒂娜博士 奥威斯博士 还有这两位 是国际公正处的办公人员 你们好 其他几人就笑着 朝叶卓点点头 卡拉博士看向叶卓 接着道 YC博士 您迟迟没到 我们还以为 您要临阵退缩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既然已经是约定好的事情 我又怎么会临阵退缩呢 您多虑了 叶卓淡淡一笑 接着道 而且 我们华国人最讲诚信 虽然站在他面前 都是各个国家 鼎鼎有名的科技大佬 可叶卓脸上 却没有半点怯懦的神色 反而从骨子里 散发出一股自信 腰挺得很直 甚至让卡拉产生一种错觉 眼前这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年轻的小姑娘 而是一名千方过境的长者 卡拉这一生悦人无数 可像叶卓这样的 却是第一次见 他太淡定 也太自信了 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这只是一个小姑娘 卡拉博士笑着点点头 YC博士说得对 叶卓走到会议桌前 大国风范敬险 诸位请坐 想必新的协议 诸位都已经看过了 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 直接签字就行 卡拉博士跟其他几人 相互对视一眼 然后分别在会议桌的两边坐下 自我们已经签好了 卡拉博士将协议递给叶卓 现在就等着您的签名了 叶卓接过协议 对赌协议仪式三份 他保留一份 拉卡博士和其他五个国家的博士 保留一份 然后国际公正处保留一份 叶卓一幕时行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将三份协议都签好 然后将协议递给卡拉博士 卡拉博士看着白纸黑字的签名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弧度 选了这么久的一颗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接下来只要等着两年制约就行 两年之后 华国曾是科研基地的管理权 就属于他们了 国际公正处的两名工作人员站起来 YC博士 为了避免日后发生矛盾争议 可能还需要您配合我们 拍一个视频留证 您要是没有意义的话 在这个文件上签个字 说完 工作人员递给叶卓一封文件 跨国对赌协议不是什么小事 必须要严谨再严谨 万一两年之后 叶卓要是反悔的话 有这些证据在 他还能有后悔的余地 这么做 等于掐断了叶卓所有的退路 让他退无可退 叶卓伸手接过文件 然后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工作人员拿来摄像机开始录像 一共十分钟的录像 录完之后 整个签约流程也就走完了 叶卓将协议收好 接着道 卡拉博士 诸位是第一次来华国吗 卡拉博士摇摇头 笑着道 我在三十年之前来过一次 那个时候我才十岁 转眼间 他都四十了 叶卓微微汗手 嘴角保持着礼貌的笑容 接着道 三十年说短不短 说长也不长 不知道卡拉博士有没有注意到 短短三十年间 我们华国有了质的变化 不如这样 由我做东 带诸位去京城周边转转 顺便品尝下华国的特产美食 华国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礼仪之邦 无论卡博士他们抱有什么目的 远道而来的都是客人 他应该好好招待他们 带他们领略华国的风土人情 卡拉博士道 会不会太麻烦YC博士了 不麻烦 叶卓做了个请的姿势 诸位跟我过来 一行人跟上叶卓的脚步 门外早就有一辆家常版 林肯在等着 叶卓和几个博士坐在后座 车辆快速地行驶着 卡拉博士好奇得道 不知道YC博士要带我们去哪里 叶卓道 我们华国有句古语叫 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先带几位去长城逛逛 前几天刚下过雪 现在长城上的风景非常好 好 闻言 卡拉有些激动地道 是那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吗 对 叶卓微微汗手 闻言 边上的蒂娜博士立即道 我在电视上看过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的建筑之一 雄伟壮观 叶卓接着道 电视上只能展示长城的一角 只有亲自站在长城 才可能真正地感受到 古人的智慧以及长城的雄伟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 蒂娜博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叶卓看了看手机 大概还要15分钟左右 蒂娜博士点点头 车速挺快的 15分钟后 车子在停车场停下 叶卓先从车里下来 以卡拉博士为首 众人从车里走出来 这就是长城了吗 奥威斯问道 这是停车场 还要走一段路到长城入口 叶卓接着道 诸位跟我这边过来 几人跟上叶卓的脚步 叶卓一边走 一边给众人普及华国历史 关于史皇 关于长城的典故 听着叶卓的介绍 一直没说话的加米拉道 这个秦始皇我知道 他是你们华国历史上 有名的暴君 都说秦始皇是一代暴君 摔死两个同母异父的亲弟弟 焚书坑儒 劳民伤财地修建长城 可叶卓却不这么认为 他虽然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 可他却认真地了解过史皇 他认为 后人对秦始皇有很大的误解 几乎所有人 只要一提到秦始皇 都会想到两个字 暴君 叶卓淡淡开口 笑着道 其实真正始皇 不但不是暴君 反而是千古一帝 没有始皇 就没有我们的华国的现在 加米拉一脸疑惑地看着叶卓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 你们华国的历史 但我也知道一点 关于始皇的暴行 比如摔死一母同胞的弟弟 活埋当时的读书之人 包括修建长城 也是暴行之一 在什么都没有的古代 想要修建起 可想而知 语落 加米拉接着道 而且我还听说这场城底下 埋的都是矮矮白骨 秦始皇当年的举动 让多少人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叶卓接着道 如果没有始皇统一六国 统一文字的话 那我们华国将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就好比现在的欧洲 从书同文 车同轨 行同轮中就可以看出来 这不是一般人的格局 加米拉冷了下 说别的他不懂 可说到四分五裂的欧洲 他就能感同身受了 也就是说 他们欧洲就是因为少了秦始皇这样的人物 所以才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不但加米拉冷了下 连带着其他人都愣住了 那他摔死亲弟弟 焚书坑儒 修建长城 又该怎么解释呢 加米拉反问道 叶卓解释道 摔死弟弟 是因为当时的太后 也就是始皇的亲生母亲赵基 和内侍司通 并且生下两个私生子 试图谋权篡位 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 手段确实很残忍 可那毕竟是古代 站在始皇的角度 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焚书坑儒 这里面还有其他内情 在史记中有记载的 当时焚书坑儒 杀了不足一百人 而且这些人中 大多都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 焚书的原因 也是因为 俯如妖言获重 可就因为这件事 被后来的文人大写特写 夸大事实 被六国百姓名口相传 毕竟始皇统一了六国 他让六国统一 六国的百姓 觉得自己成为了亡国奴 自然对他没什么好感 说到这里 叶卓顿了顿 接着到 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开创地制 中央集权 郡县制 统一度粮衡 货币 思想 行铜轮 车同轨 修直道 长城 渠道 南征北越 北极匈奴 开拓北江西南 修长城 也是为了北部边境人民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始皇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古代君王大多数喜欢用活人殉葬 可秦始皇陵墓 却用大量的兵马俑 代替了活人 如果始皇真的是个暴君的话 他根本不至于多此一举制造兵马俑 直接用活人就行了 可始皇没有 叶卓说的是流利的英语 一字一句 发音清晰 讲得通俗易懂 加米拉看着叶卓 感叹道 原来我误会了始皇这么多年 在此之前 我一直以为 始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暴君 原来他做了这么多立国立民的好事 YC博士 你对华国历史了解 也太透彻了 叶卓淡淡一笑 因为我就是华国人啊 虽然叶卓是华国人 但加米拉还是觉得叶卓厉害 毕竟不是每个华国人 都能把这段历史了解得这么通透的 很快就走到长城的入口 虽然是冬天 可长城上的游客 可真不少 虽然叶卓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长城了 可每一次都忍不住的感叹 古人真是太厉害了 正是冬天 站在长城上往下看 到处都是白血矮矮的一片 整个世界如同银桩素果 美不胜收 卡拉博士和其他几人 更是震惊不已 拿着手机拍个不停 叶卓走过去道 我帮几位拍张合照吧 好啊 卡拉博士点点头 Y.C.博士 那就麻烦你了 举手之劳 叶卓接过卡拉递过来的手机 帮他们合拍 拍好照片 几人继续往前走着 那个是什么服装 真是太好看了 蒂娜双手捂着嘴巴 惊讶地道 叶卓抬眸看去 只见迎面走来一位 身穿大清皇后制服的年轻女子 女子气质端庄 勤手峨眉 脸上画着端庄的妆容 这么看上去 还真有几份电视里后宫娘娘的样子 叶卓解释道 这是清朝时期的皇后官服 是只有皇后才能穿的吗 蒂娜问道 在古代时期 只有皇后能穿 但现在不一样了 蒂娜赶紧问道 那现在是想穿就穿吗 是的 叶卓微微汗手 真好看 我好喜欢 叶卓笑着道 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 嗯 蒂娜点点头 就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阵喧闹 抓小透 抓小透 接着 一道黑影搜的一下 从叶卓面前窜过去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道黑影 已经消失在前方了 叶卓看着前方 眯了眯眼睛 转头看蒂娜 蒂娜博士 麻烦你把手里的书 借我用一下 这书是刚刚蒂娜在长城脚下买的 描写长城的 因为是阴汉护义 所以比较厚实 蒂娜不明所以地 把书递给叶卓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叶卓就把手里的书 朝前面扔了过去 啪 看似很不经意的一个动作 却准确无误地 砸在前面的那道黑影 黑影直接被砸到在地上 叶卓一个纵步 小跑着过去 倒在地上的黑影 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 迅速地爬起来 接着往前跑去 站住 叶卓追上那道黑影 先是一个后悬梯 然后在一个擒拿手 就这么地反扣住了那道黑影 从背后看 姿势有些说不出来的帅气 惹得长城上的众人 纷纷回首相看 放开我 快放开我 黑影不断地挣扎着 偷东西的男人 看起来大概在三十岁左右 穿得人母狗样 但从长相和穿着上看 完全看不出来 他会做出这种 偷鸡摸狗的事情 抓小偷 就在这时 喊抓小偷的年轻女子 也追了上来 气喘吁吁地朝叶卓道谢 谢 谢谢 小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随后 年轻女子一脚踢在 小偷男的小腿上 凶巴巴地道 快把我的钱包还给我 跑啊 你倒是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我没偷她钱包 小偷男看向叶卓 你快放开我 要不然 我可报警了 叶卓单手扣着 小偷男的手腕 另一只手拿出手机 语调弹道不行 不用麻烦你 我自己来 小偷男都快哭了 从叶三四年 凭借一身飞毛腿的功夫 还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没想到 这次竟然被一个小丫头抓住 背 真是太背了 别 别 大姐 姑奶奶 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东西就在我的口袋里 马上就要过年了 求您高抬跪手 放我一马 千万不要报警 叶卓看向年轻女子 你看东西在不在她的口袋里 年轻女子点点头 果然从她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钱包 打开钱包一样 年轻女子松了口气 还好 东西都在 就在这时 围观群众带着两个警察跑过来 两位警官这边 就是这个人偷东西 两个警察在听到有人抓到了小偷时 还以为对方是个又高又结实的男生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个小姑娘 顿时有些惊讶 小同志 真是谢谢你了 叶卓 将人交给警察 路见不平 应该的 叶卓只是顺手抓住了小偷 不用跟着回去做笔录 年轻女子是受害人 需要跟着一起回警局 看着警察把小偷带走的背影 卡拉走到叶卓身边 有些激动地道 YC博士 您刚当那几招 就是传说中的华国功夫吗 以前他经常在电视中 看到华国功夫 以为华国功夫 只是华国人的歪歪而已 没想到今天居然看到了 真实的华国功夫 简直太震撼了 叶卓微微点头 对 这就是华国功夫 YC博士 您真是太厉害了 卡拉朝叶卓伸出大拇指 卡拉身后的几人 也跟着点头 应该说是华国功夫厉害 叶卓道 逛完长城 叶卓又带着众人 去戏园子里听京剧 本以为 他们会不喜欢 咿咿呀呀的京剧 没想到几人听得 津津有味的 十分投入 看完京剧 叶卓带着大家去吃饭 对于外国有人来说 吃什么最震撼 当然要数满汉全席 酒楼位于京城 最繁华的地带 酒楼里的服务员 全都穿着宫廷服装 这家酒楼的生意非常火爆 需要提前半个月预约 不过叶卓有他们家的白金会员 所以不用预约 叶卓站在桌边 给众人介绍满汉全席的由来 满汉全席 是清朝时期的宫廷盛宴 既融合了宫廷菜肴的特色 又有着地方风味的精华 重点突出满菜和汉菜的特殊风味 也是华国菜系文化的瑰宝 和最高境界 因为提前打过招呼 每一道菜的分量都很少 所以也不怕吃不完 摆在大家面前的小碗 是满汉全席中用料最多的一道菜 选用了十几道食材 不但营养丰富 味道也非常好 大家试试看 文言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不约而同 拿起条羹吃了一口 国外的饮食讲究清淡 跟华国大象停静 众人本以为会吃不惯佛跳墙 没想到一口下去 却非常意外 这味道 这口感 简直就是一级棒 真是太好吃了 加米拉惊叹出声 其他人跟着点头 我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叶卓接着道 这只是个前菜而已 重头戏还在后头 一顿饭吃的兵主敬欢 卡拉等人 原本还对华国有诸多意见 认为华国是蛮夷之国 这下 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了 临行前 卡拉朝叶卓道 YC博士 欢迎您随时去C国做客 到时候 我一定敬地主之意 好的 叶卓微微汗手 祝几位一路平安 谢谢 看着叶卓的背影 卡拉博士感叹道 这个 YC跟我想象中的 有点不太一样 确实很不一样 妙斯点点头 蒂娜皱了皱眉 卡拉 妙斯 你们不会是 不想跟YC签对赌协议了吧 怎么会 卡拉博士倾校出声 一马归一马 我确实很欣赏 YC 那也仅仅只是欣赏而已 对赌协议的事情 我势在必行 谁不想让自己的国家 变得更加强大 只要拥有了 华国科研基地的管理权 C国在众多国家之中的地位 我怀疑 今天这些事都是 YC给我们设的局 设局 奥威斯有些不明白 加米拉的意思 什么意思 加米拉解释道 我问你们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对 YC印象很好 甚至有些不忍心 履行对赌协议 除了卡拉没点头之外 其他人都忙不迭地点头 所以 这就是局 加米拉接着道 YC这个人太阴险了 我奉劝各位 离他远一点 YC为什么会这么爽快 签署对赌协议 还不是因为闹得全网皆知 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 又承担不了责任 只好咬牙签署了协议 随后来了一招攻心计 妄想和他们成为朋友 在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他真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殊不知 他早就 把他的那点小心思 看在眼里 谬斯点点头 加米拉分析的没错 总之 我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坚定自己立场 嗯 我们知道 几人点点头 这边 叶卓刚走出机场酒店外 手机就响了起来 叶卓接起电话 喂 领导 忙完了吗 手机那头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刚送走卡拉博士他们 叶卓看了看四周的灯火 现在在哪 存绍青接着问道 叶卓接着到 在机场酒店这边 给我十分钟 还没等叶卓回答 那边便挂了电话 叶卓失笑 就在这时 司机把车来过来 大小见 叶卓微微抬眸 王叔 你先回去吧 那您呢 王叔有些不放心的道 现在已经很晚了 叶卓带着卡拉博士等人 出去逛了一整天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了 没事的 马上 陈绍青会来接我的 王叔开门下车 那我在这陪您一起等吧 没事的 王叔 你快回去吧 王叔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坚决要陪叶卓 一起等陈绍青 无奈之下 叶卓只能同意王叔一起等 晚上十一点 路上已经没什么车了 轰轰轰 路边传来轰隆隆的 骑车引擎声 接着 一辆炫酷的蓝色跑车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速度非常快 一个漂亮的甩尾之后 跑车便停在叶卓身边 陈绍青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除了在云津时 跟叶卓赛车的那次 平时鲜少把车开成这样 也很少开跑车类型的车 虽然驾驶座的陈绍青 还是跟之前一样 身穿盘口长衫 手里握着佛珠 可叶卓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一个充满野性 不羁的他 车门自动打开 陈绍青微微回眸 领导上车 嗯 叶卓轻身上车 偏头看向王叔 王叔您快回去吧 好的小姐 王叔点点头 看着跑车消失在道路尽头 王叔才去车回去 跑车内播放着佛教音乐 陈绍青微微回眸 领导 给你换首歌吧 不用 叶卓淡淡开口 进化心灵挺好的 陈绍青薄唇微勾 嘴角晕着淡淡的弧度 对了 保温箱里有外婆熬的甜汤 陈绍青说的 外婆指的自然是夜郎话 你去我外婆那里了 叶卓问道 陈绍青微微汗手 叶卓一边拿出甜汤一边倒 说起来 我也好久没看到外婆她老人家了 自从和叶书母女相认之后 叶狼话跟叶书在一起 小住了半年 随后的日子里 叶狼话就回到小半月 将小半月重新开张 约莫两三个星期回来一次 闲暇的时候 就去附近的寺庙烧烧香 从前的叶狼话 从不相信这些东西 自从找到叶书之后 就开始相信了 那咱们明天去吧 陈绍青看向叶卓 可以啊 叶卓微微点头 另一边 张琴琴推开酒店的门 连衣服都没脱 就这么地趴在床上 长长地叹了口气 怎么办 她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 今天安丽兹虽然把林泽约出来了 可林泽压根就没有正眼看她一眼 她递过去的水林泽不接 找林泽说话 林泽也选择无事 总之 她在林泽眼里 就像那透明人一样 比空气还空气 算着日子 她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等 肚子就该鼓起来了 啊 张琴琴崩溃地叫出声 就在此时 张琴琴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或许 可以用这个办法搏一搏 三天后 今天是张琴琴的生日 她的生日 安丽兹自然是不会缺席的 从那天的相处中 张琴琴已经看出来了 二狗子喜欢的人 根本就不是她 而是安丽兹 所以 只要有安丽兹出现的场合 二狗子就一定会在 二狗子在 那林泽等人肯定也会出现 一大早 安丽兹就带着礼物 来看张琴琴 琴琴 生日快乐 谢谢 张琴琴双手 结果鲜花和礼物 安丽兹准备的是一条围巾 属于半奢侈品 价值一千二百 打折剂只要九百五十块 看到这个礼物 张琴琴是有些生气的 安丽兹这是看不起谁呢 林家那么有钱 她居然只送了一条小破围巾 她本以为安丽兹 至少会送她一个六位数的包包 原来是她想多了 她在安丽兹 心里到底算得上什么 食蛇乞丐呢 虽然很生气 但张琴琴还是极力地忍住了 笑着道 谢谢你安丽兹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也只有你才能记得我的生日了 咱们俩从小一次长大 又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说谢谢就太见外了 安丽兹道 谢谢 张琴琴挤出两滴鳄鱼的眼泪 接着道 丽兹 白天我还有些事 咱们晚上约吧 去唱歌 叫上一些你的朋友 人多热闹些 你也知道 我在京城没什么朋友 行 安丽兹点点头 那KTV就我来安排吧 等我安排好了 把地址发给你 好的 从张琴琴这边离开 安丽兹便去安排酒店 准备亲自布置一下 争取在这个一厢 让张琴琴感受到家的温暖 张琴琴站在楼上 看着安丽兹离去的背影 眼底满是得意的光 就算安丽兹是千金小姐了 又怎样 她还不是把安丽兹 耍了个团团转 土鳖就是土鳖 就算镀上一层金边 安丽兹也成不了 真正的千金大小姐 只有她 才是真正适合豪门的人 今夜之后 她就是林家的少主母 安丽兹的嫂子 想到这里 张琴琴的嘴角 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 接下来 她只要把所有的一切 都准备好就行 想到今天晚上的场面 张琴琴打算化个妆 想了想觉得 化妆会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 上网搜了搜 发现有卖孕妇化妆品的 立即下楼去买化妆品 另一边 叶卓跟陈绍青去小半月 看夜郎画 如今的夜郎画容光满面 精神焕发 看上去年轻了十岁不止 如同换了个人 换成几年未见的老友见了她 还真有些不敢认 看到陈绍青和夜卓 夜郎画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赶紧站起来 直至走到两人身边 她才敢确定自己 没有看错 卓卓 绍青 你们怎么来了 我刚刚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外婆 陈绍青礼貌地叫人 夜卓笑着道 外婆这是不欢迎我们 这孩子 外婆怎么能不欢迎你们呢 快进来 快进来 外面太冷了 夜卓也遇到 我还以为外婆不欢迎我们呢 外婆巴不得你们天天来 夜郎画道 我的意思是 你们提前打个招呼的话 我好多准备些吃的 卓卓 你不是最喜欢吃酸枣糕吗 酸枣糕得提前做 你要是早跟我说的话的 现在就能吃上酸枣糕了 夜卓挽着夜郎画的胳膊 那我下次来的话 一定提前告诉你 嗯 夜郎画点点头 接着道 卓卓你想吃什么 外婆现在去给你做 只要外婆做的 我都喜欢吃 听了这话 夜郎画开心得不行 那少卿吗 陈少卿刚想说 我也是的时候 夜卓笑意盈盈地开口 外婆 你还不了解她吗 多给她准备一些草就行了 夜郎画笑着道 你这孩子 少卿现在又不是和尚了 怎么能还吃草呢 陈少卿 说的她以前 好像真当过和尚一样 雨落 夜郎画接着问道 少卿 你想吃什么 陈少卿撵着佛珠 若有若无地看了夜卓一眼 我跟卓卓一样就行 那好 我去准备做菜 你们俩在屋里坐会儿 夜卓跟上夜郎画的脚步 外婆 我去给您帮忙 不用不用 夜郎画将夜卓往外推 有小肚在呢 她给我帮忙就行 里面味太大了 那行吧 夜卓接着道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您就知会一声 嗯 夜郎画点点头 往里面走去 夜郎画去了厨房 夜卓往里屋走去 陈少卿跟上她的脚步 领导 嗯 夜卓微微回眸 我有事要跟你说 陈少卿走到她身边 说 陈少卿人高腿长 接近一米九一的身高 夜卓身高一米七三 在女生中 也算身高比较高挑的了 但是在陈少卿面前 依旧觉得压力山大 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高做什么 陈少卿微微轻身 薄唇压在夜卓耳边 欲掉低沉的开口 我不是和尚 吃肉 也喝酒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边 有些微痒 就算是跟陈少卿相处这么久 夜卓还是忍不住的心跳加速 吃就吃呗 跟我说干什么 陈少卿薄唇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 而且 我的腰特别好 声音有些说不出来的哑 一双深邃的凤眸 如同漠然 腰特别好 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夜卓微微挑眉 说得跟他腰不好似的 我腰也很好啊 闻言 陈少卿打亮了他眼 视线最后落在他的腰上 夜卓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旗袍 外面套着一件酒红色的毛泥大衣 此时大衣吞去 只愈下一件黑色旗袍 旗袍是一种狠挑身材的服饰 流畅的线条 勾勒出隐隐可握的纤细腰肢 仿佛一折就断似的 你的不行 陈少卿接着开口 为什么 夜卓问道 陈少卿抬眸看了看四周 最后压低声音道 太细了 容易弄断 夜卓满脸黑人问号脸 他隐约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对 但又想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 陈少卿轻笑出声 抬手拍了下夜卓脑袋 傻姑娘 咱们进去吧 夜卓不满地掐了下陈少卿的腰 思陈少卿倒吸一口凉气 祖宗轻点 你腰不是好吗 夜卓笑着道 好还怕疼 好腰也经不住你这么折腾 陈少卿语调清淡 眼眸里却满是宠溺 说说 你一天得掐我多少次 夜卓微微挑眉 说的跟我有暴力倾向似的 是我有受虐倾向 陈少卿道 夜卓倾笑出声 别的不说 陈少卿这情商 简直了 这样的男人 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里 却一直是单身 夜卓接着道 你以前为什么想当和尚啊 陈少卿撵着佛珠 可能是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吧 感觉人不应该为了繁衍而活着 如果人生的终极目标是 娶妻生子 子在娶妻生子 如此循环的话 这样的日子太寡淡了 没想到 还是个哲学家 夜卓倾笑出声 接着道 那现在呢 现在 陈少卿轻挑剑眉 伸手揽住夜卓的腰 将她带到腿上坐下 现在我想跟你生一窝孩子 不要脸 谁要给你生一窝孩子 夜卓直接用手推开陈少卿的脸 那生三个 陈少卿接着道 不行 夜卓摇摇头 陈少卿一手揽着她的腰 一手握着佛珠 那两个 两个 夜卓想了下 两个挺好的 刚好有个伴 要不然 一个人太孤独了 陈少卿嘴角的弧度 逐渐加深 就在这时 夜卓四十突然想到什么 从她腿上站起来 谁要给你生孩子 我可没答应 这人真是太腐黑了 稍微不注意 就走进了她的圈套 陈少卿拉住她的手 轻轻一拽 人就被她拽得 跌坐她的怀中 你刚刚已经答应了 陈少卿 夜卓一句话还没说完 外面就走来一个人 看到这一幕 愣在原地 几秒钟之后 旋即便反应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见 说吧转身就走 这就是夜兰华口中的小杜 小杜已经在店里待了很多年了 平时跟夜兰华之间相处的 如同亲人一般 夜卓闹了个脸红 伸手捏了下陈少卿的脸 丢不丢人 陈少卿抱紧了她 将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 深吸一口气 抱自己的女朋友 有什么可丢人的 你脸皮可真是够厚的 夜卓有些无语 陈少卿道 奶奶说了 脸皮薄的人是娶不到老婆的 啪 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接着 空气中陷入一片黑暗 夜卓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灯坏了 陈少卿也微微太抬眸 你知道工具箱在哪里吗 知道 夜卓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站起来去拿工具箱 陈少卿搬了一张椅子 放在茶几上 然后站在上面试了试 手刚好可以够得着灯 就在这时 夜卓拿着工具箱来了 你需要什么 陈少卿看了看灯照 先给我一个电笔 行 夜卓从里面找出电笔 站到茶几上 将电笔递给他 需要我帮你照明吗 夜卓接着问道 要 陈少卿微微汗手 夜卓拿手机帮陈少卿照明 陈少卿仰头开始拧螺丝 手电筒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趁得那泛着冷白色的皮肤 更加的白皙 额前乌黑的碎发略过眉眼 虽然在修灯具 无形中 却得散发着一股显赫的贵族气息 书上说得很对 专注做某件事情的男人最认真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手机铃声 打破了满室的安静 卓卓 帮我接下电话 陈少卿道 好 夜卓下意识地 就去摸他的腰招口袋 结果摸了半天 也没有摸到口袋 手只能往下往前 往左往右 结果 居然碰到一个不该碰的东西 夜卓如触电般地松开手 你身上怎么没口袋 陈少卿的毛子里 含着淡淡的微笑 手记在桌子上 夜卓有些微窘 怎么不早说 你又没问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夜卓拿起手机 没有备注的电话号码 要拿给你接吗 就说我在忙 行 夜卓微微点头 滑至接听 为你好 电话那头的人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夜卓的声音 匆忙便挂了电话 夜卓微微猝眉 陈少卿接着道 怎么了 他把电话挂了 夜卓问道 要打过去问问吗 不用 陈少卿专注修灯 要是有事的话 会再打过来的 夜卓微微点头 厨房里 见小杜这么快就回来了 夜郎话奇怪地道 小杜 我让你拿的陈皮 你拿了吗 小杜的心跳得还有些快 摇摇头道 没有 夜郎话有些疑惑地道 没有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杜接着道 狼姨 要不就不做陈皮茶了吧 为什么 夜郎话问道 小杜看了眼前面的院子 那个 夜小姐和五爷在前面 他们在前面 跟你拿陈皮 有什么关系 嗯 就是 小杜 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 见小杜这样 夜郎话多半能猜得出来 发生什么了 转头看向前屋 只见屋里的灯都被熄了 笑着道 那就做个菊花茶吧 喝羊肉汤容易上火 刚好喝个菊花下火的 小杜点点头 那我去拿菊花 去吧 另一边 京城的一家豪华会所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安利兹终于将包厢布置好 他是真的花了心思的 里面布置得非常温馨 同时 还叫了一些室友 一起来给张晴晴庆生 他原本还准备叫夜卓 但夜卓今天去看夜郎话了 所以 他就没叫夜卓 晚上十点钟 张晴晴第一个到达会所 一进入包厢 他就感动得不行 捂着嘴巴道 丽兹 谢谢你 说什么傻话呢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安利兹走到张晴晴身边 张晴晴拥抱住安利兹 动容地哭泣着 傻瓜 哭什么呀 安利兹笑着道 张晴晴很想说 他是被安利兹蠢哭的 丽兹 我真是太感动了 安利兹接着道 好了好了 没什么的 对了 给你介绍下 这是我的室友们 荣音 花县 还有这是欧阳倩 盈盈 线线 欧阳 这就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儿时伙伴张晴晴 你们叫他晴晴就行 看着安利兹三个室友 张晴晴有些无语 但面上还是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跟三人打招呼 故意的 安利兹肯定是故意 他让安利兹带些朋友来给他过生日 安利兹就带了三个室友 安利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根本不想给自己任何嫁入豪门的机会 哼 安利兹真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他嫁入豪门了吗 真是可笑 等着吧 他马上会成为安利兹的弟妹 林家的少主母 思极慈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眼底有微光闪过 稍纵即逝 笑着道 谢谢你们来给我过生日 谢谢 不客气 欧阳倩是三个室友中最神经大条的那个 利兹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荣云笑着道 欧阳说得对 不用跟我们这么客气的 安利兹带人和睦 跟几个室友相处得非常好 几人正在聊天 门外再度传来脚步声 安利兹抬头一看 原来是二狗子胖虎他们来了 有些惊讶的道 二狗子 你们怎么也来了 知道张晴晴的心思 安利兹都没有通知林泽 没想到二狗子他们居然来了 二狗子笑着反问 你安大小姐都能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来 听到这话 张晴晴是有些不高兴的 他知道安利兹是什么意思 安利兹就是觉得 他配不上林泽 哼 真是个口是心非的贱人 嘴里说着 没有看不起他 可心里却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 但凡安利兹真的看得起他 就不会这么对他 等着吧 他嫁给林泽便是林家的少主母 为林泽生下个儿子 任何人都别想撼动他的地位 他倒是想看看 安利兹还能笑到几时 夏晓曼和林青轩结婚一年多至今 都没有生下孩子 八成是夏晓曼不能生了 要是能生的话 还用等到现在 等着吧 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 再加一个脱油瓶 早晚都得被林青轩给赶出去 想到这里 张晴晴心里好受了很多 安利兹看向二狗子 笑着道 能来能来 当然能来 我就是有些好奇而已 对了 阿泽也一起过来了吗 泽哥在后面 二狗子道 林泽还真的来了 原本林泽是不准备来的 经不住二狗子的祈求 二狗子是真的喜欢安利兹 当然得好好表现 林泽是安利兹的堂弟 如果林泽不来的话 就他们三过来 多多少少有些不合适 安利兹接着给四人介绍他的室友 张晴晴站在一旁 刚刚他没有注意 现在倒是注意了 安利兹的这三个室友 要数叫花线的 长得最漂亮 一双精致的杏花眼 标准的瓜子脸 虽然没化妆 但依旧让人眼前一亮 不过 虽然花线长得不错 可穿得却非常一般 一看就是那种廉价的淘宝货 莫名的 张晴晴很不喜欢这个花线 花线也是他唯一的对手 像花线这种家庭条件贫困的女生 大多都拜金 想着潘高知 今天晚上最大的高知是谁 当然是林泽 万一花线跟他抢林泽怎么办 想到这里 张晴晴看向花线的眼睛里 充满了敌意 花线四次感受到张晴晴的目光 聊起眼皮看了眼张晴晴 张晴晴立即移开视线 大家加个微信吧 胖虎拿着手机 看向安丽兹 丽兹姐 我建了个群 你把你的室友们都拉进来 好的 安丽兹点点头 去群里拉人 把室友们都拉进来之后 胖虎接着道 这个群不要解散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打游戏 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聊聊天 行 张晴晴拿出手机 点开微信 本以为安丽兹也把他拉到群里去了 没想到根本没有 在安丽兹心里 他到底算什么 会所的服务员在这个时候进来 看向安丽兹 安小姐 请问 酒水现在可以上了吗 可以了 安丽兹点点头 没一会儿 酒水饮料就被端上来 张晴晴哥自己倒了杯啤酒 举起杯子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给我过生日 这杯酒 我先干为敬 咱们今天晚上 一定要不醉不归 说完 一口喝掉杯中的啤酒 在来会所之前 张晴晴都已经查过了 怀孕只要不是长期酗酒 偶尔喝一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希望肚子里的孩子 也能坚强一点 毕竟 今天晚上能否成功 就全在这杯酒里了 对 不醉不归 二狗子等人举起酒杯 花现和荣英 以及欧阳倩三人 也都不是扭扭捏捏的性子 几人很快便打成一片 在包厢里唱歌聊天 玩狼人杀 嗨得不行 时间很快就到了凌晨十二点 看着包厢内的几人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林泽不在沙发上 应该是去洗手间了 就是现在 不能再拖下去了 再拖下去的话 马上天气就该亮了 张晴晴站起来 走到茶几的另一端 给自己调了一杯鸡尾酒 随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 在林泽的杯子里 放了一颗白色药丸 说来也是神奇 白色药丸 居然遇水极化 很快便看不到任何踪迹 做完所有的一切 张晴晴从容不迫地站起来 端着鸡尾酒 回到自己的位置 笑着道 咱们来玩幸运大转盘吧 谁输了 谁喝酒 好啊 几人非常赞同 张晴晴拿起一个空酒瓶 瓶口对着谁 谁就输了 行 没问题 张晴晴把酒瓶 放在桌子上转了下 数秒钟之后 瓶口便对准了李文 眼看就要喝酒 李文道 这把不算 泽哥还没过来 咱们等一下泽哥 胖虎好奇地道 泽哥去哪了 二狗子接话道 好像是去洗手间了 正说着话 林泽就来了 胖虎站起来道 泽哥 咱们玩幸运大转盘 输了就要喝酒 自罚三杯 三杯也太狠了吧 胖虎接着道 这里面有房间 真喝醉了 就去房间休息 那行 欧阳倩点点头 今天来的都是自己人 欧阳倩也不用担心 会被人占便宜 说来也巧 幸运大转盘的第一把 林泽就输了 瓶口正对着他 李文乐的不行 笑着道 泽哥喝酒 林泽端起面前的杯子 一饮而尽 然后又倒了两杯 看着林泽将杯中的酒 全部喝完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第二把 输的人是花线 几轮轮之后 除了张晴晴之外 其他人都喝得醉醺醺的 尤其是林泽 他只感觉自己的头 炸裂似的疼 很难受 林泽捏了捏太阳穴 努力地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前 洗了把脸 本以为用冷水刺激一下 会清醒一点 可头还是非常晕 林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抹了把脸上的水 然后跌跌撞撞地往外面走去 走到二狗子身边 我进去休息一下 二狗子嘲笑道 不是吧 泽哥 你就这么点酒量 这才到哪里 你就不行了 头烫 林泽没再多说些什么 转身便走 看着林泽的背影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看样子 林泽这是要笑发作了 晴晴 你在看什么呢 欧阳倩伸手搭上张晴晴的肩膀 来 喝酒 嗯 喝酒 张晴晴端起杯子 很敷衍地喝了半杯酒 心思已然飘到了林泽那边 他得想办法 把这些人全部管醉 其实也没剩下多少人了 安利兹和花线 已经晕得不行了 相互扶着对方 我们也去房间休息一下 欧阳倩醉醺醺醺的道 你们俩的酒量也太差了 说完一句话 欧阳倩也晕在桌子上 安利兹笑着道 还好意思说我们呢 你不也是一样吗 花线揉着脑袋 别管他了 咱们去房间吧 嗯 安利兹点点头 转眼间 听里就剩下李文和胖虎 以及一个正趴在桌子上熟睡的欧阳倩 张晴晴给自己倒了杯橙汁 她现在最大的难题 就是李文和胖虎 这两个人 就像喝不醉似的 不行 这样下去可不行 马上天都该亮了 得想个办法 张晴晴眯了下眼睛 换了个杯子 倒满酒 笑着道 李文 胖虎 我敬你们一杯 这个生日 大概是我有史以来 过得最特殊的一个生日了 谢谢你们 不客气 李文和胖虎端起酒杯 张晴晴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李文和胖虎 也将杯中啤酒全部喝光 张晴晴接着道 我一个女孩子给你们喝酒 我喝啤的 你们也好意思喝啤的 不喝啤的喝什么 胖虎问道 我喝啤酒 你们喝白的 张晴晴拿出一瓶白酒 那不行 太不公平 现在早就提倡男女平等了 胖虎道 张晴晴笑着道 说的也是 那我也喝白酒 现在就剩下咱们三了 要不咱们三来玩个醒酒令吧 看谁先醉 胖虎顿时来了兴趣 裸起袖子道 可以啊 论醒酒令 我就没输过 李文道 你们俩玩吧 我就不参加了 虽然他没喝多 但头也晕得厉害 张晴晴道 两个人玩太没意思 就是就是 胖虎拍了拍李文 文子 机会难得 你就别这么扫兴了 无奈之下 李文只好同意 一起玩醒酒令 张晴晴别的不会 最擅长的就是醒酒令 他之前在KTV做过兼职 和吴有余就是在KTV认识的 不过胖虎也有点厉害 几轮下来 张晴晴也喝了好几杯白酒 好在装白酒的容器不大 加上之前喝了不少的啤酒 没一会儿 张晴晴就晕过去了 等张晴晴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包厢里很安静 李文和胖虎 直接睡在了地上 二狗子则是趴在茶几上 欧阳倩应该是回房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 张晴晴猛了一瞬 随后快速地反应过来 差点被这伙人给耽误了正事 立即站起来 往林泽的房间走去 房间的门打不开 应该是从里面反锁了 张晴晴眯了眯眼睛 幸好他早有准备 虚余 张晴晴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 对好房间号之后 张晴晴从外面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林泽就睡在床上 呼吸很浅 没有呼噜声 房间里也没有脚臭味 安静地像一个王子 想到今后 他会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 张晴晴就激动地不行 心里充满了优越感 就在这时 床上的林泽翻了个身 张晴晴吓了一条 凭住呼吸 生怕林泽在这个时候醒过来 幸好 没有 看来这个药效还是不错的 因为怕林泽伤害到 他肚子里的孩子 所以 张晴晴给他吃的 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药 而是一种特制药 吃了之后 就像醉酒一样 四肢酸痛 很快便陷入昏睡之中 没有任何意识 张晴晴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 掀开被子的一角 然后拿出匕首 划开胳膊 仍由鲜血滴到床单上 床单上 瞬间便开出一朵红色的梅花 最后 张晴晴又拿出一瓶喷雾剂 在空气中喷了几下 很快 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做好这些 张晴晴把东西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 重新回到房间里 坐在书桌旁 写下一张字条 写完字条后 张晴晴把字条压在床头柜上 随后便关上房门离开了 临走之前 张晴晴转头看了眼昏睡在床上的林泽 唇角微钩 直至第二天早上 房间里那股子奇怪的味道 还没散掉 林泽一醒来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又想不起来 哪里不对劲 林泽按了按太阳穴 随后开始穿衣准备起床 掀开被子 林泽看着床上的那滩血迹 皱了皱眉 床上怎么会有血 就在这时 林泽看到压在床头柜上的纸条 林泽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这一切 只不过是酒后失控而已 放心 我不会缠着你 张晴晴 看着纸条 林泽双眉紧簇 张晴晴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发生什么了 可为什么还一点都想不起来 可如果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的话 这床上的是怎么回事 空气中这骨子奇怪的味道 又是怎么回事 还是说 这是张晴晴的局 林泽抓了抓头发 有些苦恼 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林泽收起纸条 走过去开门 泽哥 你醒来啊 来的是二狗子 林泽点点头 阿泽 你看到清清没 安丽兹从后面走过来 可能是因为宿醉的原因 他脸色还有些难看 林泽看了安丽兹一眼 摇摇头 安丽兹奇怪的道 那他去哪 从我醒过来 就没见到他 难道是先回去了 肯定是先回去了 二狗子接话道 他又不是小孩子了 难不成还能跑丢 安丽兹点点头 说的也是 林泽看了眼腕表 接着道 胖虎和蚊子他们呢 酒醒了吗 醒了 二狗子点点头 林泽接着道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二狗子接着道 我去叫他们 没一会儿 四人从会所里走出来 林泽走在前面 胖虎看着林泽 泽哥 你怎么回事 脸色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李温点点头 是啊 泽哥 你是不是有心事 林泽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 递给李温 你们看看这个 李温接过纸条 其他两人也凑过去看 卧槽 卧槽 李温惊讶地出声 泽哥 张晴晴 这是什么意思 胖虎看着林泽道 泽哥 你不会真的失去童子之身 跟他那个啥了吧 二狗子皱了皱眉 我早看出来张晴晴不对 没想到 他居然能做出这种事 林泽的脸上 看不出来什么神色 昨天晚上我去房间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温道 你去房间之后 张晴晴就过来找我们玩醒酒令 后来我们就都睡着了 再后来的事情 我就不清楚了 我的记忆跟蚊子一样 二狗子现在很后悔 后悔昨天晚上喝得不省人事 如果不是 他喝太多的话 事情肯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胖虎很苦恼的道 我比你们先醉 你们都不知道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林泽没再说话 李温拍了拍林泽的肩膀 泽哥你先别着急 万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呢 而且张晴晴不是说了吗 他不会再来缠着你 你就当这些事情 从来没发生过好了 胖虎点点头 文泽说的对 二狗子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如果张晴晴会善罢甘休的话 就不会让这么大一个圈子 来设计林泽了 但他又不好说出来 现在这种情况 说出来也只会给林泽徒增烦恼 会所包厢里也没有监控 这件事根本没法查清 泽哥 我们先回去吧 二狗子看向林泽 咱回去再说 林泽微微点头 这次的生日会之后 安丽兹再没有接到张晴晴的电话 直至 一个月后 安丽兹接到张晴晴的电话 喂 丽兹 我在医院 你能过来下吗 听到张晴晴在医院 安丽兹立即道 你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过来 张晴晴报了医院的名字 安丽兹赶过去 张晴晴手里拿着报告单 双眼有些红肿 站在人潮拥挤的医院过道中 显得有些可怜 安丽兹小跑着过去 晴晴 你怎么了 我 我怀孕了 张晴晴哭着道 怀孕了 安丽兹瞪大眼睛 谁 谁的 他也没听说 张晴晴有男朋友 张晴晴哭着道 丽兹 我原本不想跟你说的 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医生说我体质特殊 如果强行把孩子打掉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丽兹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先别哭 安丽兹接着道 告诉我 孩子的爸爸是谁 是林泽 张晴晴将报告单递给安丽兹 林泽 孩子的爸爸 居然是林泽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安丽兹看着张晴晴 晴晴 你是不是搞错了 张晴晴吸了吸鼻子 丽兹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 配不上林泽 可这个孩子 确确实实就是林泽的 身为母亲 难道我连自己孩子父亲 是谁都能搞错吗 文言 安丽兹愣住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张晴晴会说出 林泽是孩子爸爸的话 无缘无故的 张晴晴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安丽兹深吸一口气 抬头看向张晴晴 晴晴 你真的没有跟我开玩笑 这个玩笑 可一点都不好笑 丽兹 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 跟你开玩笑吗 张晴晴看着安丽兹 脸上全是认真的神色 安丽兹接着道 那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还有了孩子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林泽才二十岁 就要当爸爸了 张晴晴叹了口气 就是我生日那天 闻言 安丽兹就更加惊讶了 你生日那天 嗯 张晴晴点点头 我生日那天 大家都喝醉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跟林泽接下来的话 让张晴晴有些难以启齿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躺在林泽边上 床 床上还有洛宏 不幸的话 你可以问问林泽 洛宏代表什么 洛宏代表女子的真洁 她把自己的最珍贵的第一次 还怀上了林泽的孩子 林泽肯定是要对她负责的 安丽兹皱了皱眉 如果这一切真如张晴晴所说的话 那林泽的处境就麻烦了 现在怎么办呢 通过她对林泽的了解 林泽并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为什么这次 安丽兹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张晴晴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安丽兹的表情变化 接着道 丽兹 你可以看到我的报告单 我现在刚好怀孕一个月 而且 我只跟林泽 所以 孩子的父亲不是林泽 还会有谁 安丽兹看向手里的报告单 上面显示着 张晴晴已经怀孕四周 按照时间推算 张晴晴的怀孕日期 确实是她生日那天 难不成 张晴晴肚子里的孩子 真是林泽的 其实 张晴晴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但怀孕初期并不显怀 所以 她就用了些手段 收买了医生 让医生把她的怀孕时间 改成了四周 晴晴 你先别着急 安丽兹接着道 你好好想想 那天你和阿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这件事让安丽兹很难接受 别说安丽兹接受不了 怕是林景成和叶书那边 也非常难接受 而张晴晴 又是安丽兹的好朋友 张晴晴和 又是通过安丽兹 才认识林泽的 安丽兹总觉得 这件事跟她脱不了关系 心里很是难受 丽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晴晴就这么看着安丽兹 愤怒地质问道 难道我 还能拿自己真结和孩子 开玩笑吗 原来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 说到最后 张晴晴眼底 全是自嘲的神色 加上她眼底 还含着泪水 让人看着十分不忍 不是的 不是的 见张晴晴误会了自己 安丽兹赶紧解释道 晴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不要乱想 我就是感觉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 让人有些接受不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张晴晴看着安丽兹 接着道 你不是从一开始 就看不起我吗 认为我配不上林泽 是 我承认 我是配不上林泽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能怎么办 难道林泽不愿意 我还能强迫林泽同意吗 向来都是男人强迫女人 哪有女人强迫男人 就算说破天 这事也是林泽沾了便宜 张晴晴有种直觉 他怀的肯定是个儿子 豪门权贵之家 最注重子嗣问题 以后 他儿子就是林家的继承人 想到这里 张晴晴眼底全是得意的神色 文言 安丽兹促了促眉 不得不说 张晴晴说的确实有点道理 晴晴 你先冷静点 不要那么着急 我当当的行为跟你道歉 张晴晴咬了咬唇 没说话 安丽兹接着道 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 怎么来处理这件事 张晴晴擦了下眼泪 我要是知道怎么解决的话 就不会来找你了 丽兹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说到这里 张晴晴一把抱住安丽兹 放声哭泣着 安丽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 想了想 接着道 晴晴 你和阿泽都还小 现在当父母 肯定是有些早了 要不 张晴晴抬头看向安丽兹 问 你的意思 是让我把孩子打掉 嗯 安丽兹点点头 晴晴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大学也还没有毕业 现在有个孩子 对你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我也不想在这种时候 要个孩子 可我能怎么办呢 你再看看报告 医生说我体质特殊 不适合打探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 打掉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安丽兹一愣 低头看着报告单 脸色有些微白 张晴晴接着道 如果真那么好 解决的话 我就不会找你了 丽兹 你是我在京城唯一的朋友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安丽兹叹了口气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总不能让张晴晴年纪轻轻的 就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可生下来的话 未免对林泽和张晴晴太不公平 我不想麻烦林泽 可我也不能让孩子生下来 就失去父亲 张晴晴接着道 林泽也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也经历跟他同样的经历 正因为林泽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张晴晴才会那么笃定 林泽不会抛弃他 身为单亲家庭长大孩子 林泽知道 一个孩子再没有母亲 或者没有父亲的环境下站 有多么不容易 所以林泽肯定不忍心 让他们的孩子 也经历这样的事情 安立兹愣住了 虚余 接着道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张晴晴摇摇头 满脸的无助 安立兹叹了口气 怎么办 现在还能怎么办 张晴晴不能打掉孩子 又不想孩子 在单亲家庭长大 那就只能让林泽负责了 这件事 阿泽知道了吗 安立兹接着问道 还不知道 张晴晴摇摇头 我没有告诉他 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安立兹看了看四周 医院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回去吧 好 张晴晴跟上安立兹的脚步 两人来到一家咖啡厅 安立兹刚准备给张晴晴点一杯咖啡 但是想到怀孕的人 喝咖啡对孩子不好 就给他点了一杯热牛奶 很快 牛奶和咖啡就被端上桌了 张晴晴喝了口牛奶 接着道 立兹 我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这也算是你的侄子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 我知道林泽不喜欢我 我也配不上他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逃避不是办法 安立兹总觉得这件事 有些不可思议 看着张晴晴 很认真地问道 晴晴 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阿泽是孩子的父亲 不要骗我 我告诉你 林家每一个人是好惹的 你要是敢设计他们的话 不会有你好果子吃 不说其他人 就夜拙 那关就不好过 我确定 张晴晴接着道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当面找林泽对质 他是孩子的父亲 他总不会对那天晚上的事情 一点感觉都没有 见张晴晴这么肯定地点头 安立兹心里的疑虑 打消了几分 他从小就认识张晴晴 张晴晴这个人 虽然有些拜金 一心想嫁入豪门 但心思不坏 照理说 他应该做不出来那种事情 而且 他还敢找林泽对质 如果林泽真的什么都没做的话 张晴晴不该这么自信 好 我相信你 安立兹点点头 接着道 阿泽是个有责任心的男孩子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他的 那我相信 他不会不负责任 张晴晴激动地抓住安立兹的手 立兹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安立兹没说话 张晴晴接着道 立兹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安立兹看向张晴晴 张晴晴喝了口牛奶 你能不能帮我把林泽约出来 约林泽 安立兹下意识地想拒绝 可想想 觉得有些不合适 无论怎样 林泽跟这个孩子都有关系 好 那就约在明天可以吗 安立兹问道 张晴晴点点头 可以 立兹谢谢你 安立兹拍了拍张晴晴的手 从咖啡厅出来 安立兹把张晴晴送回酒店 并给张晴晴支付了半个月的酒店费用 张晴晴看着安立兹的所作所为 嘴角全是讽刺的弧度 安立兹也太虚伪了 之前一直说拿他当好朋友 可却从未主动给他付过防费 现在知道 他肚子里揣了林泽的肿 就迫不及待地帮他付防费 真是恶心 安立兹这么做 不就是想讨好林家人 讨好林泽吗 等着吧 就他们母女 迟早都得被林家人给赶出去 晴晴 你先安心住在这里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的 张晴晴点点头 回去之后 安立兹便在微信上约了林泽 说有事找他 让他明天再度听咖啡厅等他 林泽是个首约的人 约好12点30分 他12点25分就到了 可让林泽没想到的是 约他的人明明是安立兹 可来赴约的人 却变成了张晴晴 看到张晴晴 林泽微微醋眉 从始至终 他对张晴晴的印象都不太好 张晴晴直接坐在林泽对面 林泽 这个位置有人坐了 林泽淡淡开口 张晴晴接着开口 是我让立兹把你约出来 林泽微微醋眉 站起来 转身就走 看着林泽的背影 张晴晴接着道 林泽我怀孕了 林泽脚步未停 孩子是你的 林泽顿住脚步 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一点记忆都没有 他进房间的时候 明明就是一个人 为什么张晴晴 会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 还有床上的鲜血 林泽虽然没交过女朋友 却也知道 床单上的鲜血 代表着什么意思 而现在张晴晴又说 自己怀孕了 难道他们真的 张晴晴连忙追上林泽 林泽 我怀孕了 一个月 这是报告单 你看看 说着 张晴晴把报告单塞到林泽手里 看着手里的报告单 林泽没说话 张晴晴接着道 医生说我体质特殊 强行打胎的话 以后很可能会终身不孕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也很不欢迎这个孩子 可你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现在就想问问你 你接不接受这个孩子 你有权利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你要是不接受他的话 我会马上离开京城 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安安静静把他生下来 以后孩子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 我们以后永远都不会不出现在你眼前 别人都是用童年治愈去 治愈一辈子 而林泽要用一辈子去治愈童年 小时候 林景成躺在病床上 他由林老太太带大 那个时候 林老太太一心把冯倩华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还让林泽叫冯倩华妈妈 林泽不叫 林老太太就给脸色给他看 那段时间是林泽一生之中最阴暗的时刻 每每想到小时候的事情 林泽都辗转难眠 直至后来 林景成找到了叶叔和叶卓 他的生活才回归正常 现在 张晴晴的这句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深深地刺激到了林泽 心脏就像被人狠狠捏起来了一般 疼得钻心 几乎有些呼吸不过来 如果张晴晴肚子里的 真是他的孩子 他无法做到不闻不问 他经历过的至暗时刻 他不能再让孩子去经历一遍 无论张晴晴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都不能对孩子不负责 孩子是无辜的 林泽的表情变化 都被张晴晴看在眼里 果然 不管是什么人 都会有软肋 而林泽最大的软肋 就是他的成长经历 打蛇打七寸这句话 果然没错 张晴晴勾勾勾唇脚 很好地掩饰住眼底的情绪 接着道 我想我已经知道 你的答案了 你放心 以后我 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 这个孩子 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再见 说完 张晴晴转身就走 一边走 一边在心里没数三个数 他就不信 林泽不中这个激将法 等等 就在这时 林泽突然开口 你还有事吗 张晴晴回头看他 林泽深吸一口气 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的 张晴晴接着道 你要是不信的话 生下来之后 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林泽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亲子鉴定 有亲子鉴定的办法 而且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林泽未必还想着 去做亲子鉴定 我们结婚吧 林泽接着道 他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哪怕他现在还没有做好 成为一个父亲的准备 但他会努力地去适应 文言 张晴晴愣住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林泽 他没想到 林泽会这么痛快地 就直接进入主题 结婚 他可以和林泽结婚了 张晴晴眼眶一红 走到林泽身边 你说真的 嗯 林泽点点头 谢谢 谢谢你愿意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说着 张晴晴就伸手去拥抱林泽 林泽轻轻一闪 直接避开了张晴晴的拥抱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话 他现在多看一眼张晴晴 都觉得恶心 提出结婚 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也是一个父亲 该承担的责任 总之 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那种感觉 可一点都不好受 张晴晴也不尴尬 接着道 我知道一时之间 还有些接受不了我 可你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很不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 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自己带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林泽道 张晴晴本身就不是个好母亲 让他带孩子 才是真正的不利于 孩子今后的成长 有些事情可以慢慢来 张晴晴也不想把林泽逼得太紧 弄巧成拙可就不好了 张晴晴接着道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 去我家提亲 跟你父母提我们的事情 这件事 我会尽快安排的 林泽道 也不知道 父母听了这件事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林泽的心里 现在乱糟糟的 非常难受 一直到现在 他都有些不明白 事情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行 张晴晴点点头 接着问道 你把我微信删了 林泽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 而是道 你记一下我的号码 有事打电话给我 好的 张晴晴拿出手机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林泽爆出手机号码 张晴晴将他的手机号码存下来 林泽捏了捏太阳穴 接着道 你老家哪里的 张晴晴掩藏住心底的得意 我会让爸妈他们 直接来京城 等他们来了 我就打电话通知你 林泽点点头 看了看手机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等我跟我爸妈他们商量好 会跟你说的 行 说完这句话 林泽便离开了咖啡厅 路上开车的时候 因为分神想其他事情 差点撞上前面的车 吃 林泽踩下刹车 脸上有些微白 林泽双手 爬在方向盘上 思考了很久 最后掉头回家 今天是周六 林景城和叶书都在家 叶书在院子里 养了一院子的花草 其中以琳兰花最多 一阵阵微风出来 卷着淡淡的花香 尤其好闻 阿泽回来了 叶书拿着洒水壶 跟林泽打招呼 林泽点点头 妈 雨落 林泽接着道 爸呢 叶书笑着道 你爸在院子里呢 阿泽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没有 可能是太冷了 林泽道 你这孩子 我都让你多穿些衣服了 最好把秋衣秋裤穿上 三九四九冰上走 你穿这么点 怎么成呢 快快快 回屋去 屋里暖和 嗯 林泽点点头 往屋里走去 妈 你也进来 我有点事 要跟你和爸说 什么话非得当着我和你爸的面说 叶书问道 您进来就知道了 林泽接着道 我刚刚打电话给卓卓了 卓卓电话没人接 他今天去哪了 叶书道 他去基地了 听说是航母计划出了什么问题 里面的信号被屏蔽了 所以接不到电话 哦 林泽点点头 那就等他回来 再跟他说吧 叶书跟着林泽一起走到屋里 阿泽 到底什么事啊 林泽一直不说 还要把家里人全部凑齐 这让叶书有些担心 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我去书房叫爸爸 林泽转头看向庸人 蓝嫂 麻烦您去把我奶奶请过来 好的小少爷 蓝嫂点点头 见林泽这样 叶书就更着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很快 蓝嫂就推着林老太太过来了 林景成也从书房下来 一家人聚在客厅 林泽看着几人 一字一句地开口 爸妈 奶奶 我 我要结婚了 结婚 林泽要结婚 叶书直接笑出声 阿泽 你开什么玩笑呢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还想着结婚 做梦呢 就是 林景成跟着道 而且 就算有女朋友了 也不能这么早结婚 你了解人家吗 知根知底吗 阿泽 你才多大 林老太太没发言 看着林泽的脸 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林泽接着道 她怀孕了 怀孕了 谁怀孕了 林景成还以为出现了幻觉 阿泽 你说什么 谁怀孕了 林泽没说话 叶书直接就愣住了 阿泽 这个玩笑 可一点都不好笑 我没开玩笑 林泽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真的怀孕了 已经四周了 林景成气的脸都白了 反手就给了林泽一巴掌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叶书赶紧挡在林泽面前 怒视着林景成 你打孩子干什么 林景成叹了口气 自责道 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 怪我没有把阿泽交好 叶书知道林景成心里不好受 接着道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算把阿泽打死 也于事无补 当年我生阿泽的时候 才十九岁 既然阿泽提出了结婚 那就结吧 事已至此 还能有什么办法 总不能闹出人病 雨落 叶书抬头看向林泽 阿泽 疼不疼 不疼 林泽接着道 妈 我确实该打 她不该在酒后 做出那种事 这都是她自己惹的麻烦 如今形成这样的局面 林泽不想给自己的过错 找任何借口 错了就是错了 她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阿泽 对方是哪里人 林老太太在这个时候开了口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林泽看向林老太太 接着道 她和丽兹是好朋友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我也是通过丽兹才认识她的 听到这里 林老太太松了口气 笑着道 跟丽兹是好朋友 那肯定也是个好孩子 原本她还有些担心 对方是不是抱有什么目的 才接近林泽的 现在看来 事情好像并不是她想的那样 安丽兹是个品心 非常好的姑娘 丽兹女朋友 跟安丽兹是好朋友 品心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既然怀了 那就结婚吧 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升级成太奶奶 林老太太还是有些开心的 人老了 就盼望着家里天丁进口 你想好要结婚了吗 林景成抬头看向林泽 结婚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你今年才二十岁 现在时代不同了 很少有年轻人 在二十岁就结婚生子 林泽很认真地点头 爸 我想好了 我想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提及完整的家时 林景成也有些愧疚 当初都是因为她才没能给林泽一个完整的家 叶书紧接着开口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跟你同岁吗 张晴晴 跟我同岁 林泽道 那你有没有想好 结婚之后是在家里住 还是在外面住 林景成接着问道 林老太太接话道 那当然是在家里住 家里人多热闹 阿叔你们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看孩子 他媳妇坐月子的时候 你们还可以帮着照应照应 阿泽 你的意思呢 林景成抬头看向林泽 林泽道 我觉得奶奶说得很对 她和张晴晴本身就没感情 婚后也不会有什么感情 总不能让孩子生长在一个冷冰冰的环境里 住在林家 可以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爱 林景成点点头 那行 我让人把芙蓉院重新装修装修 给你们当婚房 按您说的来就行 林泽没有任何意见 叶书接着道 你什么时候把那姑娘带回来 让我们看看 要不我们去看看 她也行 还有她父母那边 人姑娘怀孕了 我们怎么着 也得上门一趟人都怀孕了 这些事情全部都要尽快安排 再拖下去的话 对双方名声都不好听 爸妈 这些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林景成叹了口气 你是我们的儿子 做父母的 为你操办这些事情 都是应该的 只要你想好了 不后悔就行 林泽道 我不后悔 事情走到这一步 她哪里还有后悔的机会 等叶卓知道这件事时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她刚从基地回来 就被叶书拉过去 得知林泽有了女朋友 并且 女方还怀孕一个月时 叶卓微醋眉 说不惊讶 那是假的 林泽平时虽然话不多 沉迷寡言的 可她并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把女孩子的肚子搞大 叶卓是怎么也不相信的 听完这句话 叶卓转身就走 卓卓 你要去哪 叶书扬声问道 去找我哥 叶卓道 叶卓一路走到林泽的房间 房门是开着的 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到 林泽坐在电脑桌前 腰挺得很直 可脸上却全是落寞 叶卓从未见过这样的林泽 可能是因为双胞胎的原因 此时 她的心竟然也跟着狠狠地揪了起来 闷闷的 有些难受 很明显 林泽并不是自愿要跟张晴晴结婚的 叶卓伸手敲了敲门 哥 林泽微微回眸 嘴角扬起一丝苍白的弧度 灼灼 叶卓往里面走去 搬了个凳子 在林泽身边坐下 哥 事情我都听妈说了 你确定 你没有被人套路 林泽道 应该没有 叶卓从椅子上站起来 把张晴晴电话给我 林泽爆出一串数字 叶卓将电话号码输进去 随后走到外面 打起了电话 两分钟后 叶卓走进来 哥 我出去一下 林泽点点头 叶卓去车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她到的时候 张晴晴已经到了 很罕见的 张晴晴卸掉了往日精致的妆容 素面朝天 穿着防服设孕妇装 怎么看上去 倒也像个好女孩 看着迎面走过来的女孩 张晴晴愣了下 女孩身穿黑色风衣 脚踏一双铜色马钉靴 如玉般的五官上 这么看上去又哭又冷 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就在张晴晴微愣的时候 头顶上传来一道极蛋的声音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在空气中散发出来 张晴晴 张晴晴抬眸看去 女孩逆光而战 有些看不清脸上的神色 语调虽淡 却质地有声 张晴晴站在楼上